讲过 他说呢 不患无畏 患所以利 那孔子的意思呢 是叫 人们啊 不要去担心 你的事业前途 不要去担心呢 你有没有 高官位觉 那应该担心的是什么呢 患所以利的意思 那就是 你没有一个立足点 你没有一个 扎根之处啊 你凭什么扎根呢 那么你要在社会 跟人家立足 你以什么点 来跟人家立足 跟人家打拼 那你这个点 就是你的特色 那特色呢 不在外 而在内 也就是说你 这个事业 你的公司 你的企业文化 是什么 现在呢 信中学位 一直在推广 地址规的企业文化 用地址规的条文 来作为他们 公司约手的一个制度 那这样很好 地址规是 古人 将 论语 将这个孟子 古圣人的这些道理啊 把它集结在一起 成为一种 生活的典范 但它名为地址规啊 表面上看起来是地址要学习的 那我们古时候 称为弟子啊 就是小朋友 同盟的时候呢 就要教他了 但是 我们想一想 那你教导同盟 用这些圣人的道理 但是呢 小朋友 学到的这些圣人的道理 回到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说 回到社会上 那看 看父母 看这个老师 看同学 所作所为啊 都跟圣人的教法不一样 那你说 他还要相信圣人的话吗 那所以可见啊 要推行 这个圣人的道理啊 你一定呢 自己要站在一个 立足点 这个立足点 是你的根 这个根呢 是从自信而发 自信呢 不外乎 做人的道理 那你三宗五常 五轮八德 你遵守到哪一点呢 那么 那个点 就是你的立足点 那就是呢 你在社会 可以去跟人家 打拼 跟人家呢 这个 推广 甚至呢 创造你自己的事业 你看我们大学讲 齐家而后治国 这个治国之中啊 他还讲 掺杂一个立业的道理 他没有特别标明出来 但是呢 这是必经的过程 那因为中国人 把范围 扩大到整个国家 以国家人民为重 那所以呢 立业这个道理啊 他就涵盖在 齐家 治国 的里面 那所以 我们要问你自己 自己要问自己 你的立足点是什么 你如果说 我的立足点 就是这间佛堂 那么这间佛堂 如何做你的立足点呢 如果你待人处事 都不圆满 都是蛮横无礼 大家会接受你吗 或者是说 你偷懵拐骗 这个 无意之人啊 你做错佛堂 有什么用呢 人家还不是照样的排斥你 甚至呢 把你逐出 佛门 逐出道门 所以你让人家 可取的是什么 这点可取 不在于说 你有多少钱 你有多少才能 或者是说 你多为办事 这些呢 都是不足为道 毕竟这些呢 都只是生活上的附属 那真正 生活上 所要拥有的 是我们的 做人的道理 我们要问 你的孝道 做得怎么样 你的师道 做得怎么样 你的五常之德 做得怎么样 如果你能够在一个 自上 好好的力行 力行到 非常圆满的境界 那么 你就可以认为 自己已经有了 力竹点 你就可以 己力力等了 所以己力的道理啊 是必须呢 透过自己来修炼的 不是说你赚钱了 你就可以去 去招募这些员工 来给资助这些员工的工作机会 那只是小力耶 那小力呢 不是我们整个生命的现象 那我们的生命是要呢 以春秋的大业为例 那以这个千秋万事为名啊 那春秋大业 就是教人家了多生死 出六道沦违 教人家成圣成显的大业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立足点的道理 我们上次讲到 宇宙事就是分内事 这是宋儒 路向山所讲的一句话 那所以呢 这个路向山 我们已经 种种的这种课堂上啊 在强调过 他是执弃孟子的心法 发明这个孟子的理论啊 来加以了发扬光荡 所以他在他的文集里面 那他曾经讲了 宇宙即无心 无心即宇宙 宇宙内即分内事 即分内事 乃宇宙内事 所以他这个道理啊 看得很深 他这个道理呢 讲得很广 很深是因为 人不晓得 我跟宇宙万物是一体的 因为这个一体的道理啊 相当的深 所谓深 在于你的这个误解 你对这件事情 误的能力啊 还没有达到 我们说功夫不到价 火候不到处啊 没有人会知道 宇宙万物跟我是一体的 那这样的道理呢 只有透过修行 只有透过呢 这个 放下 你才可以 一层一层的去顿路 去了解 那么陆江山先生呢 因为体悟到孟子的心法 所以已经了解到这一层 那么什么叫宇宙分内事 如果这个道理 我们能够从 我们能够从佛的说法来解释的话 那就会更清楚 毕竟儒家 他所讲的都只是点到为止 那佛呢 把他说的透彻 佛认为宇宙是哪里来 整个 岔土是哪里来 这个身又是怎么来的 这个道理啊 在佛陀以前 佛罗门教 就已经看到了 整个事情的现象 但是呢 他们看到 归看到 他们不晓得为什么 不晓得那个道理 那么 这个塑本追缘啊 来容去迈啊 还不清楚 所以佛罗门教的这些修行人 虽然有所谓的先知 可是呢 他们毕竟没有办法 跳出六道轮回 那佛呢 来到人世间 就是要帮助众生 开示误入佛罗之间 让他们了解 佛的 成佛的一个道理 那在这里 向山先生 已经把这件事情点到了 宇宙式是分内式 那宇宙式就是 我自己立足的 的事情 我要在这里立足 所以你立足 不是在你的家庭 你的公司 或者是说你的团队 而是整个宇宙 你看推己及人的道理啊 就是 己利利人啊 那推己及人之外 那你要给予万物 给予整个宇宙天地 所以陆香山他讲的这句话呢 可以说道理很深 那我们刚才讲 佛说整个宇宙 是怎么来的 整个岔土是怎么来的 宇宙代表天 岔土代表地 那么天地是怎么来的 现在的科学家 哲学家 他们呢 用尽各种方法 要来解释 天地的形成 众生的来源 可是呢 他们所讲的 这些理论啊 没有办法说服人心啊 真正有思维 真正有 这个修行的人啊 他们听了呢 会觉得不以为然 也许他们自己说不出 为什么不以为然 可是呢 就是呢 好像隔静烧氧 烧不到氧畜 你看这些 这个科学家 他讲宇宙的来源 就是大爆炸 一个爆炸呢 就产生这些星球 那空间呢 越来越膨胀 星球越来越多 就形成了 这整个宇宙 那所以 岔土呢 也是在这 大爆炸里面呢 形成了 那这个说法 普遍的人接受 可是也有一些人 不接受 包括科学家本身呢 也有人不接受 那如果学佛 学到的人 像我们讲三教合一 那么我们也要把佛 所讲的道理啊 把它呢 分析清楚 从向山先生这句话 用佛的说法来解释 那就可以很清楚了解 为什么宇宙是 是分内设 那么他 这个佛说啊 整个天地的行程啊 是人的这个 不觉 一面的不觉而产生的 这个有点像 清静经里面所讲的 清者卓之源 动者静之机 人人常清静 天地息皆归 所以动者卓之源 如果说我们这个 岔土 我们这个红尘世界 是卓 是代表卓的话 这个大地是代表卓 那清呢就是代表天 这个宇宙就是代表天 那一面的不觉 就产生了 整个宇宙的现象 宇宙的境界 一面的不觉 跟你迷到什么程度 发展显现的境界 就是到什么程度 那么我们人 所形成的这个世界 那就是人修五界 所得来的一个境界 那么人本来是佛 为什么会变成人呢 那就是妄想 分别执着还没有放下 那么也许 这个程度呢 比伤恶道的众生 还要轻 所以呢 成为人 所以有善有恶 可善可恶 我们看的境界就是这样子 有善有谷 有海 有河流 有寿墓 有这个森林 等等的 这些我们所看到的 自然的景观啊 其实就是人 所变现的 那这个道理呢 很难去体悟它 体悟 因为呢 不能够体悟它 所以呢 佛才来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 并不是 生命的终点 不是生命的现象 因为生命的现象呢 是永恒的 那这个永恒 是不生不死 那所以因为呢 我们的自信 有一丝好的无名 变动 所谓无极生太极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五 就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一跑去哪里了 一就隐藏起来了 隐藏在我们的境界里面 我们的生活里面 那什么时候 你要看到一呢 只要呢 你把这些分别 执着妄想 通通放下 放下 那个无名呢 自然就消失 所以佛告诉我们 切莫求真啊 除妄就是真啊 你不需要再去找真的 你把这些妄想分别之所放下 放下了 那你就得到真的 得到真的 你可以超脱 整个天地的束缚 跳脱六道轮回 这个是我们 整个人生 来到这里 寿命是一支点 最主要的 一个目标 那我们 我们讲 那到底 宇宙内四 集分内四 这句话 是怎么解释呢 刚才我们讲了 这些现象 你想想看 如果说这些境界 宇宙刹土众生 都是 这个 心性的变化 那心性的变化 心性不是就在我们身上吗 性是我 那个心也是我 性是真的 心是假的 所以叫 叫做了 心线事变 心会显现出来各种境界 那种境界是 为什么会显现出 好坏的境界呢 的那个力量是什么 那个力量是性 性是不会显现境界的 性是如如不动 清静静静的 但是呢 它有那个能源在 那心呢 是依附在性这个能源 所以呢 心能限 是能变 是是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清静心 我们的觉悟心 在迷惘的过程呢 就产生的 这样的一个 分别的意识 动念的意识 这个意识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阿赖也是 末纳事 还有六四 这些事呢 造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些境界 你看有的人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的人把这个地方 看成像天堂 有的人把他看成像地狱 污浊不堪 有的人想要一心求生净土 有的人呢 在此乐此不疲 那这个人都是心的变化 所以整个净土 净土是在哪里 净土在心 所以自信 自信弥陀 自信弥勒 那弥勒佛 他所给我们的净土 也是希望我们 透过这些先佛的教法 回归到我们的 自信的净土 如果我们都做到了 那么我们也就 回到弥勒净土了 不是时候才可以回去 所以弥勒佛代表什么 代表我那个真性 我那个自信 弥勒佛给我们的 的这个形象 就是在我们的心性上 要显现出来 他那一份慈悲 那一份寒肠 那一份无量无边 就是我们心性的变化 所以你看你一个动念 一个动念就会产生了 整个天地的变化 所以佛经讲 水灾 是人的贪心所引起的 那我们想到 最近的八八水灾 莫拉克台风 造成 南部地区 严重的 这种 人命财产的伤亡 那佛说 这个是人的贪心所引起的 当然我们现在如果说 你们就是因为太贪心 所以才会引起这个 那一定能 受难者没有办法接受 不变的人也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我们想一想 古时候 如果遇到天灾必变 这个危急到整个 大范围的 县 或者是城 那么皇帝本身啊 他自己要 这个闭门思过 谢过悔罪 然后来要栽戒沐浴 要来向上昌祈祷 请求把罪将给在自己的身上 那不要去让人民受到伤害 那这是有德的皇帝 他会这么说 那么皇帝如果 这么样的德性啊 他可以辟印到全国的百姓 达到一种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的境界 那所谓官亲 官亲风雨震啊 做官的人 心都轻了 心无所染潮 无所贪污 那么整个国家的 立志啊 就会生平 那这样的道理 在古时候的人心啊 是非常的得意 用得很好 可以用得很有效果 但是现代人 大概不相信这一套了 你一个天灾地变 你这次的水灾 你跟我 我做现场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做总统有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天灾而已嘛 你看就是 这个 这种动念 这种思想上的不同 那这样的动念 就是一种妄念 那这种妄念呢 就加深了人们的迷惑 加深了国家的温乱 天地灾 灾变啊 这个行程更快速 那所以要怎样 要听佛的教诫 如果说 水灾是贪心所造成的 那么就要有人 有这样圣贤君子的人物啊 或者是佛菩萨 来到这样一个灾区啊 来教化百姓 以身作则 那么 用这个言语的教化 身体的教化 来例行 这种百姓的 这种心灵的教化 让百姓知道 真的贪心会造成水灾 那么你们如果不信 那么你们不要贪心试看看 不要呢这样 争名夺利 不要再这样 抱怨谩骂 不要再释受要求 你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安分守己 不要再为了钱啊 急急盈盈啊 我们说钱也是一种 个人的福报 那你会赚多少钱 都是你的福报 你干嘛要这样 急急盈盈呢 你只要做好 你安 这个本分的事情 那真的就吞下太平了 如果有一个 圣贤君子人物啊 住持在这里 即使还没有开始教化了 但是呢 他的这样的一个名声啊 就会影响百姓 影响整个社区的人心啊 那这个社区呢 肯定没有停在地边 这个是真实的啊 你看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再再说明 以前都有这种 这个清官 这个清官 正立 这些清官 这些政派的官员 他如果能够来到这个县市 用清正联盟 联盟的心 来治理百姓 那这个百姓啊 有福了 这个县 是一个很有福报的县市 当然这个百姓 自然呢 就会学着 受到感化 如果有一个圣贤君子的人物啊 当然清官 正立 也可能是君子 那也有可能是圣贤的化身 那如果说能够提高到圣贤的人物啊 的一个境界 那么不只是他的县市 他旁边的县市都会跟着好转 那民生无余匮乏 整个天灾地变 不会发生 那如果一个圣人出事啊 那甚至呢 整个天下国家 都会得到长治久安 所以中国人以前 他不讲世界 他讲天下 天的下面是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众生 这些国土 统统都包括了 所以以天下为己任 这个是圣者的怀抱 那也是我们修行人 应该有的怀抱 我们极力立人 立就要立在这里 立在呢 以天下为己任 所以你自己立了 还要去立天下人 天下人 就是整个宇宙分内的事 我们不太可能管到外星球的事 但是呢 自己地球的事情都管不好了 你怎么会想到要 要把整个三千世界 大千世界都搞好了 所以这个圣贤人 他没有要求这样子 圣贤的标准 就是呢 整个天下治理好了 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 把天下呢 都能让他太平 让他和平 那这样呢 这个圣贤的标准就做到了 所以为什么说宇宙内事是分内事 今天为什么天灾地变这么多 为什么呢 整个这些落后的国家 人祸灾结这么多 要晓得 他不是那个国家的问题 那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德性没有办法批应到他们 没有办法影响到他们 我们的身心教化 没有办法让他们得到教育 以至于呢 他们那个地方呢 落后 灾难 战事 平船 如果说 这个生命共同体 宇宙是我的事情 那么你就会知道 整个地球 遭到破坏 整个众生 遭到劫难 这个都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把它做好 我没有办法把德修好 那所以呢 我要更加的舍 我要更加的舍掉我自己的内外财 用这种言行 用这种身教来感动众生 来教化众生 那这个才叫做 宇宙是乃分内是 分内是乃宇宙是 你看你做的事情 影响到整个天下国家 你看天象是印着人心在变的 那听说在 这个八八水灾的前一天晚上 有一个摄影家 有一个摄影家 正在照天空的美景 因为真的是太美了 红色的云啊 一大片 整个天空都是红色的云 我们古时候 小说形容 同云密布 就是这种现象 哇那他是用摄影学的观点 会觉得这个天象是很美的 但是呢 并不想的说 原来灾难就要来了 就隔天呢 大水灾就来了 这是我刚修文的报道 那所以说 几份内是宇宙式的 几份内是你自己有没有 不贪不称不吃 你自己有没有做好君子的行仪 有没有做到佛菩萨的标准 你如果有 你这个德行能批应到你这个县市 城镇 批应到整个社会国家 乃至呢 整个天下宇宙 这个不就是分内是 是乃宇宙式吗 所以说这个道理是不是很深呢 当时佛陀之前的人 佛陀门教的这些修行人 看到了六道轮回 他们可以在六道轮回里面呢 遨游自如啊 透过禅定的功夫 然后呢 悠游自得 但是不晓得说 他们这个悠游自得啊 人还在这个定数之中 就是呢 还在天地的树的这种掌控之中呢 他没有办法跳出天地的树 没有办法跳出六道轮回 那怎么跳出呢 只有人 只有呢 深层的定功 佛家来讲 定功是要透过戒律 严格的修行 戒律就是儒家讲的 这个手礼 那儒家讲克己赋礼 你看克己赋礼 就是严格的戒律 那你守到严格的戒律了 那么你就能够得到定 儒家也讲 静定安律德 你就能够定中得到德 德是什么 德就是你的道德 德就是你的智慧 所以你有这个智慧 你有这个道德 你可以呢 教化整个天下的众生 你可以呢 举利利人 你要帮助别人 也要立起来啊 立起来是要帮助他明理 帮助他呢 知道整个事情的来容 此末 所谓这个理啊 道理这个理 理不出心性 事情的事 事不出因果 你看这句话呢 是不是讲的很有道理 这个事间这个理啊 都是我们心性的变化 那心性的变化呢 你一念偏执 一念之差 就可能产生 整个往三二土去了 在六道沦尾之中 跳脱跳脱不出来 所以呢 性心 性跟心 其实就是 天跟地的关系 性是天 心是地 天是如鲁不动 那这个心呢 心会随时变动 让我们把心 性把它调和起来 让心呢 不要呢 心原意嘛 让心呢 舍望求真 求回到原来的那个真心 因为性 他所造写的是真心嘛 他不会 不会造旺心 会造旺心的是因为 心呢 变直了 可是性还是造 但是呢 造出来 那个形象已经变直了 譬如说 这个镜子 他镜子 不管你好坏 不管你呢 没丑 他就是 把你造出来 相应出来 你是好的形象 他相应的就是好的形象 你是不好的形象 相应的就是不好的形象 所以镜子啊 其实是 我们人的性啊 性显出来 其实都是好的 都是至善的 我们最美的一面 最美的一面是什么 就是礼义廉止啊 就是三纲五常啊 这是人类的 这种生活的秩序 那我手里的境界 就是最好的一面 但是呢 一念不迷 有人呢 一念呢 把这个信啊 加了一层灰尘 加了一层灰尘之后呢 那他呢 就会呢 胡搞瞎搞 自己乱来 所以 在镜子面前显现的 就是他 胡搞瞎搞的一面 是忘心了 忘心做事了 所以 向山先生 他讲的这句话 实在是道理相当的深奥 那 后学如果 没有好好的讲 大家也会听不明白 但是呢 后学 还是讲的不够究竟 所以呢 只能够从这个 知智片眼啊 哦 所谓林毛凤爪啊 来 截取一点智慧 来为大家享受 那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呢 东海有圣人出 此心同 此理同 那么 接下来的 东西南北海 都是用这样的话 此心同 此理同 千百事上 有圣人出 此心同 此理同 千百事下 有圣人出 此心同 此理同 此理同 所以你看他重复在讲这句话 他已经把整个时空 跟 这个 定位啊 都讲出来 时间跟空间都讲出来 有圣人出 什么 什么时间 什么空间 都有圣人出 那这个圣人出 他讲的道理 他所显现的心 都是跟我现在所说的 这句话是一样的 都一定是支持我说的话 所以这是贱信的话 他看到了这个 那个贱信的部分 所以他才那么有自信说 我讲的话 跟圣人讲的话 没有两样 你跟释迦摩尼佛说 他 他从来没有讲过 什么话 没有讲过自己的话 他讲的话呢 都是古佛所说的 一字一句人 从来不曾参加自己的意思 如果有人说他有说法 那就是毁谤佛 这个是我们在金刚经 可以看得到的 孔老夫子说 无数而不作 信而好古 你看他数而不作 意思也是一样 孔老夫子只是将了 古代这些圣 圣王 这些圣者的道理 把它寄述下来 把它传述下去 因为我相信他们的 我现在印证 我现在体悟跟当时圣人体悟也是一样 所以我非常相信 信而好古 好古 我非常喜好 那个古道 古德 那个古人 古人就是老人 我们说啊 不听老人眼啊 吃亏在眼前啊 老人是谁呢 老人就是这些 那这些圣贤 这些菩萨 他们是老人 你不听他们的话 结果呢 自己吃亏了 你看仙佛菩萨 来到我们道场 借窍 开轮 披杀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只不与怪力乱神 那这个不是怪力乱神 没有错 在很多宗派的眼中 一贯道的都是怪力乱神 他讲的这些话 所记录的这些经教 是毫不可信的 尤其是佛教 对一贯道的是 非常的不认同 那因为佛 这个一贯道的势力啊 已经远远超乎佛教世上 那所谓的势力 当然讲 不管是人 不管是地 甚至是说 法财 那个影响力 都是远远超越佛教 那佛教又讲 三教合一 那所以啊 一贯道最受批评的 当然就是在佛教 我们常常讲佛说 常常讲这个佛经说 结果呢 他们证为 我们抄袭 引述 他们的经典 所以你看是 你看如果你是释迦摩一佛 你会认为 别人讲你的话 是错误的吗 他恨不得众生 了解他的话 传述他的话 实践他的话 他怎么会认为说 你讲佛的话 就是错误的 他要开除你 没有这种事情啊 佛不会排斥人啊 何况你要讲 讲他的心理心法 佛高兴都来不及 当然佛菩萨没有高兴 我只是这样形容 佛欢喜人家 讲佛话 做佛事 把圣贤仙佛 也是一样 我们这些仙佛 菩萨来到人世间 借着三财 借着软笔 来跟我们训事 他讲的话了 你认为有受用的 你就把它拿起来做 慢慢去做 好好的去做 做到了你自己 有一个扎根之处 有一个立足点 那么你就是成功了 向山先生这句话 各地方都有圣人诸 此心同此理同 那先佛菩萨 跟他讲的话 也是一样 如果都是见性的人 那没有不需要再讲什么话了 那讲的话都是那些话嘛 所以孔老夫子 跟老子 跟释迦摩尼佛 耶稣基督 摩哈摩德 他们五个人如果坐在一起 那场面就是 都没有话 以没有话来对话 那个是最高境界 没有话到底是什么话呢 玄外之音 世间的人 谁可以听得懂那种玄外之音 那他就有功夫了 同样的我们看这些圣者 所留下来的经典 先佛所批的训文 你能够看到这个训文里面 先佛所表达的那份玄外之音 那你又能够把它实践出来 那这个真的是有功夫了 而且是有功德 六祖卫人讲 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你看 向山先生他讲这句话 此心同此理同 那是见性 见性是功啊 因为他讲的这句话 是见性的话 所以是有功 平等是德 是众生余律平等 也就是说 整个生命是一个共荣底 整个天下宇宙都是同一体的 分内式就是宇宙式 就是平等 所以你现在再也不会把 其他的民族 落后的国家 当做是看不起 这对象了 你不会把你的冤金寨主 看成是你的敌人 你不会把你讨厌的这个同学 同事 或者是同修 你会 你不会把它认为是可恶的对象 你再也不为了 你再也不为了 感谢他 感恩啊 忏悔自己没有那个 包容心 没有那份雅量 没有那份平等心啊 我自己也很忏悔 我受到了这个障碍啊 不管是凡事上 圣事上 所受到的障碍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有些人都不能够讲的 那我知道只能够忍默默承受了 金刚金讲一切法得成于忍 那只能够用忍 暂时用忍 那忍你要如果把它化掉 化掉的方法 就是你要转移念懂 你要把这个恶事啊 变成好事 你要把对待的事呢 变成融合的事情 你要把这种 这个 阻碍你的人 障碍你的人 打击你的人 对他感恩 为他祈祷 这个才是真正的 化解你的灾难 所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 要怎么化解 把心都变成感恩 都变成畅尾 都是变成祈祷 一切呢 为众生着想 这个呢 就是化解全世界的灾难 那么你的德 能够 批印到多少人 这些人就是得到你的批印 这个地方呢 不会有天灾地变 人祸的产生 这个是真实话啦 我这样讲课 我是告诉我自己 各位听众 各位同修 你不要听了 用这种话来咨询我 我做得到吗 我是告诉我自己 我每天用一小时的定功 在这个佛菩萨的教会里面 来叮咛 教戒自己 我做不好 我做不到 可是呢 我不断地在改 不断地在做 我希望呢 正能够为众生好 真正的 能够来度化众生 真正的来负担呢 弥勒了家业 为师尊师母呢 尽一点心力 这个是我的希望 也是我一生的职责 那所以说 向山先生的这些话 用来解释己利利人 那是非常贴切 有这个时间啊 我们也应该 好好地来研究一下 这些宋元学案 宋明 土家 他们的这些道理 那接下来 我用一个历史知名的人物 来介绍我们己利利人 他的一个做法 这个人是谁呢 范仲淹 那范仲淹呢 是一个贤人 他在孔子庙的相仿里面啊 是我们要拜到他的 那范仲淹的德行呢 流传后事啊 影响很大 他在当世啊 影响当时的天下 就非常的大 他留下来的这些文章 留下来的这些典范啊 都可以让我们作为 一个修行人的标准 范仲淹他两岁的时候 父亲就过世了 那父亲过世了 母亲为了生活 只好改嫁 那改嫁之后呢 范仲淹也从 这个季父的姓 姓朱 他年轻的时候啊 当然受到 季父的一个 一个生活环境 的调教啊 他就有 不少的机会可以学习 但是呢 他年少就有不凡的 这种情操啊 一直到他呢 大概 十五岁的时候 他懂事了 他了解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了 这个五轮之道 五常之德 他也渐渐的懂了 懂了之后呢 又清楚 自己的身世的来源 那所以呢 他就跟母亲持别 那母亲怎么会舍得呢 当然不忍他去啊 可是呢 他跟母亲 好好的沟通 他认为呢 他是姓范 不是姓朱 他要做范家的子弟啊 那母亲 没有办法 被他这一番 齿炎 异症啊 感化了 所以就让 就让他走了 就靠了自己啊 刻苦力学啊 当然有一些 亲朋好友的帮助啊 那他呢 在这一方面呢 真的是 这个刻苦自立啊 昼夜不喜 那他觉得自己呢 要效法胜贤 效胜法贤啊 那一直到他 考上科举了 功敏成就了 他在这个国家 也立下了 很好的典范 他遇到了 金王 也是呢 一个很有德性的 国王 皇帝 当时宋朝 是仁宗在位 你看仁宗那个时代啊 出现很多能臣 两臣 忠臣 都出现在这个时代 所以宋朝 虽然呢 表面上呢 国力击弱 可是呢 民心安定 国内呢 几乎说呢 一变祥和的景象 尤其是在 宋仁宗这个时代 那真的是 一个很好的君王 那宋仁宗之后 宋神宗 也算不错 所以宋朝的这种 贫质啊 也就是说 他安排的一面啊 也持续了一段时间 那都是得 得利于 当时的这些 这些 能臣 这些将相 范宗淹是其中之一 你看那个包公 你看那个司马光 这些我们 了解的这些历史上的 名人啊 很多 都是在这个时代 这个狄青 一个大将军 还有一些人 记不太清楚了 总之呢 这个时代出很多能臣了 那放中烟呢 他当时啊 他在一个文章之中 这一篇文章呢 是流民千古的文章 岳阳楼记 哇他里面有张啊 真的是拍案叫好 那他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 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哦 你看这种境界是多么高尚 当然这句话呢 应该是出自于孟子 那孟子说 忧以天下 乐以天下 然后呢 经过他这样 微妙的这个文笔啊 一把它写出来 就变成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哦 真的是 就这样流民千古 那让范中烟流民千古了 其实不是因为这句话 而是因为他真的 做到了 他做到了 又留下这个经典典范 所以呢 让后世的人 更加的贫调他 追念他 甚至呢 连到现在 八百多年了 哦 可能九百多年了 都还有范世的祖先啊 的子孙啊 这个 生活到现在 那听说台湾也有 你看先天下之忧而忧 这句话呢 是多么难的一个境界 能够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 只有佛菩萨 只有圣贤君子啊 那才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们可以预见未来 他们可以知道呢 人继续这样搞下去 一定会发生什么灾难 我们说 贪心 是会发生水灾啊 秤心 会发生火灾啊 那么鱼吃心 吃心 会发生风灾啊 这个是佛告诉我们的 那佛留下来的这些智慧啊 透过儒家 圣贤君子的学习啊 那把这个 这句话给落实了 他叫人呢 不要贪心 不要有抗争的心 哦 不要有这个 这个欺诈偷巧的心 那他不要有这种 这种愚昧的心 他教人这样子 那范仲淹到底是做了哪些事情 他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大略 来举 几件 那范仲淹的一个 他曾经在江南这一带 曾经做过 做过这个 宪雅 宪利 那他在这里呢 他的这个做的地方呢 他都 做的很清贫 很节俭 然后呢 他都趁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当时当然也有经济不景气 人 农民啊 偷售这个田地啊 他就去把这个田地 买下来 那买下来之后呢 只要说有 他的献民啊 没有田耕种的 他就租给他去耕种 租多少 没有收租金 你就是种 你种了多少 你就拿多少 那农民赶他的恩啊 当然种的这些 到古食粮啊 就会拿来这里 县衙里面 来 施舍啊 那么 因为放了田 放出的田地太多了 所以呢 当地的百姓啊 很多人都受到他的照顾 那他自己呢 也开了一间异学 请老师 请这些师资来教导 当地的 这些学子啊 来受教育 读圣人的书 受圣人的教化 后来 因为他要 要开义学 这个人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呢 他就必须呢 要有更大的地 他就请 请人啊 看一下 看一下风水地理哦 要怎么整建 那么呢 这个 风水地理啊 就跟他讲啊 你的要 开设学校的这个地啊 不是 他说 你住了 住了那个房子 那个地啊 地理非常好 如果呢 你在这里继续运作下去啊 你的儿子会做到三公以上 三公就是宰相 会做到宰相这样的一个关节 这个范仲仪一听啊 就想说 我这个地这么好啊 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来我这个地这样读书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宰相 那不是更好吗 他就 那个家 也不要了 都拆掉了 做学堂 把做学堂 让当地的这些学子啊 没有能力学习的 或者是有能力学习的 通通来这里学 没有能力的不收钱 来这里学 用圣贤的教法 圣贤的制度 圣贤的这种行义 来教导他们 当时宋朝的官员呢 受到范仲淹教诲的 很多很多 那么范仲淹呢 他舍弃自己儿子做三公的机会啊 给这些天下的读书人啊 那这个阴德啊 更大了 聘因到他的子孙啊 一直到现在八九百年的 他的子孙 还可以得到他的阴从 得到他的庇护啊 他的子孙都还过得很好 有的人都是修道人 所以他在越洋楼 楼记留了这句话 先天下之悠而悠 后天下之乐而乐 你看他已经看到了整个天下的忧虑 所以他事先做 这个事先的忧虑是什么 你没有人才 没有圣贤君子啊 他就赶快培养圣贤君子 给国家使用 这个国家呢 不断的可以持续下去 所以宋朝呢 文风鼎盛了 虽然国力不很强啊 但是呢 整个宋朝的 人民生活的水准啊 是蛮高的 很多文人都出自在唐朝 唐宋 尤其是宋朝这个这些 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有连带关系的 后天下之乐而乐 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 整到整个天下百姓都能够享受到安居热业的生活了 他自己呢 才愿意过这个安居热业的生活 他跟百姓一起 他没有特别凸显 他在享受快乐 百姓快乐了 我就快乐了 我们现在休闲的标准 整个民众都可以得到 都可以回天 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讲到 道之宋史第十八句的经文 几达达人 我们上次 讲到范仲淹的故事 范仲淹是一个贤者 他真正的做到 几利利人 几达达人 从他的一田 一学 就可以知道 他把整个心思啊 都放在天下众生上 那尤其教化 学子这样的一个课题啊 他特别的 用心啊 所以他把 他们家最好的风水地理 拿来给这些学生读 那 虽然 不一定说 他相信风水 但是呢 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宝地 就不应该自己享用 要拿出来给大家共同享用 所以呢 人家说啊 福地 福人居啊 那范仲淹 为什么会有这块地呢 他也不知道 反正就莫名其妙 他的官邸就是设在那里 那他又想半学 所以他才知道这是一块福地 那可见呢 我们说啊 这个 静随心转 一个人 他的心 的一个慈悲的能量 利人达人的这个能量啊 达到什么地步啊 老天就给他什么样的福报 哦 多大的福报 这完全是靠自己 真诚心的发落 范仲淹 一心为人啊 没有自己 所以呢 他把他的风水保地 奉献给 这个学校 奉献给这些百姓的学子 结果真的 造成北宋年间啊 学子的风气 是很盛的 那么北宋 在整个大环境 这个人格的操守上啊 品德的要求上啊 那北宋也是 也是很好的 比起其他的朝代 那算是 很不错的一个标准 所以当时呢 文人特多 哦 那因为文人特多 那所以呢 一些学术就会很发达 哦 我们看到北宋五子 这些理学家 那就是在 那个时代 产生的 哦 像 这个 苏东坡啊 哦 像 李清照啊 哦 李清照可能还要晚一点 那这 这个 这个 这些 大文学家 历史流敏的 这些人物啊 哦 政治家 哦 韩琪 这个 还有包 包公 你看 都是 出现在这个 人世 这个时代 那所以说 这个 如果每一个人 都是为 整个天下 重生而想 那么 整个大环境 就会改变 哦 所以这些 那些 那些贤人 这些君子 每一个人 都是这样 造成北宋的风气 也是这样子 所以想想 我们今天 要求一个 哦 安居乐业的生活 求一个 没有天灾地变的 生活 那么 我们要 向谁求呢 学学 范重淹的例子 那就是最好了 他曾经说 鱼长求 古人人之心 或一二者 之为何灾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 者 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 者 忧其君 是 禁忧忧 退忧 你看能够写出 这样的文章 那如果没有从一个德性上 那一份真诚的一个流露 那一份一心为己 一心为公 这样的一个胸怀 他没有办法说出这样的话 他的意思是说呢 他要去寻求 古人人 的心 那这个 古人人的心 跟我现在的心 到底还差啊 差啊 差上安理啊 那我为什么 追求不到呢 那如果说 我已经做到了 那其实呢 古人人的心啊 那个忍者的心 圣贤者的心 就是我现在 所要存的心 这是没有差别了 所以他说 何在 没有不同啊 哪一点没有不同呢 不予物喜 不予己悲啊 不畏因 不何来 高兴 不畏因自己 得到悲伤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你不会因为 外在的 这些 事物啊 家住在你的身上 那么你就会 特别高兴 比如说你做官 人家给你送红包 送礼物 那么你会 特别高兴 外在的环境 给你了 十足的供养 你就特别高兴 他说他不会 特别高兴 那他也不会 特别配爱 他居住在 辛苦的环境 居住在了 这个生活条件 非常不足的 的这种 环境上 那他还是一样 甘心自如 自愿过一个 清品的生活 他不会因为这样 而产生 任何的悲伤 你看 这样的一个境界 就有一点像 言回所 所视线的 那个样子 一旦是 一表演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堪其乐 他 言回的乐 就是现在 范仲淹的乐 所以说 范仲淹 真的是 有达到这种圣贤人的标准 如果说当时 他们也有名师 在传道的话 那我相信 范仲淹 也能够成就为一个圣人 他说 如果居庙堂之高 者忧其敏 庙堂就是在 这个殿堂 皇宫 在皇宫里面 做三宫 做租大臣 那么他就忧虑 各地方的百姓 生活怎么样了 他们的 那种农作物 是不是都可以 安然的自掌 各地 士农工商的人 是不是都能够 追求到 他们理想的愿望 这个是优其敏 这真的是 圣贤人的忧心 那圣贤人的忧心 你看跟佛菩萨 没有两样 佛菩萨 虽然说讲 讲超世间的 但是世间 也是需要人家 去照顾 你世间的事情 都处理不了了 如何解决 超世间的事情 所以圣贤人 给我们做一个典范 这个一心为功 没有为自己 没有知识之力 完全的 这个真诚 慈悲 清静 清静 清静平等 那么 这一心为功能够 我們說這個就是菩薩一種同體大悲 一種慈悲喜捨的心 這是范仲淹一個儒家的聖賢給我們做的示範 那他除了做到幾粒利人 他也做到幾達達人 那我們今天的課題放在幾達達人 這個達的意思呢 就有通達殺達的意思 達就是達到那個目標 所以一個人他在這個人世間 除了說他立下他的這個基本處 立下他的一個根本原則之外呢 他還要能夠通達 他不是只有單單地坐在那裡 他必須往外拓展 要自立立他 要正己絕人 這個呢才是一個聖賢人 君子以上的修行 應該有的懷抱 佛家講自決決他 你要幫助眾生覺悟 你要教化眾生 讓眾生呢成就了解 各種事情的真相 那他們呢就不會再繼續造惡 不會再繼續迷惑 那這個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教育這件事情啊 在中國自從漢魯帝以來 一直到清朝 通通沒有偏廢 沒有斷絕過 每一個國王啊 每一個皇帝啊 都知道教學的重要性 所謂建國軍民教學為先啊 建國你要建立這個國家 你要軍民就是說你要主導這些人民啊 你要用教化 你沒有教化的話 他們不懂 所以這個皇帝派這些大臣來教化 派這些讀書人啊 做官來教化百姓 所以稱為父母官 父母官是要解決眾生 這些民眾的生活上的各種問題 你看父母不就是這樣嗎 幫助子弟 幫助他的這個子女啊 解決任何生活上的困難 身心上的疑惑 這個是每一個父母 一不容辭的 那一個父母官呢 當然也是這樣子 所以要做到幾利利人 幾達達人 你現在呢 要更進一步的 不只是說呢 要讓百姓有一個立足點 有一個軌道和遺旋 你還要讓他達到目標 那麼達到目標 又不能夠說 你去違非作膽 去做違法的事情 那這樣也不對 所以呢 你必須呢 死死的去導正他 這個叫幾達達人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 范仲淹 他是用教育 我們說教化 教化的這個言行 來教化百姓 他依據古聖賢的道理 來教化這個人心 我們說 讓他達到目標 就是佛家講的 這個 慈啊 慈悲的慈 慈就是娛樂嘛 就是給他快樂 那他為什麼會快樂呢 因為他達到他的目標了 那悲呢 是拔苦 拔苦就是說 他還生陷在泥沼裡面 他不能夠點天立地 因為他沒有立足點 那麼 幾立立人呢 就是要給他一個立足點 立足點之後呢 還要幫助他呢 能夠呢 趕快達到目標 那就是要幾達達人 所以幾立立人 跟幾達達人 是一體的 是不能夠分開來講的 你看我們 現在整個社會的現象 有很多人 他不曉得 他做了這個事情呢 是錯誤的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麼甚至呢 他們這個家 那 世世代代 都以某一種事 這個事業 做他們的 這個發財的依據 啊 生存的依據啊 所以呢 這些呢 我們沒有辦法 來一時給他們糾正 來一時給他們糾正 你說糾正 那 他也會認為 到底是誰錯 誰對呢 他也想糾正你啊 然後譬如說 我們說台灣最多的現象 就是抽地下水 那抽地下水 人人啊 這些民眾啊 為了自己的方便 超抽地下水 每一個人都在這麼做 所以呢 這個地區呢 整個地層下陷 地層下陷之後呢 就會造成 海水倒灌 那如果下雨 造成水災 這個地層下陷的地方啊 就特別容易 灌水進來 那灌水進來 就會產生 這個地區 生命財產 重大的損失啊 那麼損失之後呢 這些人民 他們呢 並不會想到說 自己的生活 有什麼錯 我們看到的都是 抱怨 批評 要求 那所以沒有辦法 政府必須呢 來計劃這些 整個造地的方式 解決這些人民 他們的一個百年大忌 但是呢 又不能夠說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你必須要有一個 一整系列的 一種運作 跟規劃 那麼這樣的一個 一整系列的規劃當中啊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要教育他們 你要教育百姓啊 你要不斷的跟他們 溝通 讓他們知道 你抽 抽地下水 你不知道 下面的水 一被抽空 什麼地層就下陷 下陷 不是你家下陷喔 是整個地區下陷喔 所以你害到整個 村莊 你這個 這個城鎮啊 都是屬於一個 非常危險的一個範圍 那麼你要教他這些觀念 那麼甚至教他呢 你抽地下水來做養殖漁業 那麼養殖漁業 所以在修道人來講 這個就是殺生的工作 那你殺生的工作 他們累世累代都靠這個 雨來養活他們 那他們不殺 那他們要怎麼過活呢 所以這個是政府沒有辦法做的 這個要靠誰來做呢 靠民間這些宗教團體 這些呢 有修行的人 來告訴他們 你看你養魚 給人家吃 沙來給人家吃 那造成眾生更多的沙葉 那麼你 你是蟲犯啊 那吃的人是煮飯啊 你是蟲犯 所以你們兩個人都有罪 那你一天要賣掉幾條魚啊 哇那可能是數以百計 數以千計啊 那這些生命要向誰去討命啊 有沒有想過這種問題呢 一般人說我會相信因果 好你不相信信因果當然可以 可是呢你就可以不用受因果的報應了嗎 你想想看我不相信交通規則 我就可以不用受交通規則的約束嗎 不可能嗎 所以你不相信因果 因果還是一樣存在 你該得的報應還是會得到 我們說報應我們不要一直把它想壞的 你做好事也會有好報 這個是好的報應 做善事由善的報應 這個都是好的報應 那麼你殺生你抽地下水 危害眾生危害人的生命 所以呢你家 就會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 這個就是一定的道理嘛 那這樣的道理誰清楚呢 沒有人清楚啊 這個世間如果沒有真正修心 變性的人 沒有真正的在道場 落實聖賢指教的人 沒有人會清楚 沒有人會告訴你這件事情 現在的政府官員 我們說的父母官 他不會懂得這種事情 專家學者對因果當然也不太可能相信 那所以今天這種教育的問題 如果沒有這些修道人 來出來推動 來出來弘揚 來出來以身做法的話 那麼他們這些人民 要如何受教育呢 要如何開導他們呢 甚至說開示誤入這種佛的知見 幫助他們離苦得樂 真正的做到自決決他 正己成仁啊 這個才是打的真正的意義啊 所以自己通打了 也要讓別人通打 那有沒有可能說 我自己雖然還沒有通打 可是呢我盡量去幫別人通打 這個呢禮上是講不通的 理上講不通的就是因為 你對於這個道理 你根本還沒有完全清楚 所謂理不出心性啊 事不出因果 你用所有的道理 都在心性的變化之中 我們曾經講過 世間上的變化 沒有比心性的變化還要來得快速 還要來得多樣化 所以能夠掌握心性的人 就能夠定 所謂定靜安慮得 那你要達到得 其實就已經是打的意思了 那得的功夫 你看這中間 靜安慮 這些過程 你還是要親身去經歷啊 那眾生呢 他沒有這樣的一個體諒 看他自己做 好不容易發心 要做到這種 這種改變 改變他目前的 這個求生存的方式 改變他抽出地下水的觀念 殺這些 魚主的生命 這種觀念 他好不容易要改變的 當他去改變的時候 然後呢 發現到說 他以前的習慣 他以前的動作 他以前的認知 通通都是在這種 抽地下水 養殖漁業等等上面 你現在叫他去做什麼 那他現在做了 好 做不起來 他三餐沒著落了 這個家庭妻兒 沒有飯吃啊 生活沒有依靠啊 那你有辦法幫助他嗎 那個通編的過程 是很痛苦的啊 那很痛苦 你必須要經過這一關 沒有經過這一關呢 沒有人可以 跳脫出來 這個事情真的是 下大決心的人 才有辦法 所以真正的修行的人 是在這裡下功夫 他對面不過來 他沒有辦法生我了 他只好又回去做 養殖漁業 繼續殺生 繼續抽地下水 他只能夠這樣啊 過一代算一代嘛 反正我這一代過了 下一代的事情下一代再說 你看都是這樣子 陰形枸杞 每一個人幾乎都是這種觀念 誰有立志說要改變現狀 誰有立志說呢 能夠讓自己立自己答 還要幫別人立別人答 這是一個事情啊 沒有聖賢人 他講不清楚 他做不出來啊 今天我們道之中只想起答達人 那你自己必須答 你要真的做到了 你才有辦法教人啊 你答就是說已經達到目標了 你已經通達了 你可以呢 這個無礙了 無礙了 無礙了就沒障礙喔 沒障礙所以你能不能通達 你沒有障礙了 所以呢 你才可以教別人 怎麼樣可以沒有障礙 喔 所以 教別人沒有障礙 那你必須呢 一點一滴啊 你必須呢 以身作者啊 喔 你要不斷地 在他的這個 生活環境裡面 不斷地出現 不斷地跟他講 不斷地跟他說 不斷地做給他看 這個就是 你看我們的這些聖賢人 喔 我們這些佛菩薩 他不斷地來到人世間 一直在講講講講 講這件事情 喔 教人家 徹徹底底的放下 喔 徹徹底底的看破 這人世間一切呢 都只是一種幻象 都只是一種假象 都只是一種過程 那不是結果 我們希望呢 能夠擁有好的結果 那你現在就要開始努力 你現在不努力 你的結果就沒有好結果 你就不能夠通達 你就不能夠 能夠做到幾達達人 所以 我們看自古以來 先佛 倒裝降世 出現在人世間 那他的記載啊 那他的記載啊 是 這個祖凡不及貝載 你看呢 我最近看那個 耶穌的傳記 那耶穌的出現啊 也是令人非常動容 喔 他用 他用 倒成肉身的方式 來到人世間 他的這個母親啊 未婚生子 那他為什麼會 會懷孕呢 不知道 就是突然呢 天上飛來一個種子 進入他 他的肚子裡面去 然後他就生出來 這奇蹟顯化 奇蹟顯化 但我們儒家不講這個奇蹟顯化 我們講他的精神 你看耶穌的精神 他是一個 這個農夫 的兒子 那甚至呢 他出生之後啊 跟父母親的關係呢 也非常的淺 喔 長大他懂事之後 他就離開父母了 自己去傳道具 那倒成肉身 他就是天 天子 人子啊 天父之子 也就是說 他是 這個神 神聖的代表 神聖的 這個化身啊 神聖的化身 他必須要跟人 是一樣啊 你不能夠變成 一隻狗的樣子 來講經說法吧 喔 你也不可能變成 樹木的樣子啊 所以呢 你要變成人的樣子 那就是呢 道成肉身啊 這個道呢 變化成肉身的樣子 然後呢 講經說法 所以你看 耶穌在講道 他沒有 沒有什麼根據的 講的話 都是自信而漏 而流漏 喔 這個人 看他這個樣子 他需要什麼 他講給他聽 喔 我一強調的就是信 信德啊 相信上帝 喔 相信天父 喔 相信呢 這個 回天堂 這條路 只要信 你就可以得救 所以是信德 那他呢 他呢 又有一些 奇奇顯化的力量 所以呢 很多人就相信他 那麼 聽說 在 他那個時代 只要受過他指點的 那都 可以回天了 那這是 我們道場 能夠 去跟老師 熬遊禮天的人 回來講的 當然他的意思是講 一個名師啊 耶穌基督算是 一代的名師喔 他是 這個基督教的名師啊 這教主啊 喔 在教主的地位當中呢 他是跟釋迦摩依佛 孔好福祉 這些都是同樣的 即使他講的境界 沒有像佛講的境界這麼高 但是呢 那個地方的眾生 那個時候的人民啊 就必須要用這種方式 來讓他們通達 喔 來讓他們知道呢 整個 這個 生命的過程 整個事件的現象 都是 蓄而不死 他們要回去天堂 天堂才是我們的老家 天堂呢 才是真正的 達 達到這個達 喔 那回天之路呢 就是 耶穌基督他講的方法 喔 人家打你 又 又 臉強 你要把手臉強來給他打 喔 人家用一根石頭丟你 你要繼續讓他丟 不要反擊 人家罵你 你也不要 反駁 讓他罵 你要去愛世人 你要對世人 幫助 等等的他的教法 都是勸人為善 他沒有像佛經那樣講 很高深的心性的道理 但是呢 你只要相信去做了 那麼你就可以得救 這些都是在儒家講 一些聖賢人的表率 那麼儒家的這些聖賢人呢 他也是用 道成肉身的方式 變成人的樣子 跟人呢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長 一起奮鬥 甚至比一般的人呢 還要貧苦 那麼他們一生呢 做這樣的示範 就是為了教導眾生 我們有一個 可以規則的地方 可以規則的地方是什麽 這個聖賢人要說清楚 也是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讓他打 我們講止於至善 你看 剛才基督講 天堂 佛家講 這個 回歸法性 一生法界 這些呢 其實啊 雖然 都有他的 說法上的不同 但是呢 那個動作都是同一個 就是 離開這個虛妄的 回到真實 只有這個動作是一樣的 那不管他指的是什麽路 用的是什麽方法 無非就是要教人 擠立立人 擠達達人 那麼我們想一想 我們今天 德育民事一職啊 又逢道大開普渡的時候 如果說 如果說 我們能夠發願 去度視度人 奈天宣化 廣救 那些元胎佛子 那麼這個是 佛家所說的 上聖大法 那麼我們要知道 這個動作的前提 是你已經 可以自渡了 你已經可以自救了 齁 你已經自覺自悟了 自清自盡了 你要自己很 清靜 很明白 你要自己很圓融 你要達到這個境界 所以 你才有資格說你要去 幫助人家 正己成仁 自覺覺他 我們這裏講 其立立人 其達達人 你要有這個境界 所以你要下功夫 你要呢 這個奧樂時鐘啊 不理這個 那這個道理呢 我們都清楚 在道場的道清 對於這些道理啊 可以說是啊 聽道不願其反了 那不願其反是很好啊 但是如果聽道會生反呢 那表示呢 功夫還不到家 對於這個真實的道理啊 聽是沒有辦法幫助你的 聽只是一種引導 你必須呢 真正的下功夫去做 真實的 真實的 將這些 真理大道啊 把它實踐在你的 言行 日常生活之中 你才能夠這個 自立 你才能夠自達嘛 那你要這個立人 又要達人 那你必須呢 再把你的這個力量 發露出來 其實 那個是順勢 只要你幾立了 你一定 會想到要去立人 你幾達了 你一定會想到去達人 這個是聖賢人 佛菩薩 他們的心境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回歸剛才講的 人民的教化 如果說 這些 養殖醫院 或者是說這些 做餐廳的 等等 有違背因果的 有殺生害命的 這些人啊 我們都必須 透過教化的方式 來幫助他們 只有透過教化的方式 他們才能夠真正的覺悟 你說明師傳道給他 但是呢他也不曉得到的寶貴 他也不會修 那你求這個道 完全是沒有意義 他也沒有辦法回天 所以你看佛陀講經說法 四十九年 孔老夫子周遊列國 也有十四年的功夫啊 那孔老夫子講經說法 從三十五歲 一直到 他這個六十九歲 其實是到達七十三歲了 那也是 這個三四十年的功夫 這些聖人所做的 都是 都是古佛 都是古聖在做的事情 所以孔老夫子講我素而不做 孔老夫子說我講的道理不是我講的 你不要說是我講的 你不要說是我講的 因為我沒有創造 我沒有創一些新名詞 我沒有搞一些新的 這個活動 我都是遵照古聖所做的這些事情 來做 所以這個叫素而不做 他說天何元哉 事實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元哉 天根本沒有講話 那天沒有講話 需要靠人來講 靠誰來講 靠聖賢人來講 靠聖賢人 那麼賢人還沒有達到圓滿 所以聖人 他的一個作用 那就更加的 備受需要 所以孔子釋憲 把天地的這種關愛 講給人 知道 教化民眾 教化百姓 看到這個農夫跟他講 做農夫的道理 工人的道理 商人商人的道理 讀書人有讀書人的道理 講這個給他聽 讓這些人呢 從這種聖人的教法之中 得到啟悟 得到開發 得到了通達 這樣呢 他們才能夠 這個痛定是痛啊 他們才能夠 從他們的這種 因尋苟且的習性之中啊 去改變他們的習慣 去把這些妄想 把這些分別 執著各種的煩惱 把他撥匀除霧啊 把這種 這種遮蓋啊 要把他撥出來 見到真正的光明 這個是聖人告訴我們的 那如果沒有沒有 隨時隨地在他旁邊講 這哪有辦法 你看我們這個修行人啊 你說死死處在這種 法樂之中 喔 死死處在這種 定境之中 那也是相當不容易啊 那何況又一般人呢 所以你要不斷地去講 那我們現在 其實 講啊 可以透過高科技的這些產品 來講 當然還是需要人講 也就是說人去跟人對講 這個是還是有需要的 但是呢 人跟人對講 你畢竟有時空上的限制 所以你要利用高科技 你看現在眾生 最喜歡接近的是什麼 最常常接近的是什麼 就手機啊 電腦啊 現在這個電腦輕巧 方便 走到哪裡可以上網到哪裡 那還有這個 電視啊 電視不斷的24小時 在你家出現各式各樣的節目 想一想 如果這些都變成 聖人的教化呢 那這樣的影響力 是不是就可以無遠復屑 所謂的近虛攻騙法界 是不是就可以有這個樣的一個效果 你看我電視打開了 我聽到的就是獎金說法 我需要獎金說法 我需要這些聖人的指導 但是呢我沒有辦法看到聖人 我透過電視 透過電腦網路 透過手機 這個為什麼不行呢 當然可以啊 科技之害 雖然讓人類產生 這種很嚴重的現象 所謂得不償失啊 我們得的 比失的 還要少 真正得了 那個表面看是得 可是呢 卻是傷害我們的自信 最大 你看電視24小時 所播放的這些 這個 這個恩怨情仇 暴力色情 這個 八卦花編 或者是 歐語 或者是說 揶語 調侃 這些知名的人物 電視都是在報這個啊 那電視新聞所報的呢 都是負面的 今天哪裡殺了人 喔 今天又有哪裡 有人跳樓了 有人自殺了 有人發生車禍了 都是在報這個 真正的幾滴力人 幾達達人的事情 一樣也沒有報 所以我們這真的是 很擔心啊 那些 電視 從事人員啊 自以為高尚 可是呢 他們一言一行 都在改變社會 喔 媒體的力量 那個 影響社會 層面之大 是沒有辦法忽視的 喔 但是這些從業人員呢 並不曉得這一層關係 喔 這種另外關係啊 這也是我們今天 需要出來講 也就是說 他們要受教化 受聖賢人的教化 這些媒體人 如果能夠得到 聖賢的一些訊息 把聖賢的一些道理 做在裡面 喔 那還有一點啟發作用 那如果沒有 那影響社會之深 之廣 之大 那都沒有辦法想像 那我以前在做編劇的時候 在寫布袋戲的劇本 那麼布袋戲呢 都是古代的人物 喔 有一些神仙的人物 三教的人物 所以會把一些三教人物的對話 把它寫到劇本裡面 那要適合這個人的身份 適合那一段的這個氣氛啊 我一時都想不出來 所以呢 只好去看訓文 抄仙佛的訓文 來成為布袋戲人物的一個對白 那這種事情 好不好呢 這個事情啊 原則上 跳賊了這個仙佛的智慧 但是仙佛的智慧就是要讓人家知道的 透過這種 這個傳播媒體 娛樂的這樣的一個視訊 然後來教化終身 這也未常不是一個方法 只是說影響的有限 如果說我們今天 能夠真正的做到 這個媒體啊 這個24小時都在講經說法 都在演說這種政治證件 都在傳播這種聖賢人的訊息 啊 那麼這樣的影響啊 也是無緣佛界 也是不可思議啊 現在的台灣 電視台啊 我們所謂的宗教性的電視台 好 能夠 專做這種 講經說法 宣揚這個政治證見 那這樣的媒體呢 這樣的電視台呢 我看起來是只有 華藏衛師 華藏衛星電視台 因為呢 他只播一家之眼 噢 進攻老佛上的話 然後呢 碰段跟碰段之間呢 會插入一點 這個念佛的聲音啊 佛教的音樂啊 欸這個不錯 那麼 那麼所以我跟我太太講 我們今天 不知道教話小孩子 每天晚上回到家 就是看電視 看電視就是暴力射擊 就是恩怨情仇 如果 我們這樣呢 影響小孩子 不曉得多聲援呢 那現在呢 可以選擇性的電視台啊 看來只有華藏衛星電視台 我們現在呢 只有看這種衛星電視台 看金空老和尚的教委 把這種方式啊 不斷的強梳 灌入 這個孩子們的 這個腦海裡面 所以我 我要求 跟我太太商量 只要有小孩子 在的地方 我們就不要看其他的節目 就要看金空老法師的 因為沒有儒家的 沒有儒家的電視台 沒有道場的電視台 你看如果道場有 有心人士啊 能夠發心來做 這樣一個電視台 來宣揚 師尊師母的教法 宣揚一貫大道的話 那這個影響人心之大 那也是 不可思議啊 我們現在道場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看到的是 蓋大廟了很多 真正的在這方面 用心的 不多見 除了 除了去向人家買十段來播出之外 好像也沒有一個專屬的電視台 那麼 我跟我太太這樣講之後 這個小孩子啊 每天晚上就被 這種阿彌陀佛 的那種 搜射 久而久之啊 他也知道阿彌陀佛 他也會念阿彌陀佛 那他聽課聽不懂啊 啊 才四五歲 怎麼聽課聽得懂呢 所以呢 他在聽課的時候 就繼續玩 但是呢 你還不能夠 轉換其他的頻道喔 你一轉換 他就 他就在你叫了 叫什麼 我要看阿彌陀佛 我要看阿彌陀佛 你轉錯了 欸 我就真的說 欸 這還有作用喔 那還不錯喔 至少他可以念阿彌陀佛 那好了 現在呢 上課的時間啊 老法師在講課了 他不聽了 他又在旁邊玩 我們想去看一點其他的節目 你看我們的習性都還沒有辦法改 這樣看一點其他的節目 小孩子不准喔 就是要你看阿彌陀佛 你不看阿彌陀佛 他就叫你叫 叫你亂 那小孩子 我們本來說要叫小孩子 結果呢 小孩子反過來教我們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 父子得利啊 所以呢 我也是好 安心的來看老法師的電視台 聽老法師的經教 在 老法師耳辱目染之下 了解人生的道理 了解這種經文的意義啊 啊 甚至呢 也了解到 整個經 整個這個佛經 他的這個旨意 他的表達 大概有一點清楚了 那他講了一句話 讓我非常受用 那就是一門深入 一門深入了 就要常識熏修 這句話呢讓我非常受用 我知道說修道是必須要這樣子 好 博學多文啊 那個是讓學者專家去做 我們不要博學多文 我們要一門深入 因為我們的根性 沒有像天人這樣的根性 沒有佛無常 聖賢人這樣的根性 我們必須呢 在一個領域裡面呢 不斷的下功夫 不斷的去研究 不斷的去研究 然後 你才可以了解 了解 這個經中的這種奧義 他的指趣是什麼 你就會通了 一經 一切經 一步 所有的步 通通通了 不管是你是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經典 只要你有一本經典你通了 那麼所有的經典你都看得懂了 那從他的一個教話之中啊 讓我了解到 那我也必須來一門深入 那所以 後學呢 後學呢 願意在 官聖帝君的經典 好好地下功夫 那事實上呢 這個在還沒有聽到 老法師的教話之前 我就在到場 講桃園明聖經 也講了很多年 那麼對於 這個官帝的教法 推崇被制 對於官帝的感應啊 也是呢 鳴謝在心 我要感恩報恩 就是呢 要將這個聖人的教法 把它推廣於世間 讓這些聖人的教法 有更多人 能夠知道清楚明白 能夠做出來 你看包括我們現在在講 道之宗旨 道之宗旨完全是儒家人 那現在應運 官聖帝君也是儒家人 雖然道家佛家 也把他們列入他們的神 但是呢 官聖帝君的 祖子 他的宗旨 都不離開儒家 他講的教法 也是以儒家為主 那所以你看 這樣一門深入之後 連小孩子都得到感應了 連大人呢 都受到 好處 得到利益了 現在呢 變成我們想看其他節目 但是 那小孩子想看阿彌陀佛 那晚上的時候 他常常會跟我們講 爸爸我要去阿彌陀佛那裡睡覺 你要不要去 我這個 我這個一聽阿 一去阿彌陀佛那裡睡覺 好啊 那就一起去吧 那一起去怎麼去啊 那他呢 我覺得他可能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但是呢 這無非是一種 先佛的視線 先佛的視線啊 教我們要一門深入 你要在你 你這個修道的領域裡面 要真正做到幾利利人 幾達達人 不管是說你是修 修什麼的 我們今天 既然得到明師一指點 那麼我們修上聖大法 就是呢 幾利利人幾達達人 從心上下功夫 這才是最上聖的修法 如果說我們今天遇到明師在傳法 遇到大道在補度 結果呢 我們失智教備 或者是說我們不願意用功夫 沒有像地道王菩薩這樣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阿 像觀世音菩薩一樣 不度盡天下的眾生阿 我不成佛 附近地獄三二道的眾生 我不成佛 你看這些菩薩都有不成佛的這種大怨 老前人 他也講 我的怨呢 是無始無終 沒有開始 也沒有終了 可見老前人也是一個再來人 他也是抱成肉身 來度化我們這些眾生的 所以老前人 他一生呢 只用白水老人 做他的名字 連做神了 回天了 他也用白水老人 但是呢 被這些後學阿 一直逼阿 一直問阿 逼到沒辦法 只好 到一個聖號 白水聖地 這樣的一個聖號 我覺得他是不得已 道出來的 那白水聖地好阿 那就有一個聖號可以叫了 也安定道場 安定人心阿 那對老前人來講 沒有任何影響 你叫你的我做我的 我的願還是無始無終 我還是要度化重生 我還是要去開旺燦道 打幫助道 所以我們是老前人的後學 我們也要幫著老前人 幫著師尊師母 打幫助道 開旺燦道 我們也要做小技工 到處去弘法 所以後學選擇 用獎金說法的方式來弘法 雖然我很希望 自己 以前能夠 以前希望自己做一個醫生 做一個中醫能夠幫助大家 好 但是沒有緣 只好呢 醫 只好放棄了 醫這個緣而走 那我現在呢 又有一個新的願望 好 希望呢 先佛加持 我們師尊師母加持 然後這個願望 如果能夠實踐 那麼到時候再跟大家講 那我希望我自己 也能夠走向老前人 的修販之路 我們師尊師母的修販之路 來幫助送生 破迷開悟 來幫助送生呢 這個斷樂修燦 最後幫助送生呢 轉帆成聖 大家都能夠回歸禮天 大家都能夠跟著 彌勒佛 我們的彌勒祖師啊 來到這個龍華三會 哦 倒裝醬 再來 再來 悟化送生 再來 普搜 這個九六億元拍佛子 這真是後雪的希望 那後雪用這個光碟 來向大家 來向大家 宣揚真理真道 這個是用高科技的這種方法 來弘法 那麼我希望能夠借著這個 弘法的光碟 也能夠做到一點開荒 中燦道 達到一點 達到一點 達到的一個作用 這個 師尊師母慈悲 老賢人 初天先佛 觀聖帝君 能夠呢 庇佑 讓我們這個春秋學會 有更大的力量 更大的這個 能量 更長遠的 這樣的一個奮鬥 來達到這種 己利利人 己達達人 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呢 明天就要出發到泰國 所以今天小王客 就要準備一切 要北上住宿 跟苗栗的道心 一起在 那麼我們今天的課程 跟上一次的課程 已經中斷了 大概有半個月的時間 那這段期間呢 我們到了泰國的 清邁 還有中國村 羅勇這些地方呢 來弘法 成全道清啊 那泰國的道清呢 他們有一個特點 那就是他們本身 那就是他們本身 就有這種佛的思想 那他們那邊的男生呢 都要去做短期的和尚 所以基本上 對於小成的這種佛法修為啊 都有很一定的認知啊 那這樣呢 我們來講大上的佛法 講這個大道啊 我們就比較好入手 那所以在那邊呢 為什麼大道可以辦得 這麼樣的紅轉 那泰國當地的政府 也非常的肯定 一貫道的道清 我相信這也是跟他們 累劫的上跟福德 有很大的關係 那他們的程度也算很高 所以呢 透過翻譯啊 要來講這種心性的道理啊 後學也是不容易講 出了這個四面啊 才知道說 這個世界的大 以及呢 個人的渺小 那當時呢 後學就想到一句話 龔老夫子他曾經說 無常昼日 不死 無常昼夜 不寢 以思 無意 不如學也 那龔老夫子這句話的意思呢 他就是大概的 翻譯是說呢 他曾經呢 整天呢 不吃飯 整夜的不睡覺 用來做 思考 用來思想 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呢 用來這個殘坐 他說無意 無意就是沒有益處 沒有什麼益處 只是坐在那裡思考 坐在那裡思想 對他的這個生命的進入 沒有什麼益處 所以呢 他說呢 不如學也 不如呢 好好的去學習一件東西 那龔老夫子的學 他就有在這個生命中覺悟的意識 那我們看到龔老夫子 他所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透過道德的實踐 來產發出對於心性的光與熱 那麼他對於生命的那一份認知啊 都是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 所以他這裡說的 不如學也 不如好好的來學習 從學習中來反思 人生的道理 來覺悟生命的這種正義啊 所以 在現在的這個時期 我們稱為末法時期 那這個末法時期的眾生呢 你要教他用這種禪定的方式 或者是說透過這個打坐 到透過密教 透過這種神通 這樣的方式呢 來修行呢 以達到正物啊 這個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現在的人心很散亂 那麼誘惑也很多 喔 天地之間的栽結更多 那麼在這麼樣的混亂的 這樣的一個時代啊 一個人想要在這個紅塵俗世啊 保有那份親近平等真誠的心啊 那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那所以 想到孔老夫子這句話 不如呢我們好好的來學習 你跟候學在於 這個台灣的講課 還自以為呢 自己很有心得 好 不管講什麼課 其實都可以不用準備 好上台呢 自然會講 但是呢到了泰國 才知道自己的膚淺 因為泰國 要講課必須透過番話 那透過番話的這段過程啊 這個思緒啊就被打亂了 一時就沒辦法習慣 而且呢面對了不同樣的民族 這個智慧就沒有辦法開啟 所以呢在泰國的這個紅法課程啊 那是可以說沒有智慧的 好 只能夠用 用自己的知識跟見解 來講述課程 沒有所謂的先佛和靈 跟天地為一體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次 後期的個人覺得 自己呢 還沒有 見識太深 沒有領悟太過深入 下功夫還不夠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表現 那還好這是觀聖帝君加持啊 講到寶寶明聖經啊 畢竟累積了幾年的這種經驗啊 講起來會比較順一點 那麼至於心法的課程啊 後學覺得自己遠遠不如 這個是在這個修學路上啊 在心性的功夫道道上啊 一直呢沒有很深入的去瞭解 所以公老夫子叫我們說 不如學演 你不如好好的來學習 你透過經典 你透過天經 或者是說透過呢 這種文字般若的學習啊 透過這種法會 研究班課程的學習啊 你也許啊 還比這種禪坐反省 密中的這種修煉啊 還要有用一點 那這個是因為呼應了 現在眾生的根器 來說的 所以為什麼說 這個儒家應運 那儒家應運 一定是有它的道理 儒家在講的道理啊 完全都跟人 脫離不了關係 沒有人呢 那這個 這個世間呢是 一切的存在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你跟道之中是 他在講人跟心性的關係 喔 人跟社會的關係 還有人跟自然的關係 這三種關係呢 的重點都放在人身上 那人 從這個天地之中抽離啊 那這個天地也沒有意義了 那所以呢 為什麼 在 新佛林檔的時候 老師 他常常教我們 喔 我們在家庭裡面 有沒有把自己的本分敬好 你夫妻有沒有敬好 夫妻知道 喔 這個父子 有沒有做好父子知道 在公司裡面 喔 你有沒有做好君臣的關係 這些呢 這些呢 都是 現代人 必須重新來學習的課題 喔 有人認為說 這是老掉牙的東西啦 啊 為什麼啊 還要是在學這個呢 喔 大家都想聽深奧的道理 喔 深奧的佛法 但是呢 對於實際的這種 人情的毅力啊 確然 沒有什麼著力處啊 喔 你跟人講話有信用嗎 你對待你事情 這個有真誠嗎 喔 你對待你的這些 老闆 朋友 你有講忠心嗎 等等的 你看這些 這些基礎的道理 是儒家的 基本訴求 那麼其實也是現代人 最主要的 這種做人的標準 那如果說 連這些做人的標準 都沒有達到了 喔 公司要講這種 深奧的這種 道大道 深奧的佛法 或者是說 心理關係啊 這是 有一點 這個不著邊際啊 所以 呼應著今天的課題 己達達人 我們要清楚了解 你想要讓別人 離苦得樂 喔 這個 你想要 讓別人東達 你必須呢 先讓自己東達 喔 也就是說 誤後啟修這句話 在佛 佛教裡面 他講了給我們 這樣的一個訊息啊 對我們修行人來講 不管是哪一家哪一派的 這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 認知啊 你看儒家講正己成仁 只有自己先端正了 才可以成就別人 只有自己脫離痛苦了 你才可以幫別人脫離痛苦 只有自己覺悟耶 你才可以幫別人覺悟 所以我們講到己達達人啊 自己都不達了 那如何讓別人風達呢 那所以 經由這樣的一個訓示啊 就是我們要讓自己 達到這種通達的標準 那通達最終的目的 一定是止於至善 那所以我們剛才講 孔老夫子所說 無意不如學也 不要只光靠想要去追求那種 好高悟遠的心性的道理 你實際上的這種做人的道理啊 你要先去學 從這個生活之中呢 去了解去體悟 然後去驗證 然後這之中呢 你才能夠覺醒 當自己覺醒了之後呢 你才有辦法在你的生活上 你的生命上做任何的改變 那當自己的脾氣毛病被發覺了 你有勇氣去改正它 那這個就是你產生的智慧 你還有這樣的一個能力去幫助別人 那你就是有這樣的人心 所以呢 你就自然有三達德通通具備 三達德的具備 那表示呢 你已經達到這種 己達達人的最低訴求啊 那所以說 己達達人啊 就很像佛家 所謂的這種慈悲的說法 我們說慈就是娛樂嘛 悲就是拔苦 那麼這個慈啊 慈就是有一點我們現在說的 己達這個達的意思 就是給別人快樂 給別人呢 達到那種 這種樂壽的境界 那樂壽的境界當然 佛家所追求的是淨土 極樂淨土 好 這個是他們的這個 最終的樂壽 那麼在儒家來講 就是呢 你要去幫助別人 去通達 讓他了解到 這個世界呢 其實處處都是天堂 好處處呢 都有樂土 那這是儒家的做法 所以己達達人呢 首先我們必須要確認自己 自己已經達到什麼程度了 這個達的定義呢 自己是不是已經做到了 做到的標準 那就是呢 你是不是有這種真存心 你是不是有這個平等心 你是不是有這種覺悟的心呢 你對於世間的這種人情義理的看法 你是不是能夠處在一種很平等的狀態 所以我們說 這個平等做佛啊 那平等做佛啊 才可以說是我們一個最基本的了解 沒有平等心 那麼你沒有辦法看到佛心 你也沒有辦法止於至善 你看什麼是平等 在我的身體裡面 在我的身體上面 耳朵跟眼睛 喔 鼻子跟嘴巴 這都是平等的 那誰最好用呢 誰是第一呢 沒有第一的啊 通通都是第一啊 沒有誰最好啊 大家都最好 那麼在這個身體之中啊 大家都表示表現出那個最好的那個狀態 那就是第一啊 那麼在我們的人世間也是一樣啊 誰是第一呢 那你會說總統是第一啊 這個皇帝是第一啊 那其實未必啦 他們在表面上的這個明文力量上 看起來好像是第一 但是呢 在他們的這個精神領域上啊 他們卻是無比的痛苦 這個也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而且呢 歷史證明也事實如此啊 那所以呢 在這個人世間 皇帝第一 那乞丐也是第一啊 喔 我們這些四農工商 各個都第一啊 那乞丐有差 有差的定位裡面 他可以活得很安然自在的一個生活 那他在現實的環境之中啊 他就是處於一個第一 一種最好的一種角色 喔 四農工商 四農工商也都需要有他的角色 所以呢 各個都是第一 沒有人第二 那麼你看 這個人 動物 跟植物 乃至這些商鵝大地 哪一個是第一呢 沒有第一啊 各個都是第一啊 你看牛 牛第一 羊第一 你怎麼可以說 人類第一呢 喔 人類處處處於第一的狀態啊 那麼他們會反撲 那他們造成的力量啊 就會形成一股很大的殺傷力 所以你看最近 吃牛肉的人多了 那吃牛肉的人多了 就 引發一種叫狂牛症的病症 那所以現在呢 大家人心惶惶 不太敢吃牛肉了 那不幸的人還是這樣吃啊 那這個牛肉一吃多了 它發生突變 它裡面有病菌 會讓人產生很 不可預期的這樣的一個 病態出現 現在也沒有醫藥可以治療 那這些天災地變的行程 也都是這樣子 喔 所以呢 一切法從心想生了 心平等的 一看一切法是平等的 喔 看心的清淨的 看一切世間是清淨的 那所以你要去哪裡看淨土呢 就在此事實地 喔 不需要到彼岸 你在現在這裡就可以看到 美麗的淨土 因為你的心清淨的 你跟每一個人 每一個事物都是清淨的 你的心平等的 每一個人都沒有高效 每一個物種都是平等的 後來你還會發覺到說 原來每一個物種 每一個眾生都是我自己 你跟佛家想 依報所謂的正道在做 那麼我自己呢 喔 我不是這個樂地 我是這個自信 喔 我呢 跟這些商惡大地是一體的 那這些呢 這些商惡大地呢 它是應見我的境界而產生的 所以我會看到他們 我會看到這樣的一個災難結束 通通都是我的心的變現 所以宇宙從哪裡來 宇宙是自己的心產生的 三惡大地哪裡來 三惡大地就是自己的心的變現 喔 吞災地變從哪裡來 吞災地變也是自己的心的變現 從自己的 從自己的內在的這種妄想 煩惱所所產生的 喔 如果說依報隨著正暴轉的話 那麼依報的好壞 就是因為我正暴的好壞所產生的 佛家講心線是變 心能夠顯那個像 可是呢 是呢能夠變化那個像 那麼心裡面還有一個性 性是如如不斗 性跟心是一體的 那麼 當性呢 它是清淨的 它是無染的 那它顯在心上面的這樣的一個像 就是清淨無染 可是呢 心上面還加一個四 四會變化 這個變化呢 就是一念不絕 那這個不絕的現象啊 就產生了無名妄想 所謂塵殺煩惱 見失煩惱跟無名煩惱 產生這些煩惱呢 就讓整個 這個傷惹大地啊 產生了變化 產生了六道輪迴 產生了死法界 那所以呢 要脫離死法界 真正能夠跳出六道輪迴 要做到幾大大人 你必須呢 把你的心 把它清淨 那性既然是清淨的 性就不用清淨了 但是心呢 會受到四的變化 所以呢 你要這種捨視用根呢 根是心 把你的意識 把你的這種 所謂的煩惱 統統把它去除掉 放下 看破 你還有什麼好執著的呢 這個世間什麼是你的 你想想看 你可以舉出一個例子 來說什麼是你的嘛 你留了錢財給子孫 結果呢造成子孫的分裂 子孫的這種 不孝 那麼你留了名聲 也造成子孫後代的 這種聖名之類的 那麼你說身體是我的 身體如果你可以控制 那當然是 可以是你的 問題是身體 你也不能控制 你可以 天天保持 他在18歲的狀態嗎 喔 年輕力勝 然後呢 有朝氣又沒力 你可以天天保持嗎 事件上 大概沒有一個人 能夠做到這樣子 除非是化身的 仙佛菩薩 那麼只要是人 我們就沒有辦法 控制我們的肉體 那麼我們連自己都沒有辦法控制了 我們哪有辦法去控制別人呢 那所以呢 你要放下 你要去控制別人 去管理別人 你要掌控一切的思想 沒有一樣是你的 放下這樣的一個念頭啊 你才能夠正 漸漸的 讓自己的心 達到那個平等的階段 端正自己的心啊 端正自己的心 你所顯示出的像 那才會是正的 喔 清靜的 無染的 那所以 一切看破 一切放下 就能夠通達無礙 所以不能通達 就是因為有阻礙 有阻礙誰造成的呢 阻礙從來沒有在外面 阻礙的原因 從來都是要從裡面去找起 別人沒有阻礙你 只是你自己阻礙自己 別人給你招礙 被你打擊 給你折磨 其實呢 那個都是因緣的聚合 那個因緣 這種因果的現象呢 也是一種短暫的假象 喔 如是因如是果 我們呢 把這種因果了斷了 那我們 也可以坦然面對因果 所以 你跟佛菩薩 成佛了 他還是有因果 但是呢 他所受的因果 跟我們的心態 就完全不一樣 噢 釋迦摩尼佛 成佛之後 有三個月 吃馬麥 沒有東西吃啊 只有吃馬的糧食 那麼他已經成佛了啊 怎麼還會有這種報應呢 這個就是過去生中 他曾經呢 這個 他曾經布施 做布施的時候 沒有 沒有布施 給修行人 他只是顧 只顧自己 那所以呢 造成了 他自己三個月 沒有糧食可以吃 所以佛也會受因果 那麼因果不空的道理啊 其實 那是應該一種相訊的像 造成我們認為 因果一直都存在 其實因果也是空的 因果一直都存在 是因為呢 我們還沒有達到 那種 親近平等的覺醒 還沒有打這種 幾打他們的打 我們沒有止於至善 那沒有止於至善 所以呢 你所看到的境界 就是有高有低 有大有小 有好有壞 是非對錯 這樣的一個 這種相對立的 這種觀念之中啊 那到之中指 要我們打破這種相對立的觀念 你必須呢 讓自己通打 讓別人通打 那麼你才可以的 真正的通打 好 做到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那這樣的一個條件啊 你才能夠成就自己 你看無緣大慈 緣就是一種條件 無緣就是沒有條件 那麼沒有條件的 對於眾生起大悲心 其持愛心 其持愛心 那麼為什麼沒有條件呢 沒有條件的原因是因為 我用右手幫助左手 左手不必跟右手感謝 這是沒有條件的 為什麼不用感謝呢 我都是一體的 我都是一體的 要感謝什麼 我從頭來仰的 右手說一說 不需要感謝啊 我們都是一體的嘛 我的眼睛需要看 我用眼睛來看 我不需要感謝眼睛 我需要吃東西 我不需要感謝這個嘴巴 我們都是一體的 這個都是一體的 不需要感謝 那麼想想 我們跟眾生何場不是一體的呢 如果說 我們是老母的兒女 那麼 老母是本靈 我們是分靈 那麼我們是老母的分靈 那你也是老母的分靈 他也是老母的分靈 大家合起來不就是那個老母嗎 不就是那個本體嗎 那所以呢 我們還在分什麼 沒有分啊 這都同時是那個本體 這是見性的話 可是呢 不一定可以做得到 只有見性的人 才可以講出這種見性的話 但我沒有見性 所以我講的話呢 也沒有通達 我只是學了這個 前顯的話來講 那麼你們如果做到了 你們今天做到 明天就通達 當下做到 當下通達 那麼我不做 我還是照樣六道輪回 那所以呢 我就想到 在這個《絕世真經》裡面 當時後學註解《絕世真經》 那觀聖帝君的感應啊 可以說呢 非常的顯硬 那我曾經呢 在這裡面註解說啊 有病痛的人啊 念《絕世真經》七遍 在佛桌前 供一杯這種供水 我念完之後呢 將這杯供水呢 很恭敬的福效 只要誠心啊 功夫到了 自然就會感應 那結果真的有人這樣做 那他的病真的好了 他回頭來感謝我 可是我自己呢 我也沒有做到 所以做到的人 他成就了 沒有做到的人 繼續淪落 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今天在《絕世真經》裡面 我們跟 仙佛一樣 我們像仙佛所說的話來學習 那麼你真的學習到了 那麼你成就了 好 那你不 那你只是在自見上的見解 你只是在文字般若的了解 你沒有去觀照 你沒有去實證 那麼你的智慧呢 就永遠停留在那裡 那這真是退步的現象 所以呢 當下就要把它扭轉過來 所以有一句话说 这个理不出心性 是不出因果 你跟这个理是因果的关系 都是在这心性的变化之中 道理不出心性 你跟世间所有的一切道理 都是心性的变化 那个性跟心的关系 就有点像我们说 静止 你跟静止 那个静止是如如不动 但是有一个像出来了 有这个像出来之后 这个像所呈现的 也是最真实的原貌 像就是心的呈现 那么心相对于亲近心的呈现 也是最真实的 所以我们说 你看像地中性 我们说理义廉耻 我们说这些德目 通通都是自信的流露 是呢 这个止于自善的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 自信本体的 的一种作法 人世间的很自然的一个行为 但是呢 当加入人的意识之后 加入人的这种 无名妄想烦恼之后呢 那么这些德目里面呢 会产生变化 那这个变化呢 就是在静止里面 所呈现的像 已经不是这个本来的像 而它是一种 经过加工过的 经过这种 掩饰过的这样一个像 那么经过加工掩饰 这个就是是 所以信 心 是 这样的一个变化 同这个镜子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真心流露出来的 无不是做宗作孝 无不是呢 三宗五常 五伦八德 人世间 要达到一种 和平的世界 达到一种和的状态 就是要回归到 自然的生活 自然的生活是什么 就是那个本性的状态 本性的状态 就是三宗五常 五伦八德 在人类的这个秩序啊 你把三宗五常 五伦八德 这个做到灵力尽致 那么你就可以回天教旨 你就可以见到 本来的本性 其实儒家就是这样子 那么 有的人认为说 没有佛家空性的道理 那么你装作儒家的 这种人类当场啊 那是没有办法超生了死的 那这句话呢 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啊 那是不一定正确 如果说 如果说儒家生远的话 儒家应运的话 那么儒家教我们的话 他没有离开过人世界 那么我们心 内在的这个精神 去追求至善圆满 跟佛家所讲的这种心性空击的状态啊 其实是一个道理 但是儒家还强调 你必须把它落实在生活之中 这个落实啊 就比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的宗派 还要更积极 你必须把三刚五常 五轮八德做出来 那么你才能够说 你真正的流露出你的自信 你真正能够有这个 至善的这种表现出来 所以刚才讲 五言大词 同体大悲 这是在人情意理里面做到的 不是说你显现神通 你显现一种特异功能 来帮助众生啊 这完全是错误了 这大家要相当的清楚 当我了解到 我跟众生是平等无二的 他只是显那个像 比如说他是一个一条狗 一条狗的像 那我是人的像 看起来好像不一样 人会认为人比狗高贵 其实呢 人怎么会 怎么觉悟到 他那个性是一样的 我们人有佛性 那这个 三额大地啊 有法性 有其的众生呢 也是有佛性 所以呢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都是老母的 的这种分灵 所以三额大地 跟我是同一个 同一个灵 我合起来不就是这些三额大地吗 那所以了解到这个道理啊 你会真正的感觉到谦卑 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 因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分子 那所以呢 当我能够成就了 我已经通达了 几利利人 几他达人的 那么所有的 世间的众生 跟我一起通达 所以重点在谁 重点在自己 自己没有通达了 什么都不用说 自己通达了 所有的一切众生 就跟着你通达了 那所以我们常常讲 这支笔 笔会成佛吗 如果按照刚才 佛家所说 依报谁的正报传 那么正报是我 我成佛了 这个依报当然就成佛了 所以笔会不会成佛 笔当然会成佛啊 但是重点是 你看到的是笔嘛 你看到的是笔 他不会成佛 你看到的是法性 他会成佛 所以当你呢 证悟到你的佛性的时候 你看到所有的众生 一切都是法性的变现 那个相就是性 所以叫做性相不二 你看到的这个相 没有错 他是有各种不同的相 有六道伦文的相 但是呢 那个性是一啊 性是一 所以呢 你跟他是无畏无比 你成佛了 他就跟你一样成佛 你通达了 他就跟你一样通达 所以呢 整个禁虚功 遍法界 都是我自己啊 没有别人啊 你要想想 没有别人啊 你还以为你在度化众生 你还以为你在成全别人 没有 你都是在成全自己 好 你都是在度化自己 你自己都没有成就了 你不可能去成就别人的 自己都迷迷糊糊了 你还想去度化别人 那是 摸不着灯啊 我们说瞎修行 真也说瞎话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很清楚 所以呢 当我们修行 要了解到 自己内在的那一份 本性本性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原来这个世间是多么慈悲啊 天地是多么的这个仁慈 他为了成就我一个人 他创造这么一个天地 创造这整个三额大地 从来这一切众生来成就我 所以 天地够不够赞备 那么 你自己 还要不要精进 想一想 你还要在迷雾吗 还要在考虑到轮回吗 还不知道回到老家吗 这个就是几大达人 所以达 是通 通的境界 通就是没有障碍 人跟人之间 为什么会产生障碍 会产生隔阂 不理解的 那就是因为没有通 没有常常去沟通 其实呢 当对方的这个 不好的言语视线的时候 对方的一个相似 现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是你的心的对显 你的心 对显出这样的相出来 所以呢 你怪的是自己 不是怪别人 一切反求诸己 不是看别人 怎么都这样对我 别人都怎么样 别人怎么样 都是自己造成的 这个道理要很清楚 所以这个己啊 己达达人这个己啊 一定要认清楚 自己才是真正的那个目标 那么人我不恶 自己通达了 别人通达了 自己成就 别人成就了 这样才叫他圣己成人啊 所以说如果还有我 我最大 我是第一 别人第二 那么这个还是反复 这个还在六道沦为 你还有一点的烦恼 还没有破 那么你还不能够见到 本来的面目 那所以 当你大慈大悲 去帮助众生 去解救众生的时候 你不需要众生感谢你 不需要众生心存感恩的心 你还要众生心存感恩的心 那你是凡夫啊 你要感什么恩呢 右手跟左手抓一抓 这样要感什么恩呢 都是一体的嘛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 你去帮助别人 你去度化别人 都是只是在度化你自己 你不需要别人感恩 这个才是真正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的心神 那么在泰国他们那边 那主要就是念经 主要就是研究这些经典 所以呢 他们还停留在这种 小乘的佛教的思维 对于这种人法两空啊 心性不二的道理啊 对他们来讲还是很深奥 那所以在佛教以前啊 到现在所谓的恶秤圣人 阿罗汉辟之佛 这些圣人啊 他们虽然说已经跳出六道轮回的境界了 但是呢 他们毕竟呢 只是知道我空 我这个是空的 但是不晓得法空 我空是什么道理呢 我知道我不可得 我只是一种 这种虚幻的假合啊 短暂的现象 所以我是空 但是他不晓得法空 法空就是说一切众生 一切的这些事件的现象 也是空的 也是不可值的 我跟法是一体的 人我是一人 所谓收佛一辱啊 众生跟佛是 是一个道理啊 那我们常讲 佛是已经开悟了众生了 众生是还没有成全的佛 那么那个性是一啊 相虽然有二 性是一啊 所以为什么说 理不出心性 这个道理呢 不出心性的变化 心性的变化 如果了解了 所有的这个 世间的理啊 我们就清楚了解 那是不出因果 所有的这个 世间的这些 因缘果报的现象 这些事情啊 都是因果关系 因果呢 产生一个各种 连续的这种相续相啊 让人家觉得说 因果不断的 在演变 因又变成果 果又变成因 那连续不断的在翻滚 就形成了六道沦违 那所以 要跳出六道沦违啊 你要了解到说 原来六道沦违也是假的 那跳出六道沦违的人 在这个四圣法界 那他们呢 比较清楚 自己是在做梦 可是呢 还是在做梦 六道沦违是一场梦 六道沦违的人 的众生啊 不晓得自己在做梦 那么我们在生活之中 不当然在做梦 梦中之梦 知识法界 知道自己在做梦 可是呢 他还没有办法 叫自己不要做梦 真正回归到 一中法界 回归到那种 良知本性的原始状态啊 那个才是 跳出了 所有的束缚啊 梦里明明有六句啊 绝后空空无大千 大千世界在哪里 什么都 都是一场空 什么都没有 良知本性的状态 就是一种虚灵不昧的道道 那这个道理呢 这个道理啊 在人来讲啊 很难据了解 所以哦 毁悟方知啊 只有正面道的人 才能够了解到那种境界 那么我们都寻找这个古圣先贤的话 来讲这些道理啊 无非呢 也是希望呢 透过这些话呢 来自立利人 来挤达达人啊 其实也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说呢 在整个宇宙 这个时空之中啊 我们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 这个孤独的旅行者呢 因为有因缘的聚合 所以呢 产生了一些四向上的变望 那么如果说不了解的人 他会陷入在更深的情子里面 更深的情子 其实就是讲六道轮回 我们在想说天界已经很高了 可是呢 天界还在六道轮回 那么人界呢 虽然是三分道 可是你看人 人的这种执念啊 都那种固执啊 已经是很深了 那如果说呢 在掉落到三个道 那那种烦恼啊 更是挥之不去 你要累劫累次啊 你要到什么 哪一辈子啊 才有办法 闻到佛法 才有办法错误到这种真理 今天如果说 没有明师传道给我们 没有大道在普传 这些真理 我们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即使是说 有这些圣人的经典 记载在这个经训上 记载在这个经典上 可是呢 如果没有人去 讲清楚 说明白 我们还是不懂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呢 看过就 随着而过了 我们不能够去体悟到 他那一份 那一份道理的这种圆满 所以第一啊 道理的理啊 就要越讲越明 而理要慢慢去讲 要讲的气理气机 所以气理就是合乎 这种圣人的旨意 佛的旨意 气机呢 就是符合众生的根性 那么从这两个管道呢 来同时下手 那这样呢 才能够所谓的 吉利利人 吉达达人 那么有的人 道理讲得很好 可是呢 人家不喜欢听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讲的不符合 众生的根性 比如说他讲的太高 举高和广 人家听不懂 听不懂 那就不想听了 那么现在众生的根性啊 你讲太高 人家也不想听 讲太久 人家也不想听 你要气机 气机就是说 呼吁这个众生的需要 你讲到一个 他们达到满意的标准 这样呢 就可以产生效果 而现在众生没有耐性 所以你不能讲太久 讲太久了 他们听不下去了 结果呢 你把精彩的都放在后面 后面没有讲到 那他们没有听到 所以后学 就想到说 以前在讲明圣经 一讲啊 都是要讲两年 那两年呢 虽然明圣经可以讲完 可是呢 众生没有耐性可以听 到了下半段呢 几乎是 应付的来听了 已经没有办法 弃入那个 那个 气机了 所以后学现在 讲明圣经 如果有人还要提醒 来讲明圣经 那就不需要讲那么久 那除非呢 这个 我们摄影棚啊 要录制啊 会详细的讲 了解到众生的根性啊 我们要用各种方法 来帮助众生 解决问题 那我们用这种方式呢 也是适合 要来 帮助众生 解决 他们的这种 生命的困难 所以呢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是可以用各种管道来做 那所以 一个菩萨的修学啊 他是要 做到五眼大慈 同体大悲 他要知道呢 人法两空的道理 从这个人法两空之中啊 去观测到自己所做的 观测到自己 跟所做的 跟对方都是空的状态 所谓三轮体空 没有做善事的我 没有接受善事的人 也没有说做善事这件事情 这是三轮体空 这是真正的己达达人 所以当你在度过众生 当你在呢 成全道心的时候啊 你在做己达达人的功夫 可是呢 你不要心存 你在帮助众生 你不要心想 你在成全别人 你成全的都是自己 没有成全别人 这些众生呢 只是暂时用众生的角色 来让你成全 他们是佛 他们不是众生 真的想 需要成就的只有我啊 我还在弥媚啊 我还在乐到轮回啊 所以 我不是去成全别人啊 我要成就自己啊 所以我们修行 到底有没有尽到功夫了 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深思反省 那尽到功夫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很简单啊 你只要跟你去年的你 比起看你就知道了 那去年的你有没有说 跟现在的你比起来 现在的你有没有比较 烦恼轻一点 智慧涨一点 哦 清净多一点 染污少一点 哦 如果有 那你比去年进步了 那么圣人呢 圣贤人呢 他必须呢 每个月比 哦 每个星期比 甚至呢 每天比 我昨天跟今天 有没有进步 我这个上一分钟 跟下一分钟 有没有改正 死死人都在提升自己 死死人都在改进自己 那这样才算是 学 古老夫子所说的学 我们说学如逆水行舟啊 不进者退 那么学这个道理啊 你要去习惯它 觉悟了之后呢 你要把它生活 变成生活的习惯 所以叫做学习 哦 所以习不是温习 习是要让你做出来 要让你成为一种 你的习惯 所以学之中 你要觉悟 觉悟你才有办法习惯啊 你不落实 在生活上 你学的东西 都只是变成文字波的 只要是知见上的了解 那没有用 那没有办法帮你 跳出轮回 哦 没有办法帮你 止于自善 你一定要了 能够让它落实 你所听到的道理 听到一个道理 就要赶快去做 要得一善而全全福一 好 赶快去落实 一个字 就成就一个字的功德 那么你在这个字 成就圆满了 其实呢 就可以 就通遍了所有的万德 所以 这个法不要学很多 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 法要一门深入 哦 常识熏修啊 你就在这个法上 好好地用功夫 用功夫 用到你灌通 你清楚明了 明了了 了解到这个本体了 那么你一切就豁然灌通了 法教用这五根神指头 你虽然有五个选择 可是呢 你只要从一根下手 用用功夫 用功夫 用到这个最根处了 最根本了 那么你就灌通到所有的全部 所以一门深入是很重要 这个自古圣贤人学习啊 修道啊 罪记啊 旁杂 所以这个 以前 朱熹夫子叫我们博学 审问 圣师 明辩 度行 那么当这个博学 它是叫我们在 各种的法门之中 去了解 什么是 最适合自己的 那么毕竟呢 你自己 一开始并不晓得 自己要走哪一条路 那你可以透过各种的 这种学习啊 了解到 自己的这种 这种上根 自己的姻缘 然后呢 在这个法门 好好地下功夫 所以博学 后学认为 应该是这样来解 那真正的 要修行得利益啊 修行有功夫啊 必须呢 一门深入 必须在这一门上呢 好好地下功夫 比如说 你就学儒家 就在儒家上 好好地下功夫 那么你就可以 通达到 所有的各中各派 你修佛家的也行 修道家的也行 只要你修一家 你不要做通家 你什么都学 什么都会 结果呢 什么都不会 那个什么都会的人 其实 是很让人家忌讳的 毕竟我们现在 所谓的这种通家 全才啊 在这个现今的社会啊 是非常困难 你跟博士 博士来也才学一门课啊 我们说的博 并不是广博 而是经 而是深入 他在这个领域呢 很深入 所以呢 得到博士的学位 那其实呢 他也是一门深入 那他如果没有一门深入了 他没有办法 成就他的学问了 那么世间的学问是这样子 我们生命的学问也是这样子 所以后学呢 劝大家 你一定要呢 要在一个法门 好好地修持 那后学自己啊 所要选择的法门 就是从讲经 教学做起 我要学这个 这个孔老夫子 学孟老夫子 学子师 学这些圣仙人 他们的教学 然后著述力说 透过这个文字般若 来 劝化自己 劝化众生 来 立自己 也是立别人 答自己 也答别人 那所以 我要一门深入 那我很希望 能够在 观赏帝君的经典 尤其是 导演名圣经 爵士圣经 把这些经典呢 好好地深入 那有机会我们 必须呢 把这个 陶宁明圣经 详细地来给他讲一遍 把他录制课程 做一点 这种 做一点 见证 那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把国语的 台语的 各讲一遍 把各讲一遍之后呢 再细细地来分析 其中的道理 其实 陶宁明圣经 已经 光通了 各家各派的 理论思想 在里面 如果能够把 陶宁明圣经呢 那个 下功夫 读通了 那么你也就通了 不但啊 观赏帝君高兴啊 诸天心佛 无不欢喜 那么你自己也成就了 你的九玄 七祖 也成就了 那么你的冤亲债祖 也得到了 他应该有的报场 你成就了 所有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你今天 在听 道之宗旨 几达达人 这句经训 所最重要的题物 只有你自己通达了 别人才会通达 所以 我们觉悟到 人生 是 没有所有权 人生 有所有的 使用权 我们在这个人生呢 在这一段呢 就好好的使用 我们的 这种时空 我们这个肉体 我们这个道场的资源 好好的来下功夫 好好的来修学 让自己的 真正的测误 让自己真正的 明心见性 了解到 这种 自辱的本体 这种虚灵 不昧的道体 那这个才是我们 今生 求的大道 不忘了 来 走这一招的 这一个墓地 那这是真正的 几达达人 所以 孔老夫子 讲这句话 几利益人 几达达人 无非呢 就是要教我们 成就自己 成就自己 就是成就别人 那么 为什么圣贤人 他们都是在 成就别人 因为呢 他们已经在 成就自己了 那自己觉悟人 别人也跟着觉悟了 好 有情无情的众生 都跟着成就了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那觉悟的道理 一定是在 人世间 好 人世间的成就 这些三缸五草 五轮八等的成就 才让我们 有那个扎实的根 你的根是建筑在 你的念经 缠坐的基础上 那这是没有根的 你必须要扎在 你的人伦基础上 那这样才是有根 才是真正的做到 几达达人 这样的一个功夫啊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早安 道之宗旨 讲到 第十九句 晚世界为清品 那么我们必须 先了解 世界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它为什么又 变得不轻 不平了呢 那这个现象啊 在我们之前的 讲课之中 已经 讲了很多论述 那么呢 这个道理啊 必须一遍一遍的说 一再一再的 这个说明啊 这样呢 听的人呢 才会有更深的印象 才会更清楚了解 那虽然我们有讲过 这样的观念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 必须呢 一再一再的 再把它强调出来 加深大家的印象 那会更清楚 整个 这个原文 这种经文的 这种来龙去脉啊 那首先我们讲 世界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佛经 那有一句话说 万法皆空 那万法皆空 其中有一项的 原理原则 它是不空的 所谓的因果不空 那么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啊 那因果是不是 在万法之中呢 其实因果也是 在万法之中 那如果万法皆空的话 那么为什么 说因果不空呢 那我们讲这一句 又跟世界清贫 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必须来讲 所谓万法皆空 那就是呢 本来世界也是空的 世界也是万法之一啊 整个宇宙 整个三个大地 这个都是空的 那怎么变现出来的呢 佛经讲 唯心所现 唯事所变 那我们的心 变现了这样的一个净土 那么净土的好患呢 就依照 人的这个意识 那这个意识呢 储存在我们的八字田中啊 所以呢 叫做阿赖也寺 这个阿赖也是啊 他会分别 会去执着 所以呢 他就变现成 我们现在世界的这个样子 那么每一个众生 所累积的这个 夜阴 这种果报啊 都是真啊 我们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 人 人道在这一道里面啊 他累积同样的 这样的夜洗种子啊 积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看到的 整个世界的现象 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 有这个天空 有大地 有山 有海 有这个植物 有动物 等等这一些的现象啊 都是人的心变事线 所造成的 那世界是这样造成的啊 国家呢 是依照人心 这个物种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是华夏民主 华夏民主的这种生活 他的这个文化 他的语言 等等的条件啊 聚集在一起 所谓人以群分嘛 物以类聚啊 那人呢 依照文化的不同 分别各种的民族 那组成呢 各种国家的不同 那所以你看 我们在春秋战国 那个时代 那是非常多国家的 大国就很多了 小国无数多了 所以这个国家的形成 那都是人 人因为有了生活之后 所变现不同的 整个一个面貌 所以世界 国家乃至社会的形成 都是这样子 那回心所现 回事所变 但是呢 我们这个道志宗旨 他是讲儒家的 这样的一个理论 所以儒家 不讲回心所变 回事所变 那儒家呢 在中国文化里面 他可以说是 很重要的一个主流啊 那这个儒家的思想 其实 跟道家的思想 是一体而两面 我们以前也在 武教圣人之经典 里面强调过 当我们在讲儒的时候 就是在讲道 那在讲道的时候呢 同时也是在讲儒 这个是一体的两面 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 玩世界为清品 要来解释世界的形成啊 那么在一经里面 他把它笼统的解释为 无极而生太极 太极而生两极啊 那无极一栋啊 一栋就会产生太极 太极呢 就分叛成那种两仪的现象 那这个一栋呢 在佛经上讲 就是一面的不绝 这个不绝的现象啊 这个起心的望面啊 分叛之所啊 一个人头就产生了 整个山河大地 整个世界的不同 我们说净土上的不同 那所以有的天人 他所在的净土 那是非常 导演的理想 在人类看起来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净土 可是呢 佛经上要告诉我们 有所谓的这个佛所化现的净土 那这样的净土呢 又更是美好 那所以你看我们的祖师 弥勒祖师 金弓祖师 那他化现一个弥勒净土 让我们呢 可以回到那个净土 然后呢 再继续的修炼 然后呢 再回到我们的原始根本 那之中呢 还有很多的过程 要去经历 所谓的普渡收缘 平收万教 这些过程呢 我们还没有 能够完成 还要继续努力 所以为什么 先佛的愿 都是无始无终 那无始无终的 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心量 已经跟弥勒祖师的心量 弃而在一起了 那所以弥勒祖师 什么时候能够 平收万教 什么时候能够收缘 这个九六亿云太佛子 那他们的愿呢 就是什么时候 那么我们再 把它回来归宿到 世界的起源 当无极一动而生太极 太极而生两仪 两仪 两仪有这个四项 再来是八卦 再来是种种的万事万物 那这些呢 在佛间的理论上讲 这个现象呢 从无极一直到 八八六十四卦的现象 乃至无数卦的现象 它是一时顿现的 也就是说呢 撒那之间就成就出来了 并不是我们现在 历史学家所说的 慢慢的演化 所演化出来的 那么可见科学家跟这个佛 他的认知认解 有一点程度上的不一样 那因为佛这种高超的智慧啊 人类还没有办法了解 那什么叫一时顿现呢 这个用人的智慧啊 很难去理解这种东西啊 那么我们只好 用我们生活上的东西来比喻 比如说我们看电视 我们现在的有线电视 有一百多个频道 那么只要呢 我们打开电视 拿着这个遥控器 随便一按 你可以跑到那个画面上去 比如说你要看新闻台 你要看戏剧台 综艺节目台 或者是说 这个自然动物的国家地理频道 这种电视啊 你一转 这个画面马上就变现了 那之中当然也有设立 设行的 也有暴力的 也有种种 让社会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但是呢也有教化的画面 也有纯教化人心的 也有宗教的画面 那所以呢 当你在选择这个选材器 的一个画面的时候啊 那个就是你的这种 事变 我们刚才讲新线事变 你的意念变现出来了 譬如说你想看新闻台 好 一按下去 新闻台 马上出现 这个马上出现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 一时顿线 那它不是慢慢形成的 而是一下子就形成了 那人的意识呢 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画面产生 那么我们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 那所以世界的形成了 就形成这五花八门了 形形色色的各种物种 各种色相啊 成立在我们的眼前 那么世界呢 从太极到 从无极太极一直到两仪四项 这个呢 这一种过程啊 那就是一种 很自然的形成 你说无极为什么会变成太极呢 无极一动 变成太极 为什么 这个动是为什么 这个动呢 是没有原因的 你看以前我们的 这个书本里面记载 尧顺那个时代 他们的这些人民啊 都非常的善良 所谓呢 路不时宜啊 业不庇护啊 这种的一个世界 是非常的轻品的 那他们这些人呢 来到人世间 完成他们的使命任务之后 然后就回去 回去本来的家乡 回归本来的面貌 那他们呢 在那个时候呢 为什么需要来治理这个世界呢 那么可见呢 这个人的一个 一面的动啊 有太深的这种执着 也就是说 人的动啊 已经是一种 一种很 好像例行性的 这样一个轨迹在走 无极一定会动 而生太极 那太极呢 就会引化成两以四相 这个呢 就是一种自然的道理 那所以啊 先佛要派人来治理世界 这个道理呢 也就是因为 人的这个一念不觉 一直在重复在产生 那世界的形成 也是重复在产生 你看世界本来是没有世界 后来变成有世界了 这个洪荒的世界 一直到这个文明的世界 到现在科技的世界 这些呢 都是在人的变现当中啊 不断地在演 在这种演变的过程 那整个过程呢 都是随着 人心的意念来变现 你看现在人的心的意念 已经进步到这种 科技的时代 如果没有灯光 没有这些电器产品 那么人在今天的生活 可能呢 会过得很痛苦 但是回归到一百年前 那时候呢 还没有灯光 还没有这个 这些电器 科技用品这么发达 人呢 还是在那个环境生活 生活的很自在 那为什么现代人 回到古时候的生活 就不自在了呢 那可惜呢 那个新面 新的事啊 已经不断地在变化 那这不断地变化呢 就产生我们今天 所要探讨的一个主题 就是世界轻贫的一个问题 那世界为什么不轻不贫呢 那么在摇天顺日那个时代 是儒家 也是我们华夏民主 也是所有的修道人 所要 这个努力达成的 这样的一个净土 他那个净土 那不是佛菩萨化现的一个净土 而是呢 从无极太极 一直到两个仪式向 这样呢 变现出来的一个境 一个国度啊 一个文明圈啊 那么当人心有所不觉 他那种不觉的理念 意识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就造成整个世界 它会波动的现象 就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整个 整个世界的层次啊 会越来越混杂 那如果说我们用 仪器来检视我们的这种 脑壞的状态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到说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思念 我们的意念会这么分杂 那么 也可以呢 体现出今天的世界 为什么会这么纷乱 那么世界的分量 就是起源于 人的信念的这种分杂 所以当人心不轻了 我们轻相对于 就是人的这种迷惑 人的一种邪思 人的一种染拙 所以造成了 整个世界不轻了 那么我相信 摇天顺的那个时代啊 人 人人安分守己 那么守着整个国家的 法律制度 还有道德人心 那他们的心呢 是达到一种 比较 清明的状态 那种状态的人啊 他很好教化 所以圣王出现在人间啊 只要一条法令 规章下来 那他就遵守 他只要照着圣人的 的话去做 那他就可以回去 那现在呢 圣人即使出事了 他极力呼吁 也没有办法将 人心导向归正 那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整个混杂的程度 已经越来越 越乱 而且呢 越来越多元 那所以呢 在人心 迷惑 偏邪 以及呢 污染的状况之下呢 已经不轻了 这个地方 已经不是净土了 而是一个 我们说五卓二世 那五卓二世这个名词啊 在佛经就有记载了 所以可见呢 在佛陀那个时代 整个红尘世间啊 就已经成了五卓二世 那所以到现在 三千年来 人心的变化 更加的严重 没有圣人 没有佛在教化 所以呢 在这个末法时代啊 老母不忍心 所以降下霸道 然后呢 来挽救人心 那么这个老母 也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一个处宰者 那他呢 是因应了整个 世间的宰截而降的 也就是说现在世间呢 已经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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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团纷乱了 一团纷乱了 你总是要有人来收拾残局嘛 所以呢 有所谓的有所谓的风神榜 那么现在也是进入一个风神的时代啊 那么把这些呢 这些呢 所谓三妖水怪啊 通通都收 收起来 那各收各的缘啊 所以圣人 收圣人的缘 这些佛弟子 收佛弟子的缘 那当然呢 三妖水怪 收三妖水怪的缘 各收有缘人啊 大家都要疯了嘛 已经要整个疯起来 世界要重新开始了 所以呢 必须呢 这个时候呢 必须有一条很正规的大道 来引导这些善良人士啊 这些有缘的佛子啊 能够呢 回归到他们本来的家乡 那个家乡呢 是属于亲的 亲民的 属于平等的一个净土 所以平 平这个字眼呢 是相对于对待 这种高下 好坏 是非 而做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 说明啊 那平 在净土 是没有所谓的不平等 人人都平等 那么人人平等的 出发点 是基于 整个佛性上的平等 自信上的平等 我们记得 讲过 人人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各个都第一 在各种万物之中 每一个万物都是第一 我们做 用 我们的人生做比喻 耳朵 耳朵在听上是第一 眼睛 眼睛 看是第一 鼻子 纹是第一 那么嘴巴呢 嘴巴是 茶味道 讲话第一 它各有它的第一的功能 所以无可取代 那么在这个第一的 这种观念之下 就产生了所谓平等 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第一 每一个人呢 都是有这样 有它的立足点 那么相对于在我们整个世间的环境 也是这样子 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一个人都放在一个很安然的立足点上 去从事 它的这个人生的义务跟使命 这个就是平等 那它的人生义务跟使命 如果已经完成了 那它就会回归到这种世界的进度 那你会说这个是佛教的观念 但是儒教的观念 也是这样子 那儒教呢 虽然是允许 我们人世间的不平等 但是呢 这个就是人世间的现象 所以不平等 才是真的平等 所谓事上不起等事啊 全凭一点真心啊 那么观众帝君里面的这一段经文啊 给我们做了这个平治啊 最最好的注解 那么世上呢 一定会有各种不平的事情 因为呢 我们这个是相对的世界 红尘俗世 那红尘世间里面呢 一定会有对待 有高的一定有矮的 只要你现那个象啊 那个象呢 就有所谓的分别 那么 谁能够把象 看到性呢 从象看到性 那这个人呢 就是开悟的人 就是圣贤人 信象不恶 那么信象不恶的道理啊 在儒家讲 就是观圣帝君的这句话 世上不起等事 全凭一点真心啊 也就是说 每一个正身 它都存在一个真诚的原点 用这种真诚的原点 才带人处事 那么这样呢 就是产生了一个平等的世界 也就是说虽然 你献的象 有可能是圆人 有可能是 这个观圆 那么你是富贵人 富贵人的象 那我献的是乞丐 我献的是平民象 但是呢 我们里面有一个是平等的 它就是一个真诚的原点 那这个诚呢 是我们自信的流浪 也就是说我们自信的代表 那么这个自信是平等的 我们可以成为圣人 可以成为佛 就是依平的我这个真诚点 那你可以成为圣人 你也可以成为佛 也是依平的 这个跟象没有关系 跟世间的这些 医保啊 是没有关系的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从乞丐身上 看到了他的这个 自信的原点 看到了那一点佛性的话 那么你就能够说到 真正的是性向不二 真正的做到 全平一点真心啊 这一点真心呢 你用 用你的自信 把它流露出来 然后呢 将这个真心呢 付诸在你所看到的人事物身上 那你就做到真正的平等 那所以说我们说 玩世界为亲品 那么这个 玩世界为亲品啊 我们现在呢 不管说 快级变两鱼 两鱼变四项 已经不要去管那个 为什么会成为世界 世界的这个来由啊 我们大概有一点基础 在我们了解 但是呢 我们现在重点 是要放在如何玩 如果将这个亲品 再把它挽回来 现在亲品已经不见了嘛 那么在怎么样的条件下 怎么样的做法下 我才可以 让这个世界挽回亲品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 末法时期 所应该努力的方向 那么国父曾说 他说国者人之鸡 人者心之弃啊 所以国家的自乱啊 西于社会之荣污 人心之正弥啊 那么同他这句话呢 可以了解 国 我们把它说为 是一个整个世界 那国呢 是人所累积而成的 那人呢 又是心之强 人又是一种心得一个容器 也就是说他整个控制权是在心 那整个控制在人的心 所以这个人心上面的一个调整啊 成为玩世界为亲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缩纽 那所以如果玩 玩就是在人心上下功夫 那人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人心怎么会把整个世界搞到这样子乌烟瘴气呢 即使啊 这个我们不是在说现代人 只要是人 从以前到现在 只要是人 都会 慢慢的走向 这种温乱的现象 因为人本来就是在 这种后援对待的世界 所以呢 他一定会有偏心的一面 那么完全放下 完全的这种秉除 这种不平等的现象 这种亲近的状态啊 那除非是 做到这个圣贤人的标准 做到佛附上的标准 那所以呢 圣人 他要透过 这种世间的教化 透过圣人的经教 来教 这种圣贤大道 介绍给百姓 介绍给民众 因为民众 不懂 他们这个亲近平等 的状态啊 跟圣人是没有一样的 他们不懂 那他们不懂了 就要有人去教 那这个教 现在谁在教呢 现在就是透过 经教来教 那么我们已经 没有民师 民师离我们而去 这些大德者 渐渐的离我们而去 那么我们要 依止什么样的 言行 来做为一个标准呢 只有透过 经教 透过经教呢 来做为我们 修身处事的 一个标准 那么经教呢 必须要有人 去推动 那这个推动呢 包括呢 你去实践 包括你去演说 弘扬它 所以我们今天说 道之宗旨 道之宗旨 已经传了 这个二三十年 但是呢 道之宗旨呢 如果没有人去讲 没有人去推动 那么道之宗旨呢 还是没有办法 落实在社会上 每一个角落 你说 玩世界为清贫 那么这个 不清不贫的原理 从何来呢 如果说我们知道 已经人心是引起了 那么人心呢 它为什么会 不清不贫呢 这个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 人这个肉体 需要活着 那活着呢 你需要一个物质 物质就是 所谓的经济条件 那这种经济条件呢 通常会 打乱我们心的亲品 而致使呢 我们为了经济条件 而呢 忘记了 我们是这种 我们是这种 人心的一个原理原则 大家追逐这种经济条件 中国人讲这个叫利 孟子讲的更好 上下交生利 是国为义 上下每一个人 从国国王 一直到平民百姓 都是为了利 而在生活 国王为了想 得到 更多的 国土 更大的 这些 人民啊 来支持他 那么他就成此呢 也怀着利益来 侍奉国王 世隆工商呢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利 而来从事他们的工作 整个国家呢 充满了利啊 那么这个国家 就会败亡 因为利盖满了人心之后 清品的现象就没有了 你怎么能够 没有迷惘 没有邪私呢 没有污染呢 已经是不可能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儒家里面 第一个修身的方法 叫我们格物 处事的方法 叫我们自知 所以格物自知 是整个修学人啊 他一个很重要的 最基础的入门工夫 所以这个世界的清品 就是从这种 格物自知下手 当然上下交争力啊 那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 那尤其是到了现在 21世纪了 这种交争力的现象啊 那已经是普遍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 那人们为了利 可以这个不顾一切 那不顾一切的结果啊 就造成整个社会 一个大动荡 大温乱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的时代乱 世界乱 这个乱的根源啊 就是从 我们的心 要去追求力 而把这种意啊 给放弃掉了 人本来都有的这种公义 这种仁义 这种正义呢 他不要了 他只追求眼前的享受 眼前的利益啊 眼前的利益就形成一个贪字 你看当那个字是不是金贝啊 那就是眼前的利益啊 眼前的利益 他不管了后代 他不管了 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啊 所以当他造下了这些因 二三十年之后呢 要尝受这个果的时候 就痛苦了 那你看我们现在 在台湾就承受了二三十年前 大家呢 不晓得 唯一词清贫的一个心态 那种下了今天的果 大家就要去承受 地震 斗石流 气候异常 整个气候暖化 那现在已经十一月多了 天气还这么热 这会造成呢 整个世间呢 一种大动乱 人心更加浮动 更加不安 这是上向销声力的现象 那么一个利益的 一个源头啊 人放弃的这种平常的道理 做人应该有的这种原理原则 人放弃了 那么应该有的原理原则呢 在儒家告诉我们 就是三纲五常 五伦八德 这些五常之道啊 你不管说你是说哪一个 所有的人常之身 你只要做好一个 那其他的就会跟着做好 所以 左传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人气藏着妖心 人丢弃了这个常理常道啊 那么妖魔鬼怪 就会兴起 是不是看到 我们现在的社会 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说 还有一些有志之士啊 不断的在那里呼吁 不断的在那里推动 在那里强调 整个圣贤人的教化 那么现在的社会啊 真的是不敢想象 世界末日一定会有到来的一天啊 那只是说呢 提前到来还是延后到来 那么我们 接受 圣贤先佛的教化 我们有责任 让这个世界末日延后到来 延后到来的原因是因为 让人民呢 能够受教化更多 在这个更多的 虚喜之中啊 让他能够 开启 他的那个自信的觉知啊 那一份 这个迷惑 那一份邪思 那一份染着 通通禁除掉 然后达到一个真诚的原点 这个就是 万事界为清品 一个主要的做法 那么常 是我们说的常道 常道 在我们的人的生活之中 就是所谓的五轮 当然五轮里面有八德 八德是对内 那么五轮呢 是对外 五轮就是我们人 生活在每一个条件之下 所要面对的一种原理原则 父子有亲 这个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性 这个是五轮 这个是五轮的一个常道 那你不管在哪一轮里面 都具备着这种 八德 的一个操守 具备着这种 五常的一个原则 五常 仁义理智性 八德呢 孝敌忠信 理义廉耻 或者是说 忠孝仁爱 心意和平 所以人 气长 则妖心 这句话 是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警醒 现在呢 五轮之道 没有人在强调 不管是在哪里 在台湾 在中国 大家都为了力 大家都向前看起 那么力呢 这种观念不处的话 我们这些 轮场这道啊 很难去恢复 那么力没有错啊 我们应该有一个 基本上的力 维持我们的生活条件 经济条件 或者是说物质上的条件 这个是作为人 必须要有的 一个生活基础 但是呢 如果说 太过 过于遭遭 或者是说 你放弃 你的原来呢 去追逐力 那么整个 生活就变掉了 整个人生的 就已经扭曲了 那这个 太过的现象 就形成今天 大家这样追 追民逐力 的一个现象 那人心不安 社会动荡 为了眼前的小力啊 他不惜 以身犯险 作奸犯科啊 犯下种种罪行 甚至呢 不惜呢 造下种种因果 也不晓得 自己后来的果报会怎么样 所以呢 一味了去 追逐啊 但是如果细细的 你把它分析下来 如果说我们能够从小就建立这种五轮之道 让这些学龄浅的小孩子就接受到这种五轮的教化 那么是不是呢 人的这个当品 不会 那它就会比较达到一种正常运作的轨道呢 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为什么圣人 佛福祂会硬化在人间 它就是为了让人导向一种正常的生活 回归自然的生活 自然的生活是什么 就是五轮八德 我们说父子有亲 你看父子有亲 这是整个儒家教学的一个原点 我们出生就一定有父母 所以呢 父母跟子女之间有一种亲爱的关系 这种亲爱的关系呢 那个爱呢 是自信的流露 这种爱的范围会扩大 所谓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那这样的爱呢 它会扩大 扩大到整个 这个社会 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 所以呢 每一个 每一个宗教 他们都讲爱 人爱 慈爱 这个博爱 都是在讲爱 那么这个爱呢 跟世间的爱最大的不一样 那就是呢 这个爱没有私心 世间 男女之间的爱 有私心 有私心呢 就会造成占有 就会造成执着 那么占有执着呢 就会形成一种 这种 迷惘 邪思 染污的现象 就是不亲了 你会 把对方看得是 独一无二的 那就是不平了 那不亲不平了 在你的这个身上啊 产生出一个 温暖的现象 那你的磁场呢 就会干扰到 整个环境的磁场 比如说你的家庭 你的公司 你的团队 就会形成一种 混乱的现象 这个混乱的现象 如果扩大 就会形成 整个世界的混乱 所以每一个人 都是世界末日 造成的来源 你没有办法 自身事外 那你不要说 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 其实呢 跟你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呢 一切都是因为你 才造成这个现象 那这个 这种现象呢 很有趣 在西方科学家 有一道叫做 蝴蝶的效应 那这个效应呢 就是有一只蝴蝶 在中国 一只蝴蝶 它拍动了一下翅膀 那个翅膀 这种引起了 风的这种震动 对 就形成一个连锁效应 结果在美国 佛洛里达州 形成一个大风暴 就是这一只蝴蝶 产生出来的 那么 这怎么可能呢 刚才有一只北极熊 它跳到北极海里面 这个北极海 它那个波啊 水波就这样 一直涌一直涌 涌到印度 造成印度的这种 大海啸 你说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 再说天方夜谈 其实不是天方夜谈 如果我们想一想 星星之火可以燎远的话 那么你应该相信 这句话是真的 这个理论是实际存在的 那这个理论说明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每一个整个世界的灾难的产生 都是从一个很维系的范围 很维系的这种原因 所产生的 那这种原因呢 因为累积了这种巨大的能量 然后爆发出来 我们看到了这些灾难的产生 所以今天气候异常 这个已经不是说 一时 或者是说 一个人产生了 它是一种能量的累积啊 是在我们人 每一个人 它在点点滴之中 累积成那个巨大的能量 造成现在整个世界的灾难 所以是谁造成的 是你造成的 是每一个人造成的 所以罪魁祸首 不要怀疑 罪魁祸首就是你 所以呢 要改变世界 要从 你开始 你自己开始改变起 或者是说 从我开始改变起 每一个人 从他自己开始改变起 我们现在科学家 努力的在扭转 整个气候异常的现象 他们发明了很多种方法 如果我们有详细去看过 那个国家被理频道的报导 我们会发现到很有趣 科学家应用科学 所极尽之能事 想要改变 整个气候异常的现象 尤其是减少碳的排放量 但是呢 我们如果说 从整个音障来分析 其实科学家所做的 它的范围很有限 它的范围呢 所能够扭转的现象 没有办法阻止 整个气候异常 或者是说 整个大灾难的发生 还是未发生 如果说我们再从 江本胜博士 他那个水的实验 来说明整个现象的话 会发觉他说 原来每一个物体 它都有法性 这个性的存在 跟我们人 那个自性的存在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他有法性 所以呢 他有见闻觉知 他会听 会看 然后呢 他也会表达 所以当人 对于 这些事物啊 他用一个平等心 来对待他的时候 那么万物所呈现出 你的状态 他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 他会给你一个 很好的一种回报 但是呢 人用不平等的心 对待了 譬如说 糟蹋 这些纸张 糟蹋的食物 糟蹋这些万物 这个万物呢 也是用不平等的心 来对待我们 所以世间 就变成这样子 那如果说万物 也有法性的话 那么我们要尊重 他也会成佛 那这个未来佛 我们现在敲敲他 结果呢 自己受果报 受果报的现象 就是世界末日 所以你看看科学家 他们用 从果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呢 没有解决问题 但是呢 也是有他的好处了 他不断去强调 让人们有所觉醒 那真正的问题呢 要从因上来解 因上解 那就是呢 从人心 他的清品上面 去把它扭转 不要让他再迷惑 不要让他再存歇斯邪念 各种染污的 这种念头 如果每个人 都能够 心存 清品 那整个世界就会改变 那么每一个人 心存清品 这个事实 似乎不太可能 但是呢 他可以 他从江本胜 这个博士 他水的实验 他可以告诉我们 人的心念 可以影响一切 有这个 进中学位的人 那么他呢 做一个实验 他希望呢 南北极的兵 减缓融化 那他用什么方式呢 用念佛的方式 他念观世音菩萨 希望呢 这个观世音菩萨 这个佛号啊 能够阻止 南北极融化的速度 结果呢 在同样的兵中啊 对于有佛 有念佛的 跟没有念佛的 那么这整个速度上就差很多 融化的速度就差很多了 那所以呢 他发生了一个理论啊 也就是说人 如果能够 实际上起这些 善心善念 圣贤古早的心念 来面对这些万事万物的话 那么 万事万物 这些依报的现象啊 他会呢 减缓他的毁坏 也就是说减少 他的一个动乱的现象 那么他 给我们一个好的环境 我们生活在好的环境里面 那么自然呢 就会回馈到我们的身心 我们身心呢 会更加的会觉得珍惜 更加的要去维护他 所以 从心 从这样说起来 一个人 怎能不随时 把持住 他的心念呢 孔子他曾经讲 诗三百 一言以弊之 为之 诗无邪 他说诗经啊 他整理出三百 多条的这样的一个诗诗文 那他都把 把这些民间的歌曲 民间的这个 我们说 我们说 礼语啊 或者是说民间的这种 民谣啊 把他节路出来 把他摘选出来 那他说整个诗经 用一句话来说 就叫诗无邪 思想没有邪念 没有这些邪师邪念 他们思想都很 很純 很强 很平 所以诗经那个时代的人民 他们呢可以处在一种很清平的状态 可以生活 那他们呢有点像摇天顺日 如果说他们能够 这个听受圣人的教化 那他们呢 做完使命 他们的责任之后 他们也可以回去 那么我们现在呢 读了诗经三百 也不可能诗无邪 那么必须怎样呢 必须透过 圣人 佛呼善 不断不断地 来教导他 所谓长期勋修啊 所谓一门深入啊 那你不断地透过这种讲学 透过这种力行 去教化百姓 让百姓呢 真正了解到 一个 本心本性的发落 一种清平的 这样的一个修为 那这样才有办法 来改变整个世界的现象 你跟诗三百 他这个背后的意义啊 他告诉我们 那就是说 人们的这种歌唱 各些民俗 这些民谣 他的出发点是很纯正的 好只用这些出发点 纯正的歌谣 来教化百姓 那么我们现在 也可以用 这些戏剧的方式 也可以用各种 唱歌的方式 用这个 种种方式 来教化百姓 只可惜啊 我们现在 还没有 一家电视台 还没有这种 专门在教化百姓的 这样的一个团队 都把它归属于宗教 其实呢 教化百姓 并不是宗教 它是一种 自然的教化 一种社会的教育 你们要演戏 以前演的都是 忠孝结义 演的呢 都是这些正面的 形象 那这些呢 透过民间的这种戏剧啊 来把它表彰出来 让整个社会的教育啊 更能够得到一种 落实的 这种化育啊 所以以前的戏剧 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戏剧 没有了 这个是非常可惜 当然我们也不期待 现在 现在这样子 但是我们必须 有人去做 也就是说整个戏剧的 倾向啊 除了说 声光效果 除了说整个 这个剧情的带动 我们应该在里面 融入一点 这种 道德伦场 这种社会自然的教育 在里面 当然这个是 必须经过巧思啊 现代的人 你直接跟他讲 伦理道德 他是听不进去的 那么即使是修道人 对于儒家这一套 那他也是 见怪不怪了 所以呢 要把它透过一种 很自然的包装 包装成一个 现代人 可以接受的 一个产品 然后呢 把它发表出来 那这个产品呢 是可以有教化作用的 我想到以前 在学布袋戏的时候 那么透过 这种布袋戏啊 将先佛的讯文 把它发表出来 那布袋戏是古代的人 那么三教九流都有 所以三教九流之间 有一些比较高格上的对话 那这些对话呢 我们是可以从这些对话之中 把它展现出 那个教化的意义 所以呢 我就去抄那些 先佛的讯文 把这个先佛的讯文啊 把它写到剧本里面 那当然啦 一部剧情 这个 一百分钟 假设一百分钟里面 有十分钟这种教育的 教育的这些文词啊 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呢 就已经达到作用了 所以很多人 他看布袋戏 他就可以得到一点 教育上的一个省思 伦理道德的一个反省 他也可以从剧情里面 得到一点 圣人的教化 那么这个也不是一种 戏剧性的效果 但是呢 这个必剧呢 都要有人去做 所以呢 你看 戏剧也有人做 舞蹈也有人做 这个民俗也有人做 音乐也有人做 乃至呢 这个写作也有人做 这些人呢 都要遍布在 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之中 所以一个人怎么搞得起来呢 一个人没有办法 所以孟子说啊 天下逆源之以道啊 你可以想见他所说的道啊 如果 从我们道场现在讲 单单这个谜识一词啊 单单这个谜识一词 是一个 正知正觉上的认知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民事的 这个词啊 需要透过人 的教化 去宣扬他 去推动他 这个人 是先佛所没有办法扮演的 因为先佛呢 他没有办法在每一个 人事物的环节上呢 来出现来教人 那只有谁可以教谁 只有圣人 只有圣贤人 只有这些君子 所以才叫做大德敦化 小德川流嘛 你大德敦化还不够啊 你要有小德川流 小德川流才能够带到每一个 这个街头下 每一户人家 所以你看长江 长江是一个 一条主要的河道 可是长江的那个支流 非常非常的多 有的支流 然后会集成一个巨流 然后呢 就能够润哲百姓 那才是大德跟小德川流 所以我们刚才讲 诗经 然后讲到戏剧 所以想到说 我们每一个生活上 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 圣贤君子 在其中 那各行各业 有君子人物 有圣贤人物在其中啊 那么圣人的教化 就会呢 永恒不衰 这个民事的教法 也会呢 持续的流传下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 没有说 替朵法 没有出家 没有出山洞 这个就是因为 儒家的一个修行 就在每一个生活里面 那生活里面 要有道 道在哪里显现呢 在你的言行居子之中 在父子有亲之中 在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之中 所以我们特别 把这个五轮之道 做一个详细的解说 那其实呢 那只是点到为止 它没有办法说进里面的道理 我们抓出来这种根本的重点 那就是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这样的一个轮場 能够确立出来 父子 父母亲对儿 和你们 是一种慈爱的表现 敬人 父母应该敬了责任 那为了之一呢 对于父母进行孝道 敬儿女应该敬的本分 那么整个轮場就可以贯动起来 而且呢 这些轮場也可以周边起来 你是一个孝子 那么你到了公司 一定也是一个忠诚 你一定也是一个敬职的员工 你在社会上一定也是一个 严美有幸的朋友 你自己的家庭 一定也是一个很圆满的家庭 所以齐家嘛 你看从父子有亲 一直到整个 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呢 这是环环相扣 归节点都是在那个 父子有亲 这个亲爱的部分 所以人 需要爱 大爱 需要这种仁慈的爱 需要这种无伪的爱 这种爱呢 是玩世界为清贫的一个 主要的力量 这个爱的出发点是 因为 没有迷惘 没有污染 没有邪念 你真正的去爱一个众生 你把众生呢 看成像是 把他 把他看到他的本性 看到他的佛性 看到他的法性 那他的佛性 到这种子 我们继续讲到 玩世界为亲平 那我们上次 有提到说 世界的乱源 是人人的 争名逐利 每一个人自私自利 所导致的 整个天下动乱的现象 那么为了真领逐利 会产生 各式各样的邪说 邪见 充斥在整个人世间 那么没有智慧的人 就会被迷惑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是因为迷惑 才来到人世间的 那所以 圣人 佛菩萨 才会降世到人间 来跟大家开导 所以孟子有一句话说 古之学者糟糟 使人糟糟 金之学者昏昏 使人糟糟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古大德 用这种开悟的方法 用明理的方法 错误到整个良知本性 整个人的这种道德全体 那么他用他的错误的经验呢 来教导学子 使他们也走向光明的绝路 这个就是糟糟 所以这个糟是糟然若接 这个糟 那他说呢 金之学者 以其昏昏使人糟糟 金之学者呢 用他迷惑的道理 昏就是昏昧嘛 迷惑了 用他昏昧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啊 让自己昏昏的这个仪行啊 要帮助人家来开明起来 开悟起来 那这个人是完全错误 也就是说 以忙以忙啊 这是不可能的 本身不明了 不可能是人民了 没有迷失的教导 你不可能成为一种开悟的人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孟子讲的这个 古之学者啊 金之学者啊 我们可以发现啊 在孟子那个时代啊 对我们来讲 已经是很古了 两千多年的时代 那么他都还有这种感叹啊 那么两千多年前 在孟子之前的学者 用开明的方法 开悟的方法 迷离的方法来教导学生 那他那个时代的人呢 用这个不迷离的方法 迷惑的方法来教导学生 那所以你看 孟子那个时代 已经是迷惑不堪了 那么何况是 又过了两千多年 到现在二十一世纪啊 那孟子里面呢 提到两种人物啊 是最需要排除的 那就是呢 阳末之谱啊 阳朱跟末子的理论啊 被他称为无腹无君啊 那么无腹无君呢 就是野兽 所以孟子很不客气啊 就直接点出 这些人的思想 就是野兽的思想 把人民呢 引到野兽的 路途啊 也就是说三恶道啊 所以你看在 孟子里里面啊 立不以阳末之说啊 为了排斥这些 异端邪说啊 孟子用了很强烈的 这个字眼 以及很大的篇幅啊 来述说这种现象 他说 四衰到尾 邪说 暴行右坐 臣是其君者有之 指是其父者有之 向往不作 诸侯放智 楚是横一眼 阳朱莫底之眼 迎天下 你看这段 文章啊 是在孟子 童文宫的下篇 那所以呢 阳末之道不喜啊 孔子之道不住啊 也就是说 这些邪说 邪行啊 如果 没有从世间上消失啊 那么圣人 这种圣王的道啊 孔子的道啊 就没有办法 彰显到人世间 那用这样的观念 来说我们现在的 这个二十一世纪啊 如果说 那这些邪说 邪见啊 这些邪思邪行啊 如果没有 能够消失啊 那么 我们这些 圣人的 这种 真理 名师的大道啊 就没有办法图传 大家呢 会认讲为真 以幻作真啊 那这个 这种现象呢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是 比比皆是啊 杨出末底之言 现在已经超越了杨出末底啊 现在各种 邪说都有 所以为什么说 佛陀 曾经在 任言经里面讲过 末法时期啊 邪师说法 如恒可杀 邪师 到底是谁啊 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 如果好好地反省 其实呢 现在的 媒体 现在的报道 现在的新闻 这个呢 都是学说 学见 你看那些报道 八卦的 花边新闻的 或者是说 政治口水的 那些报道 对人的良知本性 有没有作用呢 没有作用 不但没有作用了 而且呢 污染了 我们的政治政见 现在的一个政治人物 带着辣妹出去玩 结果呢 被争相报道 被争相呢 这个 挖掘啊 把他的内幕啊 把他通通的 把他挖出来 最好呢 连他的祖宗八代的 内幕消息啊 通通把他挖出来 这个 新闻人员啊 寂静他的职务之能事啊 把人家的隐私啊 全部都挖出来 那种现象呢 其实就是 邪说邪行 这些人就是邪师啊 所以我们说 邪师说法 如何莫诈啊 那邪师不是一个 老师的样子 而是 各种引导人的 那种理论 跟说法 你看媒体是不是 是引导人 他每天播放的 这些讯息 在强调的 这些画面 不断的充滞在 我们的脑筋啊 我们的 我们的眼的鼻舌 深意 接触到这些东西之后 结果呢 渐渐的就被他养磨掉了 这个是邪说 这个是杨 这个孟子啊 所要立地的 杨末之言 这些原型 如果没有相迷 那么圣王之道 明师之道 是没有办法 谱传在这个世间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 作为一个 培养的修行的 我们更是需要了 要把这些 邪说 邪行啊 要把它排除掉 在彰显我们 这种 明师的教法 先佛的教法 我们不能够再 用昏昏的道理 来帮助人家开悟 以及昏昏 使人糟糟 这是不可能的 用迷惑的道理来教人 一定能使人迷惑 绝对没有办法 说使人开悟的 所以你看 明师才会出高徒 那么 这个明师呢 明师怎么可能会出 高敏的徒弟呢 明师教出来的 这个徒弟啊 一定也是邪师邪见 所以我们 这种道理啊 要认就清楚之后啊 来想到 孟老夫子 他讲的这句话 古之学者 以及昭昭使人昭昭 当然我们 不可会言 古人总是有 这个贵古建金 这样的一个思想 即使到现在呢 都还是这样 那我们修道人 也是这样子 那么毕竟呢 古人 他们的那一份 这个修行啊 他们的道德良知啊 还有他们的那种感召啊 总是呢 比现代人呢 还要少 那他的见解呢 总是比现代人 还要深 因为呢 他的 他所接触到的 这个讯息呢 很少 很少的人 染潮就少 染潮就少了 所以呢 他这种 很自然的 那种自然之道的流露啊 就会比较多 所以古人比较善良 这个是无用会言的 古人要开悟比较容易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那么现代人 开悟的 我们几乎没有听过 不要说看了 连听都没有听过 那么在这些 中派之间 没有开悟的人 那么我们到底要依止谁呢 那谁才是 今天能够挽世界为亲品 的一个主要的方针呢 所以老子 所以这个老师啊 他告诉我们 今天是末法时期 白养时期啊 白养时期儒家收缘 把这句话呢 用对方向那就对了 真正的课题 就是用儒家 为主要的思想 为主要的 这个生活的依据啊 儒家的思想 成为我们今天 玩世界为亲品 最大的一个根据 那儒家思想 他在哪一方面呢 这个 孟子他曾经说 吞降生命啊 挫之君 挫之师啊 那大学又不能一句 坐之亲 所以呢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是现在呢 玩世界为亲品 的主要的做法 那么这个是谁在做呢 是每一个人在做 这个不是民事在做而已哦 也不是老板哦 也不是父母 哦 这个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做到君 亲 师的标准 那么每一个 这个我们就可以带动 这个家庭 带动整个社会 带动整个国家 乃至世界 所以要玩 玩世界为亲品 一定要 要从自己 这种正体成人 开始下手 你才能够 以其糟糟 使人糟糟 那么我们今天 必须要清楚了解 我们本来 就是圣人的原貌 哦 我们本来就是佛 那么今天 为什么我们 我们不能够成为佛 不能够成为圣人呢 那就是因为 我们那个昏昏的 之间太多了 我们迷惘太久了 哦 所以呢 这些业障 累劫的习气 造成我们今天 没有看 没有办法看到 我们的良知本性 没有办法了解到 我跟众生是一体的 这样的一个觉悟 以至于说 其实要做到君亲师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 那所以 你必须先要求自己 你要求自己 要回到本来面目 回到本来面目 不是明师给你的 所以明师并没有传到给你 也不是呢 先佛加持给你 你要想的 这个 求佛 求神啊 这个是表象上的恭敬而已啊 如果说 你内在的那一份 虔诚恭敬的心啊 没有做出来 那么你求的 只是口头的功夫而已 神不会帮助你 先佛也不会加持你 你要知道 你的这个习气毛病 你的这个 邪尸 邪剑 都还处在 你的身心之中 你的八四田中啊 那么即使 那么即使先佛有心要救你 你也会婉拒 你也会不能够接受 所以 所以修学人 今天最大的一个课题 就是呢 你要懂得放下 把一切的 这个 邪师 邪剑啊 不正确的 知见啊 通通都要放下 所以我们还记得 在法华经 佛所出现在人世间 他就是要告诉众生 这件事情 帮助众生 开示误入 佛的知见 所以佛跟众生 是两个相对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众生如果成佛了 就没有所谓的 佛跟众生的差别 但是因为众生 没有办法了解到佛的境界 所以佛必须用佛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样的一个言行啊 来教导众生 所以 放下 放下你的 邪师邪剑 放下你的 贪真之爱 放下你的 这个名为利养 我们要 我们知道说 放下呢 是从内心 真正的 下功夫 不是换对象 你今天把你的 这些外在的工作放下 你专门在到场 服务 可是呢 你在到场服务 还是有没有利养 还是有这些 贪真之爱 那么你只是换个对象而已啊 你并没有真的放下 放下不是要你换 换对象 不是要你换工作 那这个观念呢 我们必须清楚了解 所以呢 有的人认为说 我什么工作都不要做了 我就是专心呢 在到场 为人民服务 为众生服务 佛没有叫你放下你的工作 先佛 明师也没有叫你 必须放弃你现在的工作 他只是要你在你的二六时钟啊 随时保持住你那个觉悟的本体 你这个良知本性啊 你学学 时时呢 要能够知觉 他就在此时此刻 就跟你身心合围一图 所以你身心的这样的一个follow啊 是这种良知本性的 良知本性这个道体的视线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呢 你的良知本性呢 所视线的变成只是了一点点 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主持用事啊 所以身体被了 被这种习气毛病 无欲染着 所牵惨的 以他们做主 所以你的言行都是脾气毛病 而且呢脾气毛病不是发一发就 就了事了 那是越发越多啊 越增越严重啊 越直越厉害 这个是脾气毛病 其实呢 这个就是邪说啊 这个就是邪师说法 如果不是这个邪师啊 我们今天 不会说 用昏昏的道理啊 来使自己昏昏 想要帮助别人 糟糟 这个 我们要仔细的去思索清楚 去思索这个道理 还记得 以前 有一则新闻报导 也震惊整个世界 那就是 非谍会的预言 那这个非谍会呢 是在美国的一个团团 他这个主持人呢 听说也是华人 那他说呢 世界快要毁灭了 但是呢 上帝要救 这个善人 所以呢 加入非谍会的人呢 就有资格 接受上帝的救赎 那他曾经在报上呢 发表一个消息 就是说在1998年 3月31号 上帝呢 将会 派遣非谍 来接引这些人 接到哪里呢 当然就是他所说的禁度 他们说的天堂 那么他在报 这个电视上 新闻媒体上 发布这个消息 这个 大家都很期待 上帝架非谍来救他们 那到了3月31号那天 晚上的指示 一大堆人 都在那里等 等非谍的到来 也等上帝的到来 那当然很多新闻媒体 也要来报道这件事情 所以呢 满山满谷都是人 要来见证这一件 历史的大事 结果呢 我们大概也可以猜想得到 结果呢 上帝没有来 非谍也没有来 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那么人家就问这个主持人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上帝没有来呢 你说的话到底 你能不能做主啊 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就说他 他不晓得为什么上帝没有来 他这个上帝为什么会骗他 所以他打了自己也打了一个问号 所以他打了自己也打了一个问号 结果呢 还要派非谍来接人 我们要知道这个六道里面啊 我们所谓的天人 我们中国人讲神 这些神人啊 他们来到地球 不是做非谍来的 有的人认为说 外星人其实就是 我们所谓的天人 就是这些神 其实这个认知是错误的 因为天人呢 他来去是 不需要做交通工具的 他来去都是用动念的 也就是说他一个念头就可以来 一个念头就可以走 对他而言呢 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这种限制 这个才是天人的一个能力 那如果说还是需要做非谍来的 那个定义啊 在六道里面还是人类啊 那不是天人 也不是神啊 外星人不是神 那我们现在道场 很多道经人还是有这个观念 认为说呢 其实外星人就是一种 我们所有的神 那么他们这个能够来来去去 以光的速度 做非谍 到处遨游宇宙 那如果说 他们是神的话 他们不需要做非谍 这个非谍是人制造的啊 那人制造的给神做 那不是神不如人吗 那这种很奇怪的说法 那么如果神 神要来去 神是那种能量的视线啊 这种能量的视线呢 它可以一下子来一下子去啊 所以以前我们看过这笔记小说啊 在中国很多的 那种神仙显化的事迹啊 神仙就突然出现了 化身成一个人的样子 然后呢帮助你做什么事情 给你什么 然后呢 然后呢又化身 咻一声就不见了 好这个是 我们的笔记小说里面 记载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可见呢 神是一种能量的视线 他不是物质啊 所以非谍是物质 那神怎么可能需要 还需要物质 来到人世间呢 这是第一个存疑点 那第二个存疑点就是说 上帝 怎么会派人来接这些人到天堂呢 我记得耶稣基督 他曾经讲过 人们要进天堂啊 比那个真眼 还要小 那个天堂的门口啊 比真的那个眼 真眼还要小 所以一般人是找不到门口的 那找不到门口的人是谁呢 只有背着十字架的人 能够真心 跟随主 奉献主 然后呢 为主做事的人 这个主是谁 主不是指 耶稣基督那个人 主是我们的两只本性 等到这个道理啊 我们才能够回到究竟的 当然他们那些信徒 可能不会这么想 但是呢 想到孟子这句话 金知学者 以及昏昏死人糟糟啊 现代的这些人啊 这些宗教人士 这些异端学术啊 用他昏昏的 这种理论啊 要使人 踏上净土 使人觉悟 这个是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非谍会呢 给我一个很好的视线 这种视线就是说 自己没有办法 明心见性 没有办法 决重到自己 良知本性的人 那么你是不可以 不可能帮助别人 证见到自己的良知本性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 你要让自己 能够 做之君 亲师 然后呢 来达到 这种 万事皆为亲品的 一个目标 首先呢 你必须学会放下 只有呢 你自己放下 你才能够证得 你那个圆满的 的那种 良知本性 我们原来的那种 清净的面貌 因为呢 这个 一直都存在 都存在 我 之中 一直都存在 那么我呢 用这个 肉体的形象 一直出现在 这个六道人为之中 我不晓得我自己 有这么圆满的良知本性 要说一点 证悟的人告诉我们 先佛菩萨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有 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子 我们回老家的方式 就是只有这一条 那么你只要跟着 圣贤菩萨的脚步 一步一驱啊 你不用特别去发明什么 创造什么 你只要一步一驱 你跟着他的脚步去踩 那么你就会成就了 所以为什么说 佛陀 他曾经在金刚经里面讲到 他没有说过任何一法 如果你有说 这个佛陀有说任何一法 那么你就是半佛 释迦摩尼佛自己 不承认 他有讲过任何法 那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会讲这种话呢 他明明讲了这么多法 留下这么多佛经 他为什么说 他没有说一法呢 人家如果说他有什么法 他就是半佛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道理啊 我们必须了解 释迦摩尼佛 他所说的这些话 他没有自己的法 他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他不是 自己呢 用他自己的意思啊 来告诉众生 这些 这些礼律啊 他都是传述 古佛所说的 古佛怎么说 他就怎么说 所以他完全没有发明 完全没有创新 他都是按照古佛所说的 所以他说他自己没有说过一个法 是因为这些法 人家早就讲过了 他不需要去创新的 这些 所谓佛佛回传本体 古佛跟金佛 他们所讲的道理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呢 都是在讲信德 都是在讲良知本性 那份圆满的 那份亲近的道徒 所以那份圆满亲近啊 你不需要增加 你不需要减少 也不可能增加减少 所以释迦摩尼佛 才说他没有讲过一法 那么同样的在儒家 孔老夫子也讲过类似的话 无数而不作 孔子所讲的 都是古圣 他们所讲的话 古圣他们所讲的道理 我只是传述古圣 他们所留下来这些话 来继续交给众生 所以为什么说 孔老夫子讲这句话 无数而不作 我没有创造 我没有发明什么 我没有留下任何的 什么言论 我都是依许古圣的道理 所传下来的 来交给你们而已 你看佛家主家 同时讲了这样的观念 可以知道说 那么古佛是谁 古圣是谁 那个佛佛回传本体 诗诗密附本心 那个佛 那个诗到底是谁 其实说穿了 就是我们 量智本性的证物 就是那个古佛的道理 古圣的道理 没有两样 你不需要另外再去安装什么 再去加入什么东西 根本没有需要 因为它是最圆满 最具足的 你加入了 你都是化蛇天主 化蛇天主 不是良知本性的原貌 所以 佛跟主 都讲这些观念 那也可以想到 今天我们到场 为什么老前人 他一向不喜欢创新 一向不喜欢标榜 所谓现代人的理念 尤其是他非常反对立案这件事情 倒怎么可以立案呢 你跟释迦摩尼佛在传道 有去跟国王说我要立案吗 古老夫子在传道 有时候要立案吗 从这个古来的这种祖师大德 从来没有说 得到政府的许可 然后呢你才去传道 从来没有 如果有 那已经是变成教了 那不是道了 所以老前人 很反对 一贯道去立案 他的道理 我们必须深思 老前人不想创新 老前人不想加入任何的 个人的知见在里面 因为道呢就是最圆满的 道就是最具足了 如果我们还记得六祖会能开悟的讲的那句话 本质清静 本质具足 本来圆满 然后呢 能生万法 这一切都是道的化现 我们还想在道上面 加件什么东西吗 如果把道变成蠢的样子 那就是上帝的化身 我们怎么可能还要建议上帝什么 希望上帝能够变成什么 这个是邪说邪见 这个不是正法 所以为什么老前人这么反对 但是呢 老前人的反对 也没有办法阻挡那个力量 你看那个 这个力量呢 道变成教的力量 那本是一种 自然的流传 老子说道师而后德 德师而后仁 仁师而后义 义师而后离 你看一层一层失去了 道失去了 结果呢 变成礼法 变成礼教 最后呢 礼教吃人 礼教呢 如果礼教还不能够防守 那就变成了武力 大家诉诸战争 整个天下大乱 所以 我们今天才知道说 为什么老子 他很反对 儒家这一套 事实上呢 他不是反对儒家 他是崇尚自然 儒家刻意的 用这种 人意道德 要把他扭转自然 那么他是反对 这种刻意的现象 但是我们要知道 儒家 发展 到现在两千多年 但是人类的历史呢 可能已经很久很久了 人类呢 这个遵循自然的法则 已经好几万年了 经过考古的这种印证啊 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 有好几万年的历史 可是我们的记载 从遥顺到现在 最多不过五千年而已啊 所以呢 你看 从这个几万年到现在五千年 人类的历史啊 已经渐渐的走向了 这种教化的路途 走到教化的路途 你不得不 按照这些规章制度 按照这些礼法来做 不然呢 整个世界大乱了 所以你要清楚了解 孔老夫子的用心啊 因为人没有办法 有那么高格调的 走向这种清静无畏的路啊 走向民心见性的路啊 已经没有了啊 没有要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只要照着人的本分 好好的来安住你的本位 定住你那个点 那么呢 整个社会呢 依循的一个正常的法则来走 社会还是一样长此久安 国家呢 还是一样得到一个太平的善事 世界是大同的 孔老夫子 要做的就是这个 但是呢 今天我们看到 世界大同的目标 遥不可及 遥不可及的道理呢 是因为 整个家庭 出乱了 家庭夫妻乱了 父子乱了 钢厂乱 伦理乱 整个道德呢 轮上了 所以 小康的世界是指 文武周公 这个以来的这个世界啊 那大同世界是指 遥顺啊 孔老夫子的目标 是先从小康一直到大同 所以他要恢复周文 然后呢 去归向 遥顺的大同 他的理想是这样子 但是呢 即使要恢复周文 你看 在他那个时代 周已经那么难了 那么我们今天 踩着孔老夫子的步伐 我们依着明师的教法 我们要试图 把这种社会的秩序 回到小康的样子 我们要继续回到那个 周文的话域 那种王道的精神 那这样呢 才能够渐进走向大同啊 所以 做到军亲师 是每一个人 不可以或缺 的一个职务 一个思想 那么你要做人家的军 你要做人家的亲 你要做人家的诗 你什么做标准 那就是你要了解 自己的那一份道 那一份圆满 具足亲近的道 就具足在我的身上 那你不先捨出 这些脾气毛病怎么行呢 你看观圣帝君 他给我们做了一个 最好的示范 就是呢 他要追求大一统的 这样的一个 汉朝的天下 他们兄弟呢 桃园三结义 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捨出 捨除啊 各种障碍 这个障碍呢 这个障碍呢 用这个 董卓 黄金贼 吕布 来代表 所以破黄金 诸董卓 吕布弊 这个就是要 破除贪嗔痴啊 这三个人物 代表贪嗔痴啊 我们也可以说 用三个 不好的 不好的那种 言行来代表 但是呢 佛家的这个 贪嗔痴 是不是最好的代表 你要破除贪嗔痴 你才能够走向 平等 亲近 一个大圆满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啊 所以他要宰牛马 教告天地 宰牛马 就是说 自己呢 要去做牛做马 自己 变成那个 牛马的样子 去为众生服务 告诉天地呢 就是比这份良知呢 我要 我今天开始 要为众生做牛做马 我把自己的贪嗔痴 给舍除掉了 所以呢 你看观众帝君 十一年 甲不离生 大无洁净 这个都是为什么 这个都是表法 我们今天呢 开始在修道 也是十一年 甲不离生啊 大无洁净啊 我们要跟自己的敌人 跟自己的这个 脾气盲病 来作战 你要少除自己的贪嗔痴 自己的这些 自私自利的想法 自己想要控制别人 管理别人的那种念头 这些人通通要放下 没有放下这个 没有办法成就 所以放下呢 如果我们一下子 还做不到 我们可以先从 布施做起 布施就是最好的放下 我们到场一入门 就叫你财法装施 就叫你重生侵犯 其实呢 这个就是放下的功夫 三师有所谓的财师 有法师 有无畏师 那财师呢 你把你工作所赚本的薪水 拿出来做布施 你拿十分之一 或拿三分之一 你看世界的回教徒 那回教徒 可以说是最有钱的 你看阿拉伯 阿拉伯人的世界 为什么他们福报这么好 那他们的福报这么好 可以想见了 他们以前做的故事了 已经很多 阿拉伯人 这些回教徒啊 他们把每个月的薪水 一部分奉献给上帝 那么一部分呢 做自己生活之用 累劫累世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阿拉伯人 怎么可能会没有福报呢 福报很大 所以我们不要羡慕 他们那么大的福报 你要反省到自己 自己以前没有做那个因啊 再说福报大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那么我们没有钱 没有钱 我们可以做内财布施 那我们有体力 去做五位施 我们有这些经验 有这些心得 去报告给人家听 我们可以做讲师 你可以去辅导别人 这个呢就是内财的布施 这个要是属于财师 那法师呢 法师你就是用 用言语 用文字 用道场的一切来成全别人 来成就别人的心灵 所以法师呢 以启发良知良人为主 帮助别人能够启发良知良人 这个就是法师 不管你是用什么动作 你只要呢 帮助他来启发良知良人 那么无畏师呢 无畏师 无畏这两个意思啊 就是让中生没有恐惧 没有恐惧的一个布施 没有恐惧的布施 就是你看 微笑 你看关心 你看呢 拥抱 这个呢 都是一种无畏师的表现 所以在现在我们对于 这种无畏师最好的做法 就是呢 吃素 吃素这件事情啊 让这些动物啊 没有恐惧 因为动物呢 他们自己也知道 他们寿命到了 他们自己知道 要被人家吃了 他们有那种意识 那他们会恐惧啊 他们会恐惧 他今天没有能力 抵抗你啊 所以呢 必须被你吃了 但是呢 下一次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就要来报复了 所以呢 你不要让他感到恐惧 不要让他感到恐惧 最好的做法 你就是完全不吃荤 你都是吃素 你跟吃素的道理 从从古时候讲到现在 一直在强调 吃素的好处 吃荤的坏处 但是呢 你看 我们全天下的众生 真正吃素的 跟吃荤的 那人口是不成比例的 哦 在电视节目所报导的这些 美食专题啊 那都是荤的啊 哪有人在报复的啊 如果不是很清楚了解的人啊 会认为说 这个不是时尚啊 这个跟潮流差太多了 那么我们修行不是看时尚 不是看潮流 而是看我们那份智慧 我们有没有那个智慧 可以决资到这件事情 你今天吃了他的 他的肉 半斤 你要还他八两 这个就是因果的道理 为什么现在这个流感 这么样的肆虐 现在H1N1还是继续 冗造在人们的生活之中 那么H1N1呢 以前叫做猪流感 那现在可能大家不敢叫猪流感 退了就把它叫做H1N1 其实呢 这个就是一种病毒 那么病毒呢 如果说 寄附在动物的身上 那他再吃给人 人再把它吃下去 人照样 那么动物的那一份愚痴 动物的那一份执着 会把这个病毒 会把它加剧 加剧人 人 再加上人的贪生失望的 这个迷思啊 又吃了这个动物 啪 结果毒上加毒 你哪有不发病的道理 现在台湾在吵一个话题 就是美国牛肉 可不可以进口 那么美国牛肉呢 有一些内脏的 带骨的肉 限制不能够进口 结果呢 政府跟地方人士啊 在那里看很不小 那么政府呢 是基于美国上的政治压力 那民众呢 是基于说自己的 这个生活品质啊 自己的身心健康啊 所以呢 必须抵制美国牛肉 那美国牛肉到底有什么坏处呢 因为呢 美国的牛肉会引发狂牛症 在美国当地啊 已经有 有不少的案例啊 因为吃了美国牛肉啊 而造成狂牛症的现象 那我会想说 奇怪 牛怎么会发狂啊 这是怎么回事 那牛发狂 那不得了呢 牛那 壮硕无比啊 它那个发狂起来啊 谁还能够抵挡得了啊 你看 那种发狂的牛 的肉 我们把它吃下去 结果呢 那个症状啊 是非常可怕 因为它那个病毒呢 寄附在人的 这个大脑 头脑里面 结果还会影响人的 整个神机系统 你看那个狂牛症的报导 一个狂牛症的人 叫他用手 摸自己的鼻子 是要摸 摸不到 这个是我们 没有办法想象的 怎么会手 摸不到自己的鼻子 就是对不准啊 你怎么摸 就摸不到 这个就是狂牛症 这还是只是一种 一点点的这种症状 如果严重起来 那真的是 不敢想象 那所以说 我喂吃 是最好的 最好的这种 方法就是吃素 你不要再吃动物的肉 你今天少吃一顿动物的肉 就少一顿的肉被杀 少吃一只 至少得一只的生命 被保护起来 那么你说 这些动物都不被人吃 那么动物越来越多 用这种观念的人啊 实在是不可理喻啊 那么我们人越来越多 我们是不是人也应该被动物吃呢 如果用这个理论来讲的话 人应该是最早被吃的啊 因为人 现在人口 已经爆炸了 全球人口啊 大概60亿的人口 每天都在跟大自然争地啊 我们的地球资源 已经被耗劫一空了 碳的排放量 已经超过 整个大自然的负荷能力 空气中弥漫的这种碳的气体 所以呢 整个大气层 就没有办法调节 所以天气越来越热 那天气越来越热 这些南北极的冰 这些冰河就融化了 冰河就是我们水的来源 那水的来源融化了 我们以后就没有水喝了 那海平面上升 那只是一个现象啊 那还不是很严重啊 最严重的是 整个水都没了 那这个 整个因果现象来牵起来 其实就是人 自作自受所产生的 自作自受啊 那么如果到现在 人类没有觉悟 我们都赶快去呼吁 大家呢 赶快回头试案啊 什么回头试案呢 就是放下 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 放下五一六成的三种 放下这些贪生赐爱 的享受 你要开始去做三思 财赐法师无畏师 你要懂得去修丧 你要懂得去 这个与人和乐啊 那么你懂得这些 你开始在做这些的时候呢 你就做到了一个 君亲师的典范 所以我们讲这些事实上 都是连贯在一起的道理 你要达到君亲师 你一定有一个标准嘛 那我们说这个标准呢 就是呢 你做到放下 你做到放下之后 你再来做君亲师 那我们说儒家的这个 五伦八德 你就可以做到 那君呢 就是说你去领导他 领导他走向这个人伦的大道 走向光明的绝路 走向这种康庄之徒 这是君呢 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典范 很好的表率 你才可以领导他嘛 我们说领袖领袖 我们说导游 你看领导一定都是走在最前面的 他走在最前面 然后大家跟着他 他如果走到目标了 大家都已经达到目标了 所以这个领导如果走错了 大家都走错了 所以这个君呢 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君呢 在社会上 不只有老板可以做到 每一个人都要做到 每一个人都要做到君的表率 你是一个员工 你也可以做到君啊 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 好好的做 很用心的做 很圆满的来做 来做到一种典范 一种表率 那么人家呢 就会向你学习 向你效仿 这个呢 就是一种君的表率 那心呢 心就是说 你要用 慈爱的心 用仁爱的心来灌照他 来关怀他 这个世间是一个爱的事情 人跟人之间呢 不能够失去这个爱 那这个爱呢 是 没有私心的 没有私心的叫慈爱 我们说慈悲 叫博爱 叫仁爱 这没有私心的爱 有私心的爱呢 叫情爱 有情在里面 其实有情在里面 这也是一个世间的现象 这个呢 是无可厚非啊 但是你那个情的值啊 不能够太深 你还是只能够在 有限制的欲望里面 所以欲望 我们不能够说 把欲望变成愿望 欲望跟愿望是一个 天跟地的差别啊 那么说 你说我希望能够做老板 做一个科学家 做一个医师 这个是欲望还是愿望呢 那要看你的起心动念呢 你的起心动念 只是呢 一个自我的享受 只是一个理想的达成 只是一个人生 美好的规划 那么呢 那就是你的欲望 愿望呢 愿望是一种怀抱的理想 这种理想呢 是众己成人的 是推起其物的 是这个 终极关怀的 所以呢 当这个愿望你是为了整个社区 为了整个社会 为了整个天下苍生着想 那么你这个呢 你这个欲望呢 才能够说叫做愿望 那我们的愿望呢 不能够下得太小 你成为总统 成为科学家 成为老板 这个愿望都太小了 太小了 那什么愿望才叫大呢 大就是说 你的这个愿望啊 可以无穷无尽的流传下去 这个愿望才叫大 你的精神可以无限制的蔓延开来 这个才是大 所以立下绝志啊 你没有立下绝志啊 你没有办法成就这样的愿望 所以愿望呢 一定是人 要符合你的良知本性的法 要顾及到整个天下生命的利益 所以不求天下命 而求天下 而求这个万世的命 不求一死的利益 而求千秋的利益 就是这么一回事 人觉应有天觉高啊 人觉应有天觉贵啊 所以我们要求天觉 而不是求人觉 那个天觉不是天上的光位哦 天觉是良心本性的正德 你可以回归到 你的本来面目的 那个地位 那个才叫天觉 这是做之清 我们说做之施 那你就是要去教育他 你叫以身作者 好好地来教导他 教导他走向一个 绝路的方法 你要教给他一个方法 你要给他智慧 你不是给他一个生活的资料 今天他肚子饿了 你给他一餐饭 你给他一顿面包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不叫施 你要教他你怎么自己去生活 你怎么要自己去制作面包 你要自己去做种稻穀 你要怎么样可以把它种得好 把它做得出来 这个就是施 所以那个教育的方法 必须呢 是以身作者 你必须自己去做 你要教人家 这个成就 悉圣悉贤 成就这个圣行先佛 你自己都不做了 怎么可能教的人 教得了别人呢 你自己都没有正德了 别人怎么可能正德呢 所以做之施的道理 跟我们刚才讲的 要以其糟糟使人糟糟啊 自己不糟别人不可能糟 只有你自己正德的 这种良知本性的智慧啊 你才能够带着大家 这个穿越这种生死 轮回的大海 你才能够真正做一个 一个亲的表率 师的表率 君的表率 所以做之君亲师 来挽救世界 为一个清平的 这样的一个祥和境界 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上啊 太过空泛 所以呢 我们今天必须强调 先从有志之士 开始做起 有志之士 就是我们这些修学人 修行的人 不管你是修行 什么样的各家各派 你只要有志之士 你就要负起 玩世界为清平的任务 你就要做到君亲师的标准 这个是儒家告诉我们的 这一定是自己先招招 自己招招呢 要让自己招招 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些做法 然后呢 你家导人 走向这种伦理道德 走向这种 这种开悟见性的路 这个都是呢 有他的方法 有他的策利 今天我们很难得见到一个圣贤人 甚至呢 一个君子啊 我们都不容易在社会上看到 可是呢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自己呢 要做这个君子 要做这个圣贤人 自己要做佛菩萨 引化在这个人世间啊 来教化 这个世间的众生 这个世间的百姓 用什么教 用身 用来 身心来教 用言行来教 用行动来教 这个是我们 作为一个 末法时期 白养时期 辱教的修行人 所应该有的这份 责任 跟担当啊 那所以 老前人的愿 是无始无终 我们的愿呢 也希望能够效法老前人 无始无终 希望呢 能够把老前人这个德啊 继续弘扬下去 那老前人做到典范了 我们呢 跟着他的脚步走 希望呢 我们也能够呢 做到这种 大德敦化 小德川流 这样的一个地步啊 来帮助 这个我们的前辈们 我们的这个天恩师德 来普渡众生 来收缘整个世间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大家好 到志宗子 进入到第二十句的经文 化人心为良善 化 就是晚化 就是炫化 就是教化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是用化这个字 教化 我们有一个教化菩萨 那他为什么不说教育呢 因为育啊 他本身是用 有这种物质条件的供给 的意思 所以说养育 那么化呢 有一种 这种 无形力量 的支持 也就是说精神力量的化育 这种文化力量的 这种滋养 内在 智慧的 启发 这样的一个味道 所以化这个字呢 他的定义啊 本身是比喻 还要来得深入一点 所以我这里讲 化人心为良善 那么 人心啊 要把它化 你不可以直接跟它讲 不可以直接用强硬的方式呢 从 恶的地方把它带到散的地方 那这样呢 会起反效果 这样呢 也没有能够达到化的作用 那所以呢 必须用化 化呢 就是慢慢开导 好好的引导 从理念上 从心性上 从意理上 让每一个人 了解到 他这个内在的良知良能 所以呢 圣贤 佛菩萨 他们 住持在这个人世间啊 那可以说呢 无所不用其极啊 只要能够化众生啊 那么 圣贤菩萨 他们可以 做尽一切的牺牲啊 来达到 化人心为良善 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今天 摆养着修士 我们今天呢 也要 这个 扛起 圣贤人 佛菩萨 他们的一个 责任呢 我们本身 是明师之徒 我们受过 先佛 明师的教诲 又得到 大道的熏悉 所以呢 在理论上 我们应该 比别人更清楚 那么修行 功夫上呢 要自己呢 看到 自己的 本来面目 看到那么 良知良能 那这样呢 功夫得利啊 你才有办法 去教化众生 去晚化 去劝化 也就是说 你那个 身心 言行的动作 你必须实践出来 然后呢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真正的去 达到这种 劝化 教化 晚化的目的 所以你看 佛菩萨 圣贤人 他们教化众生 有非常多的方法 狗老夫子 孟老夫子 他们选择 是周游列国的方式 著书立说的方式 然后呢 把众生呢 引导到 圣贤之道 但是你看 官圣帝君 他就不是 选择这种方式 他选择了 以身作者的方式 他投身在 他的这个职位当中啊 他是一个将军的身份 然后呢 用将军的身份 来说法 在他的这个储人 待人处事之中啊 他用 人伦之道 忠义之教 来劝化 这个百姓 劝化 这些众生 所以化人心可以有各种方法 那只要呢 能够帮助他 破迷开悟 帮助他转返 成圣 帮助他断乐修缮 那么这些呢 都是很好的办法 所以法门千万条啊 但是呢 归远无二路啊 尽管上山的路有很多条 达到目标的路啊 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但是呢 归远无二路啊 归远无二路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道路啊 是找到你 那个 人的根源 所谓根源就是 人的那个本来出处啊 找到这个本来出处 那个才是一个 所有的方法的一个重点 所以上山的路 很多条 那个没关系 可是呢 达到的目标是一个 同一个目标 所以啊 我们改 我们说 化人心为良善 这个就是 那个唯一的目标 我们本来的面目 就是良善的 明德 心明 止于是善 那么我们的人 人心本来是至善的 本来是 那个良知良人 发漏 都是 至善的 但是后来 有些人 不清楚 这个人心的变化 认为说 性 也有可能是 偏善 偏恶 那也有可能是恶的 所以有所谓的 性善 性恶 性 不善不恶 偏善偏恶 等等的这些理论 通通出来 那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理论之中啊 真正看到究竟的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孟子 他说人性本善 他看到了 这个 最归远之处 孟子 他直 直 直直 直直回归 我们的 这个良知良能 人性的这个光明面 他是没有善 没有恶 所以至善 这个字眼 他不是说最 最好的善 而是在 没有善 没有恶的 状态之下 儒家 把它称为至善 那么至善呢 在 佛家 你也可能 听到 其他种说法 譬如说 他讲到 心性 他讲到这个 本来面目 如来宝地 这些等等的 这些名词啊 其实都是在讲 同一件事情 那你会说 可是佛家的 讲的境界 比较高 儒家呢 他是事件的 他讲的境界 就没有那么超越 这个 这个道理啊 事实上呢 好像是这样子 其实 并不是这样子 那么 我们知道 佛家 佛把道理 都已经说 说得很圆满 很透彻 但是呢 他的一个 理论根据啊 是出世间的 也就是说 人 只有离开世间 他才可以达到 那个最圆满的旧集 他的依据是这样子 可是呢 儒家完全不讲出世间 可以说来跟佛 是两种 两种这种 理论上的不同 儒家完全是讲 人世间 完全是讲人 所以我们说 道之中子 我们在讲 人跟心性的关系 人跟社会的关系 人跟自然的关系 心性就是说 你要自己怎么样 漂浮你自己的心 让自己呢 能够正极成人 那人跟社会 就是人跟人的关系 我们处在每一个时空之下 都有必须要跟人接触 即使你与世独立啊 你还是要有这些人 你才有办法生活 所以人跟社会的关系 你必须要很清楚 那么人跟自然的关系 就是呢 跟这些三额大地 跟这些天地鬼神 的关系啊 你也要处得很好 天地鬼神 虽然我们看不到 可是呢 它却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也影响了我们的这个修行 那可见呢 我们的关系呢 跟他们呢 也要处得非常好 这个是在讲 这个化人心为良善 如果说我们知道 这个儒家的修行方法 它修到一个最圆满的旧集 止于至善 那么这个止于至善呢 透过这种人伦 透过这种德梦的发落 它就已经是 已经是圆满的一个境界 比如说孝 比如说宗 仁义 这些道理 把它做到一个最极致的圆满 但最极致圆满呢 它就是超越了一种世间的对待 超越了有无的分别 它已经是一个形而上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了 所以形而上的境界 就没有所谓的出世间跟入世间的说法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 行中 孝 仁义 行到 很圆满的境界 那么 这个人呢 就是 一个很圆满的修行人 那他 离开人世间 他同样呢 回到本来面目 所以本来面目 是 各中各派 所要修学的 一个目标 那么儒家 透过 人世间的修为 从这个 两仪 回到太极 从太极呢 又 超越入 无极 那这个修法 在 对人来讲 是一个 比较可以 去依循的方法 这种方法呢 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所以 儒家 为什么呢 他不是宗教 自始以来 就不是宗教 而且呢 从汉朝以来 儒家 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也成为了 这种 政府啊 他提拔 人才的标准 用这个五经 用这些 圣人的教化 来为国家举财 让很多人 会质疑 那为什么不用到家的呢 为什么不用佛家的呢 尤其是 听过很多佛教徒啊 认为说 古时候这样取材方法是非常不公平 佛家的经典 没有一本用到 东方都是用儒家的 所以这个呢 因为不清楚 不了解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质疑 我们要知道 我们人 在这个世间啊 我们必须做人的道理 人的事情 讲人的话 我们不可能做神的事情 做神的这些动作 你把人做好了 你就回归道理 本来面目了 本来面目 你可以把它说成是神 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佛 这些呢 各有各的说法 但是呢 你现在身为神 你必须把人的这种 职责做好 职责 这个人的本分啊 你都做不好 你要做神的部分 做佛的部分 那是非常难 所以 对一个明心见性的人 他所讲的 也是 伦场大道 也不离开人 人文根本 你跟六祖谈亲 他是一个 见性的人 六祖卫能 古今以来啊 可以说是 唯一一位 顿路成佛的人 那么他 在他的经典里面 他也强调 这种 孝 涕 这些 伦场之道 所以他的弟子 有出家的 有 有 在家的 有这些 士拜夫 有 有这些 官员 等等呢 都是他教化的 方向 而且在六祖卫能之后 这个道 已经道降火载 可见呢 整个 修道的趋势啊 那是在 这个人世间啊 才是一个 现在修学 一个主要的力量 也就是说 人人论的修学 成为这个世间的 显学 世间修行的 主要的方法 所以 有听到 佛教的 这些 大德 他们在分析啊 为什么 现在这个修佛的人啊 有真正有 往生的 有成就的 那他们往生的标准 当然就是 死后有瑞相 有看到 阿弥陀佛 来接引 那么 有这些 境界的人啊 很明显的 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 以前的人 出家的 男众 也就是说 我们 平时在讲的 和尚 这个是第一个 和尚出家成就的 那是最多的 我们在讲 以前哦 那尼姑是排第二 那么 以前的女性啊 要修到 就不容易了 何况要能成就呢 所以呢 尼姑的成就 在和尚之后 那再来呢 就是 在家的男众 跟在家的女众 所以在家女众是 排名最后 我们 讲修行 有成就的 以前是这样排 那以前的妇女很苦 哦 而且呢 被佛作为 虎肉子皮啊 本身就很难修行 那所以 修行 又能够成就 那个 真的是 万中难选一啊 七真十算里面的 孙伯二 给我们做了 很好的典范 那是非常的 难能可贵 所以呢 和尚尼姑 在家的男众女众 这样的顺序啊 这个是 必然的现象 那么出家的人 他全心全力 投身在 这种 道场的修为 那所以呢 以前的人啊 这个心比较清静 自主的杂然 比较没有 那么多 哦 所以在 休息的路上啊 自然 就能够看到成果 但是随着整个 天命的流转 哦 这个大道的 这种化育啊 整个天命 已经在 火宅里面 哦 我们知道 佛经的火宅的 定义啊 就是在 在讲 寻常的百姓之家 哦 寻常的百姓之家呢 都必须用灶用火 那所以 每家家户物呢 都要烧火 所以成为火宅啊 当然火宅 有更深的定义啊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和尚尼姑都有更深的定义 我们这里呢 用一般人的这种观念啊 把它大概说出来 那现在的 主 这个 佛教界的 大德啊 发现到说 整个修行 它的一个秩序啊 成就的秩序啊 已经完全颠倒 哦 不像是 我们刚才说的 和尚尼姑为主了 哦 这个 出家的 在佛教修行的 跟入 在家的 在家的 女众 反而成了第一 男众 成了第二 哎 我们就觉得说 奇怪 刚才讲 女众是最难修行的 但是现在 完全改变了 哦 以前是天地 天地 皮的 卦 哦 天在地上面 现在呢 是地天 太的 卦 地在天上面 哦 阴雅完全颠倒了 那地天 太呢 地天 太 太是一个好 卦 那皮是不好的卦 所以皮呢 是 皮的卦 可能就是有 哦 一氧独盛的 的味道 那地天太呢 有所谓的 阴氧和和的味道 所以女生 翻转过来 现在女性呢 也可以去 创业 也可以去做官 哦 也可以拥有 很好的名声 女性的地位呢 现在呢 有时候呢 是超越男性很多 哦 我们看到职场里面 女性的 这个主管 越来越多 在公司行号里面 女性的 这个老板 也越来越多 在做官的官员里面 也是如此 这个都是一种 天韵 哦 所谓女人出头了 但是呢 我们要 我们现在说这个现象啊 我们没有在 评论什么 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 说出来 刚才讲到修行 那么现在呢 在家修行的女众 成就是第一 再来是男众 哦 再来是尼姑 再来是和尚 所以和尚变成修行 最没有成就的 最没有成就的 的一个族群啊 那你会说 奇怪 怎么会这样呢 你看我们现在 出家的这些修行人 我们专指佛教的和尚尼姑 那么他们真正往生 有往生 有得瑞相 哦 或者是说 有特殊的显化了 很少 反而很少 反而在家的这个男众 女众啊 听到了很多 但是说可见呢 整个道运 其实已经落在这个民间 那落在这个寻常的百姓之下 那么修行也不是在 这个庙宇佛堂里面 哦 修行就在你的岗位上 就在你的生活之中啊 所以 你看现在在佛教里面 我们看得到 真正往生未相的 女众是最多 再来是难中 哦 尼姑和尚 这样一须排下来 那这个说明一种现象 除了说到降火宅之外 也就是说整个修行的 这个立足点 你还是必须放在人轮上面 哦 以前的 我们说红阳起的时候 你可以这个出家 你可以抛家首业 然后呢 专修情景之道 那现在不行 我现在告诉你 你就是要在家出家 你就是要呢 把这个家庭顾好 把妻子儿女顾好 你只有在这个顾好的过程当中啊 来修心练性 那么这样呢 你才有可能成就 哦 你现在呢 把家庭也不要了 小孩也不要了 自己跑去庙里面 去修行 那么你在修什么呢 哦 想想你自己在修什么 你这个 把你这个 这边的业 你把它 你把它逃避了 那么你 去寻找清静心 那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哦 这边的运行在主 你没有了 你要怎么样 清理的业呢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修行的 一个观念 我们必须清楚 现在我们虽然 没有剃头法 没有出家 没有去当和尚 哦 没有去当尼姑 也没有去当道士 我们在家可以出家 哦 用儒家 这样的一个修为 我们就可以成就 所以为什么先佛一再的告诉我们 哦 末法时期 这个摆养时期 啊 儒家应运 儒家收远 儒家是我们的 是真的功课 我们的主要课题 那你主要课题 你都不去修了 你去修一些旁修的 那你也是毙不了业啊 哦 主修的学分没有拿到 结果呢 这些旁修的通通过关了 那你能够毕业吗 那主修的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做人的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讲 跨人心为良善 这个人 就是我们现在修行的主要课题 那人 又是心在主宰 所以这个心 变成人 修行 主要的一个 调育的一个 入手处啊 那我们修行 可以成佛 可以成圣 这个是 古代的 这些主师大德 圣贤菩萨 一再来告诉我们 哦 我们要追求 我们本来有的东西 本来有的 你才可以 追逐的到 追求的到 不要去求那个 你本来就没有的 那所以呢 这个经营财宝 这个是 你本来没有的 那有的人有 他去追逐 他去求 就可以求得到 有的人没有 大部分人都没有 那没有的人呢 去追求 肯定追求不到 用了一辈子的功夫 你也不可能 达到那个目的 所以呢 求叫求 我本来有的 本来有的是什么 本来有的是 良知良能 哦 圆满的佛性 我跟圣人 没有差别 圣人 圆满 我也是圆满 他的那个性啊 是完全没有 没有两样的 那么圣人 可以成为圣人 我也可以成为圣人 今天为什么 我不是圣人 而他可以呢 被人膜拜呢 主要的道理是因为 你自己 对自己没有信心 你对自己呢 可以成圣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 不够充分 其实条件已经充分了 应该说呢 你对于成圣的 这种可能啊 还心存疑虑 孔老夫子说 我欲人 思人 自已 那这个 这句话讲的好 我想要成人 人就会 成就 圆满 那么我才要成圣 圣 马上 也可以呢 圆满 成就 那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呢 我本来就有 你本来就有 所以你可以成就 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嘛 你有佛性 你就可以成佛 你本来就有的 那今天为什么没有了呢 没有了是因为 你把佛性 把它丢失了嘛 你把我们的梁子梁 丢掉了 丢掉了 并不是找不到 丢掉还是找得到 孔孟子在讲 三进之息 兼 借然用之而成路 其间不用成毛赛 你看 他比喻说 山里面那个小路 你常常去走 常常去走 就走出一条路出来了 那你都要走 那那个草自然就掩盖过来 就荒烟乱草了 但是你如果常常去走 就会形成一条路 那这个道理呢 在说什么 在说呢 如果说你常常在做圣行的事情 你常常在做这种 回归本性 止于至善的事情 明德心明的事情 那么你回 回归本来灭目那条路 回归老家那条路 自然而然就会走出来了嘛 你就熟了嘛 那么你现在找不到路 也看不到路 为什么 因为你都没有在走 你都没有在做圣贤事 没有在修圣贤的德 以至于呢 你今天找不到 回归本来灭目之路 回归老家之路 那所以圣贤人 必须要告诉你 你必须从这里走 从那里走 每一个人跟现在还不一样 还不能够指一定 一定特定的路 为了成就他 圣贤人 不只能辛苦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 告诉每一个人 你应该怎么走 你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 那么我们今天告诉我们 化人心为良善 人心本来是良善的 所以我就要去 劝化他 去教化他 去婉化他 让他能够 破米该污 真正的转返成圣 所以现代的人 已经把伦理 道德因果 这些观念 通通淡忘掉了 那么淡忘掉了 的结果 就会造成 今天的天灾地变 今天的世间紊乱 现代的迷信科学 但是呢 科学所带给我们的好处 我们可以讲 我们相对于科学 所带来的坏处 那次多太多了 所谓得不偿失 从科学身上 得到的不能够 到场这个失去的 我们失去的更多 你看我们今天 坐车 有飞机 有这个铁路 有公路 很方便 我们今天生活 有这些电气化产品 晚上有这些夜晚 有这些灯光可以着明 非常的方便 天气热了 我一天没有吹冷气 瘦不油 那这个都是科学 带给我们生活的方便 有它的方便之道 但是呢 人太过迷信科学 迷信科学呢 结果呢 就把你本来的良知良能 上市掉了 我们说的良知良能 我们要听清楚 良知呢 就是本来的这种自信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这个道德 我们的才能 我们的一切 本来都是很圆满的 现在呢 才能也没有了 道德也没有了 连自信是什么 也不知道了 迷失掉了 所以智慧 德能 向好 通通不具足 我们只是依照了 我们个人的福报 在生活 在这个世界 你的福报有多好 你在这个世间啊 可以有多好的享受 但是这个福报呢 造成人更多的沉沦 更加不晓得 要去探索生命的奥义 生命的实相是什么 人都忘记了 所以呢 人不守本分 何止不守何止的道 父母的不守父母亲的道 老板员工之间不守道 夫妇之间不守道 朋友之间也不守他的道意 那人人问乱了 所以呢 造成世界问乱 那么道之宗旨 可以说在我们道场 是一个最主要的依据啊 道之宗旨的道理啊 简洁恶药 如果说 每一个人都能够从道之宗旨的话里面啊 去失误到 去体悟到 一点点的做人的道理 然后开始去实践啊 那么我相信 天下逆源之以道 这个道呢 它已经发挥作用了 那道场还有另外一个 很主要的依据啊 就是佛规礼节 佛规礼节 所以跟道之宗旨 这两种教话 形成好像两股巨流一样 车的两个轮子 所以每一个修行人 对于道之宗旨 要呢身体立行 对于佛规礼节呢 要呢 要呢 守礼守法 要特别呢 去讲究 这个佛规礼节 去从 去 遵守佛规礼节 成就佛规礼节 你看这个佛规 就是佛的规定嘛 那这个规定 为什么佛会变成一种规定呢 因为我们做不到 所以他就只好先规定你 但是你做到了 你是不是就成佛了 那佛就是这样做 所以呢 佛的 佛的行为 佛的言语 都是这样的 自然而然的做出来 我们今天呢 能够把佛规礼节 自然而然的做出来 那么我们不是成佛了吗 我们不就是恢复那个理了吗 孔老夫子一生 要追求周文的话语 周文 就是周公治理作乐 那种文化的教育 是孔老夫子一生 想要追求的目标 那他创下一条准则 他立下一条了 一种的形象 让人去遵守 只要人跟着他的准则 依照他的形象的作为去做 我们就可以达到 那个周文的话语 违规周文了 违规 遥顺了 所以我们这里讲到 周文跟遥顺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孔老夫子 他是希望透过周文的话语 达到遥顺之志 遥顺才是我们最根本的目标 那周文的话语只是一种过程 从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知道 我们今天在道场休学 我们回到老祖师那里 其实也是一种过程 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在礼天 我们帮助老祖师平时外交 普度收远 我们的目标还是要放在礼天 只有把所有的众生都度为天了 那么自己的使命啊 才可以说圆满达成 所以这个愿呢 是无始无终的道理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今天讲 化人心为良善 是因为我们现在不相信 伦理道德 甚至呢连因果也不相信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佛教 也从最基本的这种教化开始入手 很多佛教已经不再讲这种空 苦空无我这种心性的道理 那因为呢这些道理呢太过深奥 一下子呢 让众生接触啊 他们听不懂 我们说现在的众生 智慧都能向好 都已经没有那么圆满了 那所以你一下子来讲这种 很高 高远的这种道理 他们听不懂 所以要讲最根本的道理 根本的道理是什么 就是他生活 他生活都碰 接触到的都是什么 他在家庭 碰到的家庭儿女 碰到的父母 碰到的这些 亲戚朋友 这个就是道场 这个就是道理啊 那么你如何 把这些碰到神 他的一个互动的道理 把它做出来 那就是最根本的道理 那从根本的道理做到圆满的 你再来讲心性的道理 那么很容易就可以弃入 一下子就超越了 所以为什么说 孝子谢氏即为先啊 孝子不用修道 忠诚不用修道 那是因为忠跟孝 他们已经在这个良知本性上 进到最圆满了 他已经深入到这个根本了 他深入到这个根本之后 他所有的根本 他全都贯通了 所以不需要再去修 修各种宗教 他并不需要 他只要见到性了 那所有的性通通都已经圆满了 都已经敏了 就叫明心见性 那这个道理啊 必须要去实现 才有办法体悟 那么我们如果说 今天听到这个道理 马上就去做 马上去立行 那么呢 你就有一分的这样的顿悟 一分的物净 那这一分的物净呢 会引导你的心性 开启一分 你就会有一分的智慧呢 去带人处事 对于伦理道德的现象 的这种 关系啊 你会更清楚 对于因果 你也会更清楚 所以 因为你都清楚了 所以对于人世间 各种的障害 这些烦恼 这些无敏的执着 通通都可以淡化掉 这个字画人心为良善 所以画这个字啊 必须从我们的身心做起 用口头没有用 口头只是教 可是教呢 还不是道 教呢 必须透过人的身心言语啊 来去参数它 去表现它 表现出来之后呢 你才真正能够达到 化的境界 所以圣贤人呢 都是以身作则 我做到 我才说到 那说到呢 我也可以做到 所以圣人呢 一定是做到才说到 贤人呢 是说到 然后再做到 这个境界上 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成就的 这样的一个等级 当然也就不一样 张国藩他曾经讲 他说以言会人 是善教人 以德勋人 是以善养人 你用言语去教人家 这个是用善来教化人 善言善语来教化这些众生 可是呢 你用德来勋人 勋 这个勋是勋洗的勋啊 所以他说用德来勋洗别人啊 那是用善来养人 用善呢 来作为一种 资粮 一种生活的资粮 来养众生 用德来教化众生 用德来养 养育众生 所以众生成长的 都是道德的花果 道德的花果 自然成就 道德的净土 那这个就是一定的道理 那所以我们说 道 道是我们人 的良知良能 那德 就是把良知良能做出来 这个叫道德 我们不断地在强调这样的观念 所以良知良能 在我们文字上 的变现 那就是 孝帝中性 底一廉词 就是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回归到 这个良知良能 就是回归到 这种自然的生活 那么 哪有生活 比自然的生活更好 哪有生活 比回归自然更好的呢 所以这个就是 儒家 教人 的一个 原理原则 那么这就听起来 是不是很简单呢 是不是很容易上手呢 那其实也未必然 这个道理可以讲得很深 那么这个做法呢 也必须呢 在微理细节之间呢 通通要注意到 比如说我们说孝道 那孝道呢 对人儿女 儿女对父母 都应该行孝道 但是呢 父母不一定是圣仙人 父母也有可能是恶人 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 父母亲 害子女的也很多 为了子女的 这个 那个保险金 把子女杀害的也有 你看这个已经不是很纯的父母了 那么我们说 父母亲用不止对我 我还能够用孝心对他 那这个是真孝 这个是真孝子 父母亲虽然是恶人 但是呢 我用我的良知的出发点来对待他 因为呢 我知道父母亲也有那个 子于至善的善性 那个善性呢 是不免而重 不失而得 那个道 那个道理 所以父母亲也有那个道理 也有那份性德 我今天呢 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的那个性德 而不是呢 孝顺他的行为 他的行为不好 我可以离开 我可以不听他的话 但是呢 父母亲那个善性 我们必须孝顺他 这个是对于儿女的一个本分 那所以孝是孝于信德 那这个 这个 之间的威力关系啊 我们必须 必把它体会清楚 所以理啊 理是 非常的细微 非常的广大 一个 见性的人啊 怎么说怎么对 那不现性的人 怎么说怎么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样达到 我们知道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见性呢 我们只要看他 所作所为 有没有合乎这些性德的标准 他讲话有没有 达到 这个性德 我们说 人出口就是性 那他有没有性 那对老板有没有忠 对父母有没有孝 从他的言行举止啊 我们就可以体悟到 他的性德 有没有流落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 化人心为良善 最主要的一个原理原则 最近因为写到朱子 朱熙他的专记 那朱子 他是一个儒家 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 儒家发展到宋朝 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理论 那就是理学 那朱子呢 承传这种北宋 这些理学家的思想 用了经读 孔梦 这个世书 这样的一个原理啊 他把它融会贯东 成为自己的 这个 教学的方案 教学的这种方法 所以朱子在 儒家来讲 可以说是一个 重新起后的一个角色 但是啊 他的政治生涯 是非常的坎坷 他的政治呢 这个过程啊 不断的受到排挤 而且受到贬折啊 那所以说 在人世间 人世间的 这个环境上啊 他的挫折很多 但是呢 因为他坚持理学 儒家的这个教法 所以尽管政治生活 受到各种的 毁谤 跟批评啊 他还是坚持 儒家的一个教学 所以他的教育生涯 却没有中断过 那有点像 孔子的风范 孔子也是在政治生活 没有得到任何的 肯定 当时也没有什么 发挥的空间 可是呢 他在这个教学上啊 却呢 独放异彩 那朱熙呢 也有这种味道 他在教学呢 教学的这个 成就上啊 那在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教育史上 他可以说是一个 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教化学子 影响之深 扩起之广 朱熙可以说是 真的是 其中一个很大的 一个人物啊 所以儒学 在今天 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 思想主流啊 从朱熙的手上 发扬广大 那朱熙呢 朱夫子啊 他的功劳也不可没 那虽然我们曾经 讲说 朱子的理论 对相较于陆九渊 这一派的思想啊 他的理论啊 好像有点不足 但是呢 这无损于 他在教育界的地位 也无损于 他成就圣贤 的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今天 在写 四配十则 那现在呢 是十二则 其中呢 加了 这个 只有 子章 还有呢 朱熙 成了十二则 所以你看朱熙 他不是当时 空老夫子的弟子 年代已经差了一千多年 可是呢 朱熙照样被后人 把他拱上圣庙 让他可以配享圣庙 跟这个孔老夫子 同享祭祀 那可以说 非常的殊荣 那代表了他的成就 也非常的 获得肯定 那他的影响 在我们华人的社会 那影响更是深远 那跟陆九人比起来 他的这个成就 相对的要更大 影响相对要更深 尽管我们先前讲过 陆九与好 他的一个见解 但是呢 今天讲到 朱熙夫子 我们十分的佩服 十分的肯定 那他的用心呢 也可以说是独排众议 在当时啊 很多人批评他 很多人指责他 尤其是在政治这方面 那些政治人物啊 都把它称为是伪学 伪就是虚伪的伪 把他这个心理学 认为是伪学 所以说 我们现在的话 叫做假道学 他不是真道 但是呢 事实上证明 他是不是真道呢 我们现在看了 那么 我们知道 他是真正的身体力情 他发扬这个儒家的学说 把儒家的思想啊 更加的 立足于 这个后代的子孙之中 解释得更清楚 让后代人 有一个更清楚的依循 尤其是世书的编撰 跟著述啊 成为后代人 一个下手处 那所以他的功不可没 那这个是化人 精为良善啊 著书立说 那朱熹可以说是做到了一个形象 让我们效法 当然 那儒家有很多先贤 都是值得探导 所以今天 我们把四辈始者 变成文字的这种书面 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呢 那希望呢 在看到这些先贤的典判啊 让我们的这种修学路上 有一份的这种安置啊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心定在那里 然后呢 一步一脚印的 效法这些圣贤人 成就圣贤人的典判 那这个是 属于文字般若的教化 那当然呢 也有实地这种圈话 有所谓的观照般若 跟实相般若 那么这个人都必须在 修学过程之中啊 不断的去反思 不断的去体悟啊 这个没有办法透过文字 要不断的去参悟 你才会了解 那所以 我们 讲到化人心为良善啊 必须要 把这个原理原则啊 把它讲出来 就是儒家 是今天 我们修行 的主要根据 化人心为良善 的主要方法 那我们说 现在佛教 也随着 这种潮流 哦 纷纷回头 来依止儒家的经典 来侯良儒家的经典 你看现在地子归 鸟 鸟凡事训 这些呢 都是儒家的经典 儒家的典籍呢 在佛家呢 受到推崇 那当然这些呢 高僧大德 也知道 现在呢 你直接跟他讲佛教的道理 大概呢 也已经来不及了 你叫他参长打坐 敲打面杖 对于人世间的 这个造语的帮助啊 也没有那么大了 就直接教他们在生活上怎么做 你叫大家来出家 那更不可能了 那所以呢 帮助大家 在家出家 你在家 就是一个道场 你就可以好好地修学 在这个修学之中啊 你好好地来体悟 儒家的做人道理 真正做到明理了 做到圆满了 你再来 参演这种佛家 其他教宗派的做法 可以触类旁动了 那所以 你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流 那他们推展到 这种 中国去 推展到世界各地区 都是用地址规 那这个是可喜的现象 我们觉得说这样是很好 那因为呢 佛佛道同 道跟道是可以汇通的 没有宗教 没有派别 这个都是做人的道理 所以道不是宗教 他的一个主要的诉求 就是因为 道是活生生的 他是生活上的一切 那现在呢 各中各派 都是讲道 生活上的一切 那跟我们道不就是汇通了吗 所以跟道 你当然呢 你就可以从这个教而入道 那讲到新鲜的道理 不需要去特别 去用功夫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做人的道理 你把它做好 我们的先佛 老师的训文 通通在告诉我们这些道理 尽孝敬好了 做中做道了 这些道理做到了 那么 你就可以探极到 你的心性 心性的道理 就是从这些的 这种做人道理之中呢 去体会出来 这是真君子啊 人人回复至善之地啊 这是立愿了愿 真功实善 你立了愿 你没有在世间上成就 那么你立这个愿 你哪叫了呢 你没有了啊 即使是今天 你对于道理 已经非常明白透彻了 但是呢 你对于人人的道理 完全不了解 完全没有做到 那不叫真功实善 功夫啊 不得力啊 我们说功夫得力啊 其实在你自己身上啊 是唯一可以明显的感 感觉出来的 你的身体 是第一个 你的身体变轻 变健康了 身轻自在啊 身轻而体健 这是修行 第一个 看到功夫得力的 的一个点 再来就是说你的思绪 你的思绪呢 会很轻盈 我们 我们 再次讲啊 管世界为清平 你的思绪也很清明 你大人处事呢 就是讲一点真心 一点真心就是平等 没有分别 没有对待 没有是非人我 没有 这些我像啊 一切都平等了 好 那个 就是你的真功实善 就是你功夫得力之处啊 那么你的智慧开启了 对于境界线前 对于各种事物 人事的考验 你都有办法 来圆满的解决 所以常常听人在讲 哎呀 道场就是 人事问题啊 人事问题一大堆啊 但是想想 人事问题不就是在 我们修行的方向吗 我们修行要着力的地方 不就是这里吗 那你人事问题解决不了 你如何入手呢 你不要说够不得力了 你连入手都没有啊 所以人事问题要去圆容它 要去解决它 要去面对它 这样呢 才能够叫做 立愿了愿 才能够叫做呢 真功实善 那课宗 这个道德宗旨啊 奉行佛归礼节 你不要佛归礼节 你不是说到佛堂 遵守佛归礼节 你要知道 我们自身的佛堂 每天都有佛啊 二六十宗不离开佛啊 那么你就知道 二六十宗佛性在了 那么你是不是二六十宗 你的言行 都是佛言佛行啊 都是圣人的思考啊 你要把这个佛做出来啊 把这个圣做出来啊 所以我们说 古圣古佛 古圣是谁 古圣是我啊 到这种子 讲到化人心为良善 我们以前 在改俄向善 这段经文啊 已经详细的分析过 善跟恶之间的关系 那今天讲到这一段呢 化人心为良善啊 我们就应该更深入的来探讨 人心 跟这个善 存在着什么样的意义 虽然我们都知道 人性本善 那善 是自性的原点 这个善呢 是至善 所以呢 没有所谓的 是非善恶 好坏对错的分别 那这讲到 我们人的心 它跟 心 性的关系 心跟身的关系 那么性心身 虽然是一体的 但是呢 它整个 主要的一个 关键 是在性 那么性呢 是本善的 性是圆满的 但是呢 我们 落于这个人 这样的一个肉身之后啊 它会有一个心 的重现 不只是说 我们说肉体 在整个 六道十法界里面 都有 心的一个变化 那所以呢 性 要完全 百分之百的 呈现出来 那么 经过 心 这样的一个 工具啊 如果 心 对性而言 心 只是工具 心 对身而言 那么 身只是工具 那所以 心 没有办法将 性 百分之百的 这样呈现出来 我们以 那个镜子 做过比喻 镜子所造的 这个东西 只有呈现出 百分之 五十 百分之五十 已经不错了 我们如果用 六道 十法界 这样的一个标准 来看的话 那么 三善道 三恶道 这样的一个 六道 那天道 是百分之六十 阿修罗道 算百分之五十 人道 百分之四十 那所以说 都还不是一个 究竟的圆满 所以今天 我们讲 化人心为良善 我们从 圣贤人的教法 来说这种 信 心 生 的关系 这样的我们才有办法说 化人心为良善 既然我们的本来是至善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回到至善 那么 恶的部分呢 不是我们本来有的 那么 习气毛病 也不是我们本来有的 所以这些呢 是根本不存在的 今天不存在的东西 造成我们生活的障碍 我们整个 生命的 这种 打击啊 这可见呢 我们这个 任甲为生 任米为物啊 这种情况啊 已经太久太久了 那么人 普遍不了解心性 尤其是呢 对于 这个 修行人来讲 很多的修行人 号称为修行人 但是呢 他们对于修行的定义啊 还存留在 以前那个时代 蚕蚕打坐 敲打念杖 画符念咒 或者是说呢 朝三会灵 等等呢 这个就是修行 甚至有的以书道 查道 祈道 各种的 这种 信的这种方法 来帮助自己修行 那么这个跟 信心的关系啊 也可以说呢 这个 联系信上啊 没有那么样的深入 也就是说我们在讲 直指人心 见信成佛 这样的一个关键啊 我们透过 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法 是很难了解的 那么一般修行人都不容易了解了 更何况 世面上 普罗百姓呢 他们对于心性的了解啊 对于心性的认知啊 可以说是 鸟人不知啊 而且呢 事如未徒啊 一讲到心性 哇 怎么心性呢 这个太过 太过 遥不可知的道理 那所以呢 儒家 把这个心性呢 没有讲得那么抽象 也没有讲得那么悬远 他用人的方式 把它表现出来 那我们人 普遍对于了解心性啊 有四个很重要的 一个障碍 第一个就是认为说 心性呢 离我们太近了 近到我们看不清楚自己 就好像呢 我们跟镜子太近了 结果呢 我们看不到镜子中的自己 你看心性 它无所不在 无处不在 所以你说到哪一个 事物上 哪一个点上 都是一种心性的存现 那所以说 这个笔 也是你心性的化现 这个书也是你心性的化现 我们说二六十中 通通有这个心性 儒家讲良知良人的作用 良知良人的显现 所以呢 这个良知良人 离我们太近了 离人太近了 近到人反而看不清楚他 这个是第一个障碍 那所以呢 人没有办法了解 心性就在 我们的 周遭之中 虽然这道 可是呢 并不清楚 他到底在哪里 那么无所不在 变成一种空泛的理想 道对 在这个 小鸟的身上 在田远的身上 在屋顶 在死尿 道无处不在 二六十中啊 他无始不存在这个道体 但是呢 因为无处不在 无所不在 反而让人 没有办法去了解 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去掌握住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个撒那 他那个道 的一个实体 所以 只有真正明理的人 真正的体悟到 良知良能 他的一个作用 他的一个 圆满性啊 才会发现到说 人 跟这个万事万物 他的一个本质啊 其实就是一种 心性的道理 心性的变现 呈现出 万事万物 呈现出这种 普罗大众 他的一个 样子 所谓色相 相就是性 性相不二 那么我们今天 专用儒家来讲 虽然用了佛家的观念 但是呢 儒家也强调这个观念 用儒家来讲 那就是呢 宇宙就在我的心 我的心就是宇宙 那透过 陆九渊的这句话呢 我们会更清楚 心性就是万物 万事的一个本质 那么人也是在 万事万物之中 所以人的本质 也是一种 心性的朗现 那这种心性的朗现呢 它如果是好的 你所见到的相 那就是好的 如果是不好的 当然你所看到的相 就会有分布 那这是普遍 人 所察觉到 整个万事万物 它所不一样的地方 那不一样是因为 整个心性的病化 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呢 造成心性 跟人 一般人啊 对于心性的了解 跟认知啊 一个 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就是 人们都认为 心性呢 太过深奥 这样的道理呢 只有圣贤人 只有佛菩萨 在讲 其他的人呢 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 道家讲无尾 佛家讲空性 儒家讲良知良能 那这些呢 成为一种虚犯的道德 也就是说 什么都是道 什么都是德 那么什么都是心性 什么都是呢 我这个 心性的 变化 那么这样的 什么都是的道理啊 反而障碍住 众生的知见 让他们认为说 这个心性啊 太过深奥了 我们必须呢 去专研到其中啊 去误解到其中的道理 结果不晓得说 在他眼前的 就是心性 在他所接触的 就是心性 那个深奥的道理呢 让他们没有办法探紧 所以在道场 很多人 他讲到心性 那会认为说 我这个道理很深 如果说 一般的 佛巴桑 佛地桑 他们要听这个道理 会觉得说 听不懂 那不要说是 道场的人 就是一般的人 都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应该用 更浅显的语言 更清楚的 这些表白啊 来让大家 了解知道 其实呢 心性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 助言所及啊 没有那么深奥 没有那么遥远 这是第二个障碍 第三种障碍呢 就是心性是单纯的 可是人心 是那么复杂 人心呢 会变化 变来变去 那这个变化呢 会产生 种种的 向上的执着 会有我向 人向的分辨 那么这样的一个执着呢 产生人的 无名跟烦恼 种种呢 妄想 就 都纷纷出现 那所以 在这里 我们必须强调 心性本来是单纯的 单纯的就是说 一就是多 多就是一 一切事物事项 虽然有不同的项 但是那个性是唯一的 那么一切万事万物 虽然有 不同的 这种 这种分别啊 但是呢 它的根源是一 我们见到那个性 的根源啊 那就是看到 那个一 的单纯 那怎么见呢 我们讲到 要放下 你只有放下 你才能够看到 它那个单纯的 那一面 哦 儒家讲 赤子之心啊 那赤子之心 不就是 通通都没有 分别之所吗 所以我们儒家 用当 当出生的婴儿 来做比喻 那他们的确是 像一张白纸 没有分别之所 没有好外对错 所以 在他们的心里面呢 是单纯的 那我们修到人 修到 这样的一个 单纯的心 我们说 回归赤子之心 回归 那个一点尊心 那个成 的到底 那所以 这个单纯的心性啊 在我们 人来讲 是非常的 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呢 就是在 太过单纯 它就是叫你放下而已嘛 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什么不要做 你把你的妄想 分别之所放下 那么你就证得 证得你的佛性 证得你的良知良人 那这件事情呢 说起来又太过简单 只要你放下 真的只要我放下嘛 你看我们在道场 要学习 各种研究班 学习武教经典 学习佛归礼节 什么都要学 开荒参道 也要去学各种方法 但是呢 你要找到道 找到那个良知良人 不是在讲 学的功夫 你学了多少 那个跟道呢 事实上呢 没有什么关系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说从 古大德的例子 我们也可以 看得很清楚 你跟释迦牟尼佛 那他是学很多东西 释迦牟尼佛 从这个王子出家 然后呢 四处去拜访 婆罗门的这些大师 学了各种 婆罗门的经义 结果呢 没有 还是没有办法开悟 一直到他在菩提树下 放下一切了 那他才正德 那么在中国的祖师里面 六祖慧能是最好的例子 他是没有读书的 他不是智啊 他不是智 听到金光静的话 一切就放下 安置好劳母 就是要求做佛之道 向五祖 向五祖啊 忍而上去请法 结果得到道了 所以六祖所得的道 跟释迦牟尼佛所证的道 通通都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 所谓佛佛 回转 本体 失失 密附 本心啊 回转 本体 本体怎么会变化呢 本体是什么 本体就是那个道 那个被视为很单纯的 很不可捉摸的那个道 所以今天我们在道场学那么多 你如果不懂得 天地西皆归的道理 归回到至善的老地 那么你不晓得 你还是摸不到道的边缘 所以在道场 他是真正的要比的话 是比谁放下的多 你要看到真功夫的话 放的多的人 会看到真功夫 不愿意放下的人 没有真功夫 他功夫不得力啊 放下 越多成就就越大 因为这些成就是本来具属的 完全放下就完全成就 所以这不是老师给我们 道也不是老师传给我们 是我本来就有的 老师告诉我们这条方向 你好好的去悟 好好的去学 那学的方法就是呢 学的方向 把无始解以来 所有的脾气 毛病 还有呢 你的 秉性 习性 这些呢 通通都放下 那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些习气毛病 你为什么会有分别之种 为什么会有无名烦恼 这些呢都是 累结 所积累下来的 这样的树叶 所以你如果不放下 你如何跟这些呢 鸟头关系呢 放下 也是去面对他哦 面对他 可是呢 欢欢喜喜 把它解决了 那么你就跟他了 没有什么瓜葛 你就一切人真的可以放下 你的天才怪 真的没有了 所以儒家讲 一切人反求诸己 反求诸己 这个人才是真功夫啊 修道都是在看这个 修道如果在看你今天 路人多少人 你讲多少课 你这道场是多久了 你在道场有什么地位 那如果是在看这个呢 那么 我们只能讲 这些都只是 有违的福报 这些是带不走的 应该说这些是 没有办法成就我们的 那么没有办法成就我们 超生了死 的一个方法 你为什么要去学它呢 哦 老师 也告诉我们 你要不断的去 放下你的知识 你的挂爱 你的烦恼 你要改毛病去脾气 这个脾气毛病不改啊 你学了再多的东西啊 都成为你的 所知障 成为你的各种障碍啊 你不能够把你所学的 转化成道题 成就你自己 所以呢 这个是错误的 那所以心性 就是那么单纯 单纯到说 人们认为 那是一种很大的障碍 再来第四点 就是真 这个心性啊 是美妙的 它是那么圆满 是那么具足的 哦 只要你 去 探索它 去追寻它 哦 你去往内反观 去证得它 那么它一切呢 就会源源不绝 哦 我们不是要讲 玩世界为亲贫吗 化人心为良善吗 啊 祭世界为大同吗 那孟子讲 遥顺信也 遥顺所代表的世界 就是遥天顺日 那是一种 人间的净土啊 哦 我们用天堂来比喻它 所以天堂是在人间 那么我们要问 各位前前 到底是 先有天堂 还是先有遥顺呢 是遥顺造就 这种遥天顺日的 的天堂呢 还是呢 天堂造就遥顺的呢 如果我们来分析这件事情啊 哦 会发觉到说 其实 这个 我们说 向谁新准 那么进谁新准 所以一切的净啊 都是心 所壮啊 所以遥天顺日 这样的天堂是谁造的 是遥顺造成的 遥顺的德 化现了这样的净土 那他化了 就是化人心为良善这个化 他把人心呢 都呢 让他流露出 他的一个道体 两种本性 让他流露出来 让他回归到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这样的一个 人生作为 我们说 人世间的规则 哦 儒家讲理 哦 我们一般人讲守法 其实呢 这个就是一个 做人的典范 你只要是人 在人世间 你遵守着 这样的一个礼法来做 那么遥天顺日 这样的净土啊 很快就可以呈现在 我们的眼前 所以是先有遥顺 才有遥天顺日 哦 所以孟子说 遥顺性也 性就是本性 遥顺是人的本性 所以遥顺不是一个人 哦 这个阿弥陀佛 不是一个人 这些先佛啊 他们也不是一个人 他们是强为明知啊 哦 强为明知就是 勉强给他一个名字叫 不然你不晓得 怎么去称诉他 那么遥顺呢 也是这样子 那遥顺所创造的 这个净土 那么是因为呢 人自信的 这样的一个 呈现 去证得 去悟得 去放下 去探索 结果呢 了知到我们的心性啊 真的是这么样的具足圆满 这么样的广大无碍 所以 要化人心为良善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自己跟遥顺的性 是完全一样的 相通相容的 不是遥顺 另外有个性 而我们另外有个性 不是的 他的性跟我的性是一体的 我们说 老母是本灵 众生的是分灵 那么分灵合起来 就是那个本灵 所以分灵里面有老母 有上帝的因子在里面 遥顺是性 我们有遥顺的因子在里面 那所以我们只要证得 这个性 性的流程 我们也知道 原来我也是遥顺 我也是阿弥陀佛 我也是遥顺 那所以 心性跟人的关系 因为呢 有这种 这四种错误的了解 让人认为说 这个良辞本性 离我太远 离人太远 其实呢 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化人心为良善 了解到我们自善的本质之后 那么我们就要让本性当家 信心生谁是当家的主人 信是当家的主人 信是不会变化了 信是圆满 美妙 单纯 具足的 那么性呢 他不会变化 但是呢 我们再回到 肉身 我们在这个死法界里面 会有一个 需要 依附的心 也就是说这个性的部分 需要有心的呈现 他才能够有他的 这个变化 比如说在死法界 你要变化成佛的样子 变化成菩萨的样子 变化成这种 官员的样子 这个变化的变 他是用心来变 但是呢 心的里面有一个性的 一个资源 一个能量在支撑着他 那我们今天变成 变成人 这个身 变成人这个身啊 我们又被身呢 做另外一种 给另外一种人的 拘束住了 所以信心深 在我们身上呢 如果说 能够 了解到 心 这样的一个圆满的人 那他所做出来的 就是比较接近是 圣贤人 的一个典半 那如果说 他所证悟出来的 他是一个善人 好人的样子 那可见呢 他所证悟到的心性呢 他是 没有那么圆满 如果呢 纯是恶人 那么呢 他这个心性呢 完全被 掩盖住了 完全被凝媚住了 所以呢 他就是一种恶人 在这个世间呢 让人家非常讨厌的人 所以化人心为良善啊 必须呢 对众生 讲清楚 说明白 这个信心深的道理 如果每一个人 都知道 他自己 是 有良知良人 是有姚舜 的性 有先佛 的道理 那么 他怎么会去 无恶不做呢 他今天 会作为 一个 作奸犯科的 一个罪犯 那是他 忘记 他自己 本来是佛 本来是圣人 那所以呢 他冤枉啊 他也到处喊冤枉 为什么他冤枉 没有人教他嘛 没有人告诉他 六万年来 这个六道轮尾里面 没有人告诉他 真的 反求诸己 反观自信的道理 那么 雷杰雷四的这个习系啊 激喜太多 他以为获得 就是要牺牲别人 以为获得呢 就是要从 别人的口袋中挖出来 所以呢 他去从事这些事情 结果呢 造下更多的罪业 让他自己呢 被这个 罪业的因果 随从事这些事情 承诺的障碍住 卡死在那里 永世不得翻身 这个是 我们说 树叶 那么树叶的现象 我们不是说 不要去讲他就没事哦 你不去讲他 还是照样哦 那所以我们说 儒家他不讲这个 但这个儒家不讲这个 不是说这个就没有哦 儒家还是 认同这种事情的存在哦 所以你看官聖帝君的 陶宇明身心 他轮回转集之说 还是 还是肯定的哦 在左传里面 春秋左传里面 很多这种穿着附会的 轮回果报的事情 都记载在其中 也是被 世人所肯定啊 那么所以说 不是说我们不去讲 他就没有存在 这是 没有的道理 那虽然儒家不讲 儒家不讲了 是因为 他要我们把重点 放在刚才我们讲的 反求诸己这件事情 证得自己那个 尧顺的心 所谓仁义理智 根于心啊 根于心 是那个心 是性 这是根本 了解到心性的关系啊 跟我们的身体的关系啊 这个是 才是儒家 所要探极的一个道理 但儒家不讲因果 因果还是有发生 还是会发生啊 你今天不是因果 你就可以不用受因果报应 有这种道理吗 没有这种道理 今天呢 只是说 佛家把因果讲出来了 把这种道理呢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让大家更清楚 因果的交往 所以中国人普遍接受 佛家这样的说法 所以把因果的交往 融入到中国人的这个思维里面 那所以 伦理的教化 道德的教化 还有因果的教化 还有呢 这些知识记忆的教化 都是教育之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么中国人 中国人在教导学子 普遍呢 也都有教导 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 你看空老夫子 礼乐 社 玉 苏树 他的这些教科里面啊 有些是树科的 有些是文科的 那么文科里面呢 其实还有这个 这个 五经啊 春秋一礼月 诗树一礼月 春秋 这是五经啊 所以五经 跟这个六义 这些呢 都是圣人教化的一个科目 那么如果 了解到圣人的教化 不外乎呢 要让人守刚长 守本分 在人的这种范围上啊 好好地去 去了解到自己 那一份的道体 以及呢 以这个道体的圆满面貌 去跟人相处 去跟自然相处 跟整个天地万物相处 那这样呢 就是儒家的教法 我们很遗憾 就是现在 人的价值观 是完全地扭曲了 那么这个价值观 建立于 这种 心的变化 那这个心呢 并不是 从自信上的流落 心呢 是我们意识 我们的思想的变化 那所以呢 这个价值的扭曲啊 造成了今天 整个人际关系 刻薄寡恩啊 冷酷无情 所以你看长幼不分 认为呢 这就是平等 哦 这个 女人走出厨房 女人要当家 那所以呢 男女要平等 那么不经 劝导 不经呢 教导 说呢 这个就是自由 哦 我们人民 可以做主 所以叫做民主 那么人呢 互不抵抗 因为呢 大家都认为 每一个人 都有人选 他有他人选 哦 我有我的人选 所以呢 把这个呢 当作是一种 原理原则 那所以 在父母 在夫妇 甚至呢 在这个 儿子 子女之中啊 都必须顾及到 这些观点 很明显的 你看现在的学校 老师 不能够 体罚学生 那老师 体罚学生呢 这个 父母 就会去告老师 那所以呢 这是一种 观念上的 不一样 那当然 你会说 这样也没有错啊 对啊 现在的人的观念 是改变很多 但是想到 我们小时候 哪有所谓老师 不能打孩子的呢 我们那时候被打得正 整个破皮流血 甚至都不敢说啊 不敢给医生看啊 那 父母看到了 还扔 还假装说 他是 去撞到的 不敢给老师说啊 因为呢 自己羞愧啊 自己做不好 读书读不好 被老师打 这是我们以前 所以我们以前 还是一种打骂的教育 那么现在呢 世界可以说呢 每天都在更新啊 不断地强调 平等 自由 民主 人权 更多的自主 以至于呢 每一个人 都想要 有自己的 风格 有自己的个性 有自己的作为 结果呢 太多 这种主观的意见啊 跟人啊 这样格格不入 那么格格不入了 并不是一个人而已哦 而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哦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 这种自由平等 哦 这人都有自己的人权 那所以呢 在整个 大环境之下 只有呢 他的这个修为 他的心量啊 能够大到 固容彼此啊 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团体 不然呢 大部分的人 那是没有办法 跟团体生活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呢 喜欢做老板的人 越来越多 宁可自己呢 开一间小铺 开一个小 小吃店 那他呢 也不愿意去 大公司上班 因为呢 他自己可以自主 他比较自由 甚至呢 收入也比较多 那这种现象呢 当然就是一种社会现象 那形成了一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观念啊 会越来越深刻 那每一个人呢 都是以我为观念啊 这个我呢 变成一种非常狭隘的 一种念头 造就成现在人 自私自利的观念啊 非常的严重 每一个人想到的都是我 电视里面所讲的 我都成全你们了 我都让你们这样了 那我呢 每一个人都说 那我呢 没有 没有心甘情愿的 是为别人的 想到的都是我 那么这个我的观念啊 没有办法 这观念太深了 我们人也不可能要求 每一个人 你要懂 你要去牺牲 你要去放下 你要去圆融 这个如果没有在 信心身上 下功夫啊 真正去透彻 去了解 从三省事物 从反求出几之中 去用到那种 功夫之处啊 内心的痛处啊 你没有办法 把它翻转过来 所以把它翻转过来 在人在不知所措之中 来接受这样的灾难 怨天叫地 这个 怨天尤人 谁能够想到 光老天是为了警醒你呢 那你看这次 莫拉克的台风 重创了南部 每一个人呢 都要求政府 赶快呢 来恢复他的家园 政府要他们 不要再住在那个危险的地方 那么呢 他们想要保有 他们自己的地 但是希望呢 政府给他一个 永久居住的房子 这个想一想啊 我们知道 人怎么会这么贪呢 政府叫你不要去住 那必须政府给你一个房子 但是那个地还是你的 那政府就在太慢 就骂政府 那政府补助太少 也是骂政府 那政府只有补助三千块 你民间的团体 你不能够补助太多 你补助太多 你超过政府 人家会骂政府 会认为政府无能 或者是说呢 会认为这个资助的团体啊 你想高于政府 那么人民怎么可能高于政府呢 国跟家的道理 怎么可以颠倒呢 所以呢 这个整个问题啊 就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说 这个灾难 为什么会产生 我们已经讲过 世间的灾难啊 它的产生 都不是一时一刻产生的 都是累积到一定的 这种限度啊 它才会爆发出来 那么环境是依照 人心的显现而变化的 所以当 新闻媒体在探讨说 到底是天灾 还是人祸的时候 我们如果读到 佛经所讲的话 事实上这个观念 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那依报随着正报转 那依报就是依附在我们生活上的这些 人事物的环境 那正报呢 就是我自己身上 所得的 所接受到的这些果报 那我自己呢 有好有坏 有善有恶 那么环境呢 也是如此 那所以当这个地方呢 水灾太多 水灾太多 就是这个地区的人 人心贪婪 所造成的整个依报的现象 那就是水灾 火灾太多 就是称恨之心 太重 所以现在火灾也常常看懂 尤其是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 或者是说森林大火 现在民间的火灾 反而没有常常听说 倒是天灾常常听说 森林大火的这种火灾 火山爆发的火灾 这个常常听说 那所以呢 人不懂得去省私啊 老公给你警告 老公给你警告了 他用这种 这么激烈的方式了 那一定是呢 你曾经做过 很多激烈的手法 累积到现在 来给你一个事实的警告 那么你说我不相信 不相信就没办法了 把圣人讲了 祖师教大者讲了 都不愿意相信了 那么你还可以相信 谁讲的话呢 台湾水灾 水灾 水灾我们说贪心 那台湾这个风灾 也是常发生 风灾就是鱼吃啊 鱼吃就是迷惑 台湾迷惑的人太多了 我们不敢说台湾的人鱼吃啊 但是迷惑的人真的是很多 不明的人真的是很多 即使是修道团体 即使是宗教人士啊 那他们所迷的对象啊 变成一种 这个偶像的 膜拜 或者是一种 或者是一种利益的追逐 纯出于这种自私自律的想法 只要能够为自己好 为家庭好 为自己的这个前途好 那么他就是迷于那个东西 认为自己在行善 其实呢 跟心性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有所谓的宗教乱象的产生 也让我们今天的社会 产生更大的迷惑 你看连马祖绕境 那祖绕境可以说是非常纯朴的一个行为 但是呢 现在呢 地方的这个角力 真主 利益上的这种纠葛 也产生 神明跟神明在对抗 那么神明呢 其实不会跟神明对抗 都是人的问题 那个抬教的人 不顺眼 抬教的人 看对方抬教的人不顺眼 就互杠起来 你看在这样的善良的活动 都还有这种抗争的事情 打斗的事情 那么我们要期待 人来证悟到这种良知本性啊 那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所以化人心为良善啊 那不是一处可击啊 必须呢 像水一样 所谓静润之真 肤寿之缩啊 水呢 就慢慢的静润 这样慢慢的侵入它 一点一滴的来感化它 这个 用这种天灾 可能一下子人又忘记了 那么呢 在这个整个生命的过程 它就会给你各种 无名的障碍 那无名的障碍 来自于冤亲在主 来自于累劫的习气 那么这些障碍呢 不断的在打击你 希望呢 你从之中呢 这个 醒悟过来 通过这种无情 无名的打击啊 如果能够醒悟啊 那么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但是呢 如果这样的打击呢 你都还不懂得醒悟 那么没有智慧 你是没有智慧的人 所以呢 我们普遍的众生啊 是没有智慧的人 我们需要明师来指引 如果说我们刚才讲 明师并没有传道给我们 可是呢 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明师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明跟物的不同 插在这里 因为没有明师啊 我们不晓得 我们是圣人 我们是佛 不晓得回老家的样子 得那条路啊 已经忘记了 那明师最重要的 的存在啊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佛 我们是古圣 古佛 那么我们回到老家 就成就我们 本来的面目 这是明师最大的 的作用 那明师传道 他传道 他只是告诉你 道就在那里 但是呢 你要自己去探索 那道在哪里啊 道我们讲到 已经 不是在那里 也不是在这里 道是无所不在 道是那么清静 可是又那么深奥 是那么单纯 可是呢 又这么庞杂 是这么圆满 可是呢 又是看起来很缤纷 五颜六色 所以呢 道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抽象 可是呢 又这么具体 的一个 重现 怎么描述它 我们好像呢 都没有办法 讲到 那个重点 因为呢 本身语言文字的 就没有办法描述到 你看一个球 这个球 哪一点 是它的原心呢 任何一个点 都是它的原心 任何一个点 都可以 从那里 透到 它整个 球的重心点 所以任何一个点 事实上呢 就是 我们说修行 有多门 各种方法 可是归言如未入 那个重心点就一个 球的重心点就一个 走到哪里 它都没有变化 都是在那里 可是任何一个点 又都是原心 那可见呢 每一个方法 都可以成就 我们的心性 所以今天呢 我们讲到 化人心为良善 我们了解到 心性在我身 心性呢 是 在万事万物的身上 那万事万物 跟我是同一体的 没有两样 所以呢 我看到万事万物 就看到 我的心性的朗线 那心性朗线 是 这种 完全的朗线 所以你看到 万事万物呢 都是纯然至善的 小猫小狗 是纯然至善 老鼠 蟑螂 蚂蚁 这个是纯然至善 包括 这个原子笔 这个 纯章 这个书本 纯然至善 那我们的佛性 跟这些万事万物的法性 归荣于一 所以今天 我们不能够随便 放弃每一个人 放弃每一个众生 每一个众生呢 都要因我而成就 我要怎么去成就他呢 我要帮助自己成佛 成圣 让自己呢 明理开悟 当自己明理开悟了 你才能够帮助他 去婉化他 让他知道这些道理 让他知道 人性本善 指于至善的道理 那至善找到了 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复 那个良善的本质 这个就是道之真实的教化 所以 孔老夫子 他讲过这句话 他说 或这一天 无所导也 一个人 他自作孽 然后呢 造了无边的罪业 那么这个天 这个就是讲 人的那种良心 你在你的良心上 染下了污点 你犯下了罪过 那无所导也 不需要祈祷了 再怎么祈祷也没有用 那么要怎么办呢 你只有忏悔 真正的把这个过错 把它忏除掉 战主的方法 就是 你不要再犯这个过错 那个才叫真忏悔 那个才是 叫真公私善 所以今天 我们用这个 关圣帝君 绝世真经 他最后一句话 来 给大家呢 做一个 启发之路 关圣帝君在绝世真经后面 其实他还附带一句话 这句话呢 在一般的绝世真经里面呢 没有被附入上去 他是说呢 做好人 行好事 读好书 说好话 这四个好 那么在佛教 他所说的好 做好人 他也讲这些字 字句啊 那是不是学关圣帝君呢 这么不得而知 那关圣帝君他讲这些话呢 他就是我们一个 做人的 一个入手处 你看他说 做一个好人 好人就是不是恶人 也就是说你要 你做的事不是恶的事情 那么上面的标准 我们已经讲过 只要是呢 对我好的 对我有益的 那么这个呢 通通叫做恶事 只要对别人好的 对别人有益的 对别人有帮助的 这个都通通是善事 如果说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因为人做好人 那就是想到的人 都是别人 历生处次呢 都是想到别人 绝没有自私之利 一切呢 是为别人而存在 那这样的人呢 可以说呢 已经达到一种 圣贤人的修为 然后他在行好事 把这种帮助人 把这种 这个利益别人的事情 拿出来拿起来做 但是呢 不留名 不留这个影 也就是说 你做好人 行好事 不要留下你的足迹 我们曾经也讲过 右手给左手 骚痒 当他抓一抓 左手不必跟右手感谢 右手也不必心存感激 心存呢 让人家感激 所以今天我 帮助别人 不要心存 别人要感激我 别人不要感激你 这种 这种存心啊 那才是真正的 做好人 行好事 因为彼此双方都没有压力 你做好事 还心存的 别人会感谢你 别人应该呢 来跟你说一声谢谢 那这个呢 好事呢 是有 是有 有所目的的 这样的好事 还不够究竟 所以 做好人 好人要帮助一个人 真的成胜成贤 行好事 帮助世间的人 离苦得乐 那这样呢 才真的做到 好人好事的标准 所以你帮捐钱 你帮呢 在那里做 做 做 做劳动 劳动 这个呢 还达不到 好人好事的标准 其实 端干你的存心 你的存心呢 如果一心为善 一心为人 没有为自己 那么 才有 好人好事 这样的一个 基础的原则 那他说 读好书 说好话 那 读好书呢 这个事情 对我们来讲 非常的重要 我们现在的人啊 读书可能不多了 因为我们大部分呢 都透过网络 透过电视 来学习 透过这种影音的刺激啊 来搜寻 来学习各种知识 但是呢 影音的这样的一个教导 其实 也有他 不够俱全的一面 因为他会刺激 我们人的 这种 眼睛跟耳朵 也就是说 观能的作用 那么这个观能的作用啊 如果说 这种 理念被引导差了 或者是说 他的这个事情 这个内容啊 他不是政治正见 那么这个人呢 受污染的程度 会越来越深 这比起书啊 影响啊 还要更加深远 你看我们现在电视 每天在上演的 网络上每天在传播的 几乎都是这种 社会上的 各种的现象 那这些现象呢 都不是政治正见 不是八卦的 都就是口水的 就是这些贪嗔痴旺 杀盗淫妄 贪嗔痴爱的事情 所以 观众帝君叫我们 读好书 是重点的 是这些书呢 帮真的有益人心啊 真正能够启发人的 这种良知良能 转化人心为良善啊 这样的书呢 我们就应该多看 所以市面上 还是有这些书的存在 可以帮助我们 那至于呢 这个电视 电脑 其中的选择啊 也是要很慎重啊 刚才毕竟有讲 说好话 多替别人想 多讲一些好话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啊 有些人 他是人都不错啊 就是一只嘴巴受不了 爱讲东 爱讲西啊 或者是说呢 认为自己都是对的 认为自己是好的 要求别人呢 要跟他一样 逼凭别人 说别人怎么样 这个呢 都不是符合观众帝君的标准 所以要说好话 说好话 除了说 你在课堂上 讲这些 伦理道德的话 你在生活上 更需要讲好话 那这些话呢 不会伤到彼此 可是呢 会成就别人 那这个是说好话 这件事情啊 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说 我们说并从口入 或从口出啊 我们讲的话呢 无形之中呢 都是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啊 那所以呢 在讲话上呢 我们要更加的慎重 奥学自己也认为说 常常 大家好 到之中 讲到第二十一句经文 计世界为大同 那我们前两句呢 是 玩世界为清品 化人心为良善 那其实这三句呢 是一贯的 的一个思维 我们想要 寄世界 想要玩世界 想要达到呢 世界大同 那一定呢 必须让人人 改二向善 让人人呢 破迷开悟 最后呢 都能够转返成圣 那只有每一个人 都达到 这个转返成圣的境界 那么 计世界为大同 那么 他才能够 达到 所以我们说 要帮助 弥勒祖师 搜 搜远 普渡 九六亿 元胎 佛子 都是要帮助他们呢 回归本来的面目 所以这个回归本来的面目啊 那就是 悉胜 悉贤 就是呢 成仙 作佛 那么因为呢 圣贤 这个佛菩萨 这个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所以呢 我们只要呢 把外在的这些 干扰 这些障碍放下 那么我们就能够 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那所以呢 从这三句来讲啊 我们说修行 必须呢 从 人的 信 心 身 三位一体啊 来下手 那 那信是我们的根本 心呢 是根本的造型 那身呢 是整个 心性的一个工具啊 那所以说 身是一个 之业 所以身不是我 如果说我们把 身认为是我 那么我们就是 舍本竹墨啊 但是呢 身 话说回来 其实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 我们必须借着这个工具 借着这个肉体啊 来 好好修炼 来重新呢 这个 好好地 修 修起 来把它晚化 来把它计划 那所以 心变成说 性跟身 的一个桥梁 那么心 它可善可恶 那么可以帮助我们 上天啊 可以帮助我们下地狱 虽然说对性来讲 没有所谓的善恶 没有所谓的天堂地狱 但是呢 我们硬化在人世间啊 我们以这个肉体的方式 出现在人世间啊 我们必须有心的功能 那这个心的功能呢 主要来自于性 它的一个资料 那心呢 那心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外在的染成太多了 于是呢 心不能够完全照真主人的样子来呈现 它也会有这个外贼的样子 我们说五欲六成啊 那五欲六成呢 把我们的真主人蒙蔽住了 以至于说 心的一个意识 或者是说我们所意念 结果就偏差了 那偏差了 以至于我们的身体 会去做各种偏差的行为 那偏差的行为一产生了 每一个人就会有这种对立 抗争的现象出来 我们所谓的因果现象出来 所以整个错综复杂 我们说的因果盘根错绝的交种 就好像蜘蛛网一样 那么看起来是一个很庞大的蜘蛛网 但是呢 牵动其中的一丝啊 整个网就会动 那所以呢 牵一法而动全身啊 其实呢 人跟整个因果网啊 都是在蜘蛛网 里面的一个环节 那所以 人怎么能够自身事外呢 整个世界的 这种沉住意 意滅啊 都是人的因素在里面 人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所以讲到 据世界为大统 我们必须把 人的本分说清楚 把它做起来 我们说回归自然的生活 人要回归自然的生活 那么跟大自然一体 那大自然一体就是道啊 人跟道在一起 就好像张子强乐 鱼在水中 鱼不只有水 那水呢也不只有鱼 两个人交融在一起 那这种 这种关系啊 就是人跟道的关系 人在道之中啊 那么但是呢 人不晓得自己身处在道中 以至于说呢 我们没有办法 了解到自己 在心理上 所保留的那一份道体 那所以心的作用就变成了 不是完全的作用 六贼当家 或者是说五欲当家 各种的脾气毛病当家 所以我们的天良明媚 造成现在世界的混乱 造成天灾地变不断 整个人心惶惶 那最近的新闻 澳洲的科学家报道 那说呢 这个如果说 各国的政府 还不愿意去正视 气候暖化的问题 那么到了这个本世纪末 那澳洲呢 这个地区啊 它会有三分之一的 这个城市啊 会进在水中 也就是说水平面会上升 整个海 海平面上升 这个 二十五万的民宅啊 通通会泡到水中 那所以 澳洲的科学家呼吁 政府要正视这个问题 而且呢 应该提出这种 改善的方法 那么要怎么改善呢 我们想想 这个天灾地变 如何改善呢 我们说 以前说 一个地方 有阿罗汉注释了 这个地方呢 不会有天灾地变 那么一个国家 有圣贤 有佛菩萨注释了 那这个国家呢 也不会有天灾地变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圣贤人要去哪里找呢 佛菩萨 又在哪里呢 想想 今年末拉克的台风 这个水灾啊 那么灾情这么惨重 我们也没有办法 阻止它的发生 那未来的灾结 还有多少 我们也不知道 电视呢 报导说 玛雅文明啊 在南美洲 这个国家 已经灭亡了 但是呢 他们当时预言 人类到了2012年 那就会灭绝 也就是说 这一年就是世界的末日 所以有人根据 这个预言啊 拍成一部电影 那这一部电影呢 现在正在上映之中啊 那也造成一个 很大的轰动 那到底大家是想去 看那种震撼的画面呢 还是去省思 这种末节后的世界呢 这个详细 只有大家自己清楚 那所以我们今天 身为一个儒家的修行人 现代的一个知识分子 我们应该有 范仲淹 他所说的先天下之 而幽而庸 这样的一个担当出来 那么这样的担当呢 就是在世界末日 还没有形成之前 我们要赶快 来阻止世界末日的产生 当人心还没有 完全沉沦的时候 我们应该呢 让这些 整个人心啊 都是能够改二向三 能够呢 晚化世界的清平 帮助世界走向大同 那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要想一想 其实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这其中的一个分子 那么如果 我是其中的一个分子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好好的形式啊 我们必须 把自己的心性 把它调好 你的家庭 你的这些家族 亲族朋友 乃至公司 这些关系呢 是不是都处好了 你是不是真的达到 君亲师的一个标准 那所以 我们刚才才讲 信心深要一起修 那其实呢 怎么入手的方法 就是回归到 我们个人 证几成人啊 你自己不证了 你如何成就家人 如何成就 公司的员工 或者是说这些同事 如何成就 我们所说的众生呢 所以信心深 是我们当前必须要体认清楚 体认清楚 就是我是一个 圣贤人的这种 原貌 我的本来面目 就是圣贤人 所以说 孟子说 姚圣信也 姚圣人是信德的 一种 follow 那么姚圣 他以道成肉身的样子 呈现在人世间 来帮助世间 这个达到世界大头 那么今天我们 要负担起姚圣 这样的一个责任啊 让这个世界末日 他的推迟 他不要形成 让人这个天堂的乐土啊 真正的视线在人间啊 那么这样呢 想想现在 人心已经这么乱了 天地已经这么乱了 我们还有机会做吗 我们还做得来吗 其实 还可以做得来 还可以做得来 是因为 我们今天在新闻媒体 所看到的 都是整个社会 他所要报道的重点 那有百分之九十 这些行善的 这些好人好事的部分啊 新闻报道并没有报 那他为了追逐 人的这种感官刺激 为了打响自己的那种 报道的收视率啊 所以呢 他必须去报道 这种人心最险和的一面 这几天有人 把自己的 小朋友给杀了 那只有报道这个啊 才是真正的新闻啊 你报道好人好事有什么用 人家也不爱看 所以这真的 成了一个社会的 一种负面现象 那么社会教育 变成一种负面的教育 这个呢 跟新闻媒体啊 有很大的关系啊 我们真的要呼吁 这些新闻媒体人员 他们要有英国的观念 他们要有政治证件 当他报道出这个消息 对这个时代影响有多大 对于这个世间啊 影响有多深 那至于呢 这个后代的子孙呢 他影响有多剧烈 他要思前想后啊 要顾虑到这些问题啊 并不是说 忠于人貌 把他报道出来 这个叫做竞争职守 那完全搞错了 今天世界大董 最主要的杀手 就是这些新闻媒体 如果不是他们这样在炒作 乱报一些负面的消息啊 我们人心怎么会变成这么乱呢 所以新闻媒体是一个 很重要的媒介 今天能够改变国家的 两种人啊 第一个是国家的领导人 第二个就是 新闻媒体的老板 这个新闻媒体的老板啊 如果是 以追求这种政治政见为主的 的一个范围啊 那他所报道的内容 他所讲述的 他所演出的 都是这些正面的 那他为了金钱而不顾一切 那么他报道的 就是这些负面的 那所以这两种人 是影响国家社会前途啊 是最主要的 两个人物啊 但是呢 这两个人物 目前我们都不看好 不看好 可以从社会上的 的这些现象啊 来知道 佛菩萨圣贤人 他们谁的 能够化身成 政治领导人呢 谁是这种 新闻媒体的菩萨呢 好像不容易找到了 真正今天在讲 五伦八德 在讲三刚五常 在讲佛菩萨的教育呢 其实还落在修行者的身上 还落在这些 有志之士 真正在默默推动的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 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大 那么他的力量呢 不输于领导人 不输于呢 这些新闻媒体 因为他是属于潜移默默的方式 那么这个政治啊 媒体啊 那是属于这样 一时顿线的方式 突然爆炸出来 那么后果呢 自己去负责 那所以说今天 我们讲到 既世界为大同 把他定在 每一个人的责任 那这个 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必须呢 是有担当 有作为 有智慧的 有学问 有道德 那他呢 才有力量呢 来推动 整个世间人的教化 我们讲智仁勇 孔子说 智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那一个儒家 的修行人 他必须具备 三达德的一个标准 智仁勇 一样都不能够缺 那他呢 才能够圆满的展现 他的理念 能够呢 真正的 落实到 我们的社会 改善 社会人性啊 也就是达到 既世界为大同 这样的一个目标啊 必须自然有 你看智慧 的具足 智慧的具足 那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 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他们的福报特别大 公司大 这个 这个资金雄厚 员工多 影响力大 但是呢 如果说 他没有智慧 来享有这些福报的话 那么他的福报呢 会造成 更深的因果 更多的乱源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有福报的人 必须要有智慧 这个是我们必须 很清楚的了解到 有智慧的人 他用他的福报 来挣起成人 来救度世间 的这些贫困的 弱势团体 来帮助世间人 达到这个美善 的一个生活 那这个是有智慧的人 如果没有智慧的人 利用他的福报 那么个人的享受 自私自利的追逐 结果呢 造成 整个世间啊 一种种族的对立 一种人情上的 一个抗中 那么也造成 他自己 在人世上啊 很深的因果 因为他不知道情上 所以他的福报呢 都不断的在想 享受在这种 明文立养 五一六成 贪真吃爱上 所以这些福报 哪有不照恶的道理呢 那福报想完了 他就继续堕落 堕入到更深的 这种痛苦的渊源 所以 有福报 必须要有智慧 那么 有一种人啊 有智慧 但是没有福报 那这些人呢 就很像我们 古时候 这些隐居在 这种小巷里面 隐居在山林里面 这些有学问 有道德的修行人 那他们没有福报 但是呢 他们有智慧 他们可以用智慧 来教化众生 来帮助众生 来启迪众生啊 所以虽然他们吃得很险肉 住得呢 很困窘啊 可是呢 他们能够在处世代人之中啊 能够处理得很远央 甚至呢 可以正习成人 这个是有智慧 却没有福报 那么这个都还不思维 一个圣贤人 一个君子的标准 那么有 没有智慧 没有福报的人 那没有智慧 没有福报的人啊 他是一个 比较下阶层的人 我们说比较低级的人 比较下贱的人 因为他没有智慧嘛 他也不懂得去读书 所以呢 他也没有个人的思想 那他也不会去创业 也不会呢 去什么组织管理 他不懂得这个 那他没有福报 生活呢 非常的穷困 有一餐没餐的 需要 这个社会的救济 绑绑的帮忙 但是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样的人呢 他所造的恶呢 比较少 他造的恶比较少 所以形成 社会就不会有这么乱 这个是没有智慧 没有福报 那最下一等的人呢 是有福报 去没有智慧 那这样的人呢 在这个世间呢 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他没有智慧 所以完全是自私之力 那他的行为呢 完全都是为了自己 所以他做 他的行为 因为他有福报 所以力量很大 影响的权限也很大 影响的范围呢 也很大 那所以他可能造成 各种负面的现象啊 这个存留在世间啊 那个力道会很久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的因果就很深 这是有智慧没有福报 那所以我们 必须要清楚 智慧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 智慧是圆满的 那么今天为什么会说 有的人有智慧 有的人没有智慧呢 那么可见呢 这个智慧啊 是随着 我们的自信的 这种 光明的程度啊 来成比例的 也就是说自信 如果说 有八分的光明 就有八分的智慧 有十分的光明 就有十分的智慧 那么你自信的流动 只有两分 当然你只有 只有两分的智慧 所以自信呢 在儒家讲 就是道德 道德的流露啊 道德的实践啊 你到底可以 做出多少来 那么你的智慧呢 就可以达到 那个程度 所以道德实践 那个笃行的功夫啊 才是一个 儒家之 修行人 他所要去努力的方向 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这个是智者不惑的道理 那仁者不忧呢 人 就是爱人 人就是我眼中有人啊 你看两个人 我眼中有你 就是说 我尊重你 我用这个平等心对待你 我关怀你 把人呢 看成像自己一样 那么你对待自己 当然呢 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别人也是需要 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你自己的享受 就是别人的享受 那这是一个 很平等的 这种 心境 所谓如人转进啊 这 同 同与如来啊 那么你把人 当成像跟自己一样 那么你没有不尊重自己的 你没有不希望了自己 自己向上了 那这比喻说 水一定会 救下 人一定会往上 那这是因为 心信实 人的信呢 就是追逐最圆满的 那一份精神上的领域 那一份 这个无私无求 那种境界 所以呢 他对待人 是仁慈的 是不爱的 所以你看地址 地址规 他讲到 凡事人皆去爱 天同在 天同父 地同在 那只要是人 我都得去爱他 那么这个讲到 佛菩萨 这种平等的爱啊 他是没有等级 没有差别的 只要是人 我都应该 把他当成像佛菩萨 像圣诚人一样 的恭敬他 因为呢 那个是在恭敬我自己 这个是忍者 所以 忍者无敌的道理 其实就是这样子 你看 无敌就是说 没有 对立的 现象 你跟任何的人事物 都没有对立 那没有对立呢 人家就不会障碍你 不会阻碍你 所以呢 你的这个人心呢 可以扩及到整个 虚空法界 当然 儒家讲 整个全天下 忍者无敌呢 他的一个境界 那是包容换路 那是扩及到整个全天下 所以呢 他因为爱全天下的人 所以全天下的人都爱他 你看 你看我们第一道 这些圣王的历史就是 就是这样 最好的历史 周文王 当时呢 周文王 有这个封图 有周这个封地 结果呢 所有的人民都跑去他那里 所以他的这个国力啊 就越来越强 那他为什么 会有这么吸引力呢 因为他仁慈爱人 所以呢 所有的这个天下人 都跑去他的国家 那他的国家就变成一个大国 相对于无道的这个昏君啊 周文啊 那他 他当然 就取而代之 用人来治理天下 所以孟子才说啊 自诸一夫啊 所谓独夫啊 而不是诸一个国王 所以周王是一个独夫 那这个文王呢 他是一个人王 人者 是一个圣王 那他这个心境上呢 是天跟地的差别 你看我们中国 到了清代的末年 为什么 赶不上 同时在 西化的这个 日本 对于这些欧洲国家呢 我们科技别他们超越 但是呢 回头要去学习他们 却呢 没有学习到这种 他们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技能 学这些表面的功夫啊 须有其表 那同时间 日本 推动了这个 云制维新啊 他们的天王 为了希望呢 能够国家更有钱 所以在 三餐上 他只吃一餐 把其他的两餐 省下来 省下来的钱 送他们的子弟 到欧洲去流血 那他们的子弟 回到这个国家 没有不尽心报国的 所以为什么 他们明治维新 那么成功 那相对于 当时在 中国 的国王 皇帝是谁呢 其实皇帝 是慈系太后 这个慈系太后 虽然没有挂 皇帝的名字啊 但是呢 当时的这个 光绪啊 同志 这些皇帝啊 都是在他的 掌控的范围之下 所以呢 这个慈系太后啊 完全是自私自利 完全是 贵为个人的享受 那他没有智慧 国家动乱的时候 问人 问神 不问人 什么叫问人 不问神呢 因为呢 他当时啊 把这些三教的经典 都抛弃了 那么满清 他们本来是一个 佛教的国家 这个 喇嘛的 喇嘛为宗教 但是呢 他们也放弃这种佛教了 听说他们也有在研读 这种 这个阿弥陀经啊 无量寿经啊 在沿途这些经典 当然也不 不停的 挺这些文学的 大儒者 经学的大师啊 来宫中讲学 可是呢 慈禧太后 完全不理这个 所以到了慈禧太后之后啊 整个中国的国势啊 就变得 这个脆弱不堪啊 可以说不堪一击 所以为什么 同时在西化的两个国家 日本比中国小那么多 可是呢 日本竟然可以打败中国 而且中国呢 是毫无招架之力啊 造成了我们之后的 这个后人啊 在这个两百年的历史之中啊 完全处于 这种被挨打的状况 到现在呢 我们才可以看到了 中国人 好像有点觉醒的样子 那这其实啊 我们必须清楚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 我们把我们祖先的 这些文化遗产啊 把他丢掉了 自己把他放弃了 慈禧太后之后的这些人啊 他们认为 全盘西化 才是中国 这个革新的主要一个手法 所以呢 把老祖宗完全否弃掉 四十五金 丢入毛坑里面 完全否定掉了这些 所谓的封建思想啊 那所以呢 人心迷惑了 那我根本不要了 就去学习 学习这些船间泡利 那我学习这些科学记忆 那学习 后来 在这个一百多年的过程当中 现在的 整个 中华民主啊 可以说 士气非常低落 对自己没有信心 对老祖宗没有信心 那如果不是说 大道在台湾兴起 我们真的不晓得 原来我们老祖宗 为我们留下了一个 非常好 非常珍贵的一种典范 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回过头来 好好地来修学 老祖宗所留下来的这些智慧啊 我相信 中国了 很快了就可以 在立于世界 成为一个 一个大国 一个强国 那中国强国 为什么要成为强国呢 中国变成强国 最主要的 一个考量啊 它是要用 王道 来拯救 天下 这个王道的思想啊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 忍者 忍者 忍者无敌啊 忍者不忧啊 这个忍者的一个典范啊 那么王道文化 我们是顾及到全天下的 它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强 所以中国强起来的味道的意义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清楚 如果今天 哦 这个中国强起来了 现在当然看出趋势了 中国真的强起来 但是我们必须让它强起来的意义啊 这个目标是放在王道文化的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这种汉唐的在线 汉朝 唐朝 在中国 兴起 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很好的代表 但是呢 那毕竟是这种霸道文化 那王道文化的思维呢 非常的 比例上非常的少 但是还是有 要真正的是王道文化呢 必须是 周朝 周朝那个呆头的观念 周公自理作业 所形成的整个教育 整个天下的架构 哦 我们知道周公是圣人 那他是文王的 文王的儿子 哦 武王的弟弟 所以呢 他们一家呢 都是圣人 那他的所制定的这些思想 都是用圣人的心 所推发出来的 所以呢 忍者无敌啊 就是圣人的心啊 那圣人以天下为己任 所以呢 周公自理作业 是把整个天下的范围 容纳在自己的 这个心中啊 所以要如果这里天下 他自理 他用出一套 这样的一个制度出来 哦 形成一个很 很美好的典范 我们说宪法 哦 周公这一套宪法 如果说 他的子孙 能够继续沿用下来 那么我们相信 周朝不会亡国 那时候 我们如果说 中国人 在把周公自理 作业这个精神 哦 当然我们也不主张 完全的使用 但是呢 他这个精神 我们必须呢 把它萃取出来 那周公 承袭周公的精神呢 就是孔子 那孔子最没有政治色彩 所以讲孔子呢 人家都不反对 讲儒家的思想呢 没有一个宗教呢 敢反对儒家的思想 那所以周公孔子的一个理念啊 就是一个忍者不忧的一个知识啊 所以周这个孔子希望恢复周文 来达到的 的这种世界大统啊 是摇天顺日的世界大统 还不是周公自理作业的世界大统 但是他知道周公这一套标准啊 可以让世人达到摇天顺日 所以呢 他积极恢复 这个周文的话域啊 希望了 这个有一个国家的国王 能够采纳他的建议 能够实施他的建议 让这个国家呢 达到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水准 那我知道孔子 他虽然没有成功啊 但是呢 他的精神却也流传下来 他的精神 沉积了这个2500多年的酝酿啊 到现在 大道显然在民间 大道硬化在人间 所以呢 现在呢 大道应运 真的我们可以讲到 这个 自仁永三达德 来 治理世间 来解救百姓 来达到 既世界为大道 这个是 忍者不忧 那勇者不拒呢 勇者不拒 就是你要有 大四大非的精神 真正勇者表现的最好的 那就是观公啊 他用将军的形象 拿着一支青龙隐约刀 把这种是非的标准啊 他把它长得很清楚很干净 那所谓春秋的精神啊 就是这种大四大非 大善大恶 的一个标准 所以在他的 春秋的精神啊 必须要有勇气的人 才能够升任啊 那这个勇气呢 他是秉着一个 政治正念 秉着一种 正邪不两立 这样的一个立场 正邪不两立呢 他不是说 因为他不慈悲哦 而是呢 因为呢 整个众生呢 你必须让他呢 保持在这种 清静的 这种心念之下 这样呢 他才能够走上绝路 他才能够真正的 这个转伴成圣啊 所以是非标准 必须呢 在人世间 必须把它分碰清楚 哦 但是呢 我们我们讲到说 那不是有所谓 太极精神吗 哦 是跟分里面都夹杂的 这种模糊地带吗 那这等于是讲到说 我们知道 我们心性的一个状态啊 心性的一个状态啊 如果说 你是一个很明 哦 所谓 敬而不反 哦 清而无邪 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你可以说 把这种 不好的 把恶的 哦 把非的这个部分啊 把它包容进来 可是呢 这个包容的过程呢 你是很清楚明白 很清楚明白 所以呢 你能够用你的德 你的智慧 你的学问 来感化它 来把它扭转过来 让它呢 真正的 走到纯 这个止于至善 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如果说 一般的人 他没有这种智慧 没有这种修为 那么呢 他还是必须 遵照着 世间的礼法来走 那他 比较不会呢 走向错误之徒 哦 我们佛家 也讲规律 规界啊 儒家讲这个礼法 那世间呢 讲叫强调法律 事实上呢 这个就是一种 人世间的标准 做人的标准 当你在人世间 主事待人 哦 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啊 那么你就必须 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的实践呢 你必须要有勇气 去把它推动 那你会说 啊 连这个也需要勇气吗 是啊 你没有勇气 你如何守理呢 在人情奋济之中啊 常常会被人情所扭曲啊 没有这种是非标准 你常常呢 会因人而 而判断的事情 我们说人都是偏心的啊 那么偏心的就没有 是非对错的标准 所以是非对错的人 只有智者看得清楚 忍者呢 他做得出来 那勇者呢 他必须 把他判别出来 哦 勇者做到了 那所以 为什么说智人勇 是三位一体 他是不能够偏废的 那你看光三帝君 那他的勇 他是收音不二 他是纯然至善 你看他对于这个 对于君王的忠 对于他的大哥的忠 他是不留有一丝好的 不怀疑在里面 一丝毫的染杂在里面 他是金钟啊 跟日月一般 这样的一个皎洁清明 他的意气呢 是跟整个天地一体 所以这样金钟 这种意气 他是一种 这个大勇的表现 你看曹操对他 这个上马金下马银 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的 对他这种人情的 这种公式啊 他还是没有被这种 人情公式给软化掉 他坚持的 他的一个 做然做事的原则 对于忠的这个标准 他呢 毫无所折扣啊 所以他做到一个 大勇的精神 你看我现在在写 适配十则 这个十则传里面啊 那么当时 鲁国发生灾难 吴国的夫差要来攻打鲁国 那鲁国呢 在这个 士兵之中啊 选择三百名死士啊 准备去 魔银公寨 刺杀 吴王 那要刺杀吴王的 这个三百名的死士里面啊 竟然有孔子的弟子 有若在里面 那有若呢 在我们孔子的论语里 看得到 他是一个文武全采的人 那么武的部分我们看不出来 从这件事情 那个左传里面的记载 知道有若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那如果说 没有这些勇士啊 那么鲁国早就灭亡了 后来呢 有人建议说 这三百名死士啊 可能也成就不了大事 白白的牺牲啊 不如放弃 所以呢 这个鲁国这边 就放弃 魔银公寨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呢 传到吴国的国君耳中啊 就发觉到说 哇鲁国真是不简单啊 鲁国有能忍啊 我不能够忍 随意攻打鲁国 那鲁国的这些人啊 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啊 愿意牺牲自己的身体啊 来保护国家 还听说有若在其中啊 孔子的弟子 这个游子啊 生在其中 三百名的死士之一啊 所以他知道说呢 鲁国是一个 很有根的国家 那这个有根的国家 有圣人的庇佑啊 你不可以随便攻打他 后来他就退兵了 那吴国就退兵了 而且呢 自己愿意跟鲁国和好 不再攻打鲁国 你看如果说 没有一种勇气啊 那么你用什么能力 来保护国家呢 我们说保护家庭 也许我们可以理解得到 可是呢 没有国哪有家呢 没有整个世界 哪有我们的国家呢 地球都不见了 那么我们人要生存在哪里 想想看 这些因果的关系啊 这整个联系上的关系啊 所以我们今天 要讲 既世界为大统 世界都不大统了 我这个国家怎么大统 我这个家怎么大统 世界都不稳定了 我这个家呢 是大统的 那么你说 你这个家的大统有意义吗 每一个人都流离思索 每一个人呢 受冻饥饿 可是呢 你家呢 却是一个大统世界 有饭吃 做得很安心 那么你存在这样的一个世间 你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你没有意义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华人 到国外去 去设厂 去经营公司 去打拼事业 结果呢 华人 一向为外国人所排斥 尤其是呢 那些 这个落后的民主 他们排华的这种理念 非常的强 那为什么会排华呢 因为力不均 这个利益分配不能够平均 贫富差距太大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辱将来修行的 我们为了宏道 到国外去 开公司 公司很赚钱 结果呢 我们自己赚钱 你旁边的这些 人民啊 他看着我们赚钱 他每天的三三不济 你说 你这个道 传心在里 有意义吗 他恨都恨死你了 他怎么可能还会想 相信道呢 所以你赚的钱 是要用在整个世间众生的身上 你回归到整个世间的身上 而不是说自己想用 自己想用完全错误 那自己想用了 只有跺到地狱里面去 你要能舍啊 这些财富啊 是越舍越多啊 能力也是越舍越多 那舍要有勇气 舍啊 你要敢放下 你要敢布施啊 你要能看破啊 这个就是舍 这个就是舍的担当 舍就是一种勇气 这是我们讲到一个人 自然勇 他必须要拥有的一个学问道德 你记世界为大董 结果呢 你这个自然勇 这个标准不足 你标准不足 你如果记世界呢 不要说为大董 记世界都打得高 你世界长治久安了 你还要让他达到一个大董的标准 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啊 大董是什么 大董是让每个人 都能够回归自然的生活 回归自然的生活 就是我们讲的 三刚五常五轮八德 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们说人法道 道法天天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道就是自然 道是那个体 自然是那个愿 所以道法自然 那人的自然之道是什么呢 人的自然之道就是 人人刚常 那你人不讲真的 你光讲心性 光讲这些 无我的道理 苦空这些道理 都是 玄坦 玄坦不能够记事 玄坦呢 不能够呢 真正解救众生的苦 那必须呢 让人民 每一个人 回归自然的生活 教导他们 他们今天 作为一个人家父母的 你必须要 光照你的小孩 慈爱你的小孩 那么你作为一个小孩呢 你必须孝顺父母 你必须 有爱兄弟 这个呢 是回复自然的法则 你要谨守本分啊 在员工你要尽忠 跟 同事之间 你要有信用 生意场上 要讲诚实 以诚待人啊 这些老掉牙的论调啊 虽然 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 可是呢 我们今天就是 这个东西撕掉了 人跟人之间 已经不讲 三纲五德 三纲五常五伦八德 都不讲这个了 都不讲这个了 光谈那些禅礼 那些佛法 光谈这些宗教 光谈这个法会 布施 那么你的根在哪里 你要想想看 你的根在哪里 你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那你不好好地去 爱护你的子女 把他们教育好 让他们成为 社会上有用的人 那么你这个子女 来到社会 又带给社会 另外一种问题 你说你有没有因果 你有没有罪过 你还是要 要去承担他 那我们说因果 不是说 你不相信就没有啊 你不相信 还是有因果 因果还是照样在运作 不会因为你不相信 你就不用得到 因果的报应 没有这种事啊 所以我们今天 圣贤人的教育 叫我们呢 把伦理做好 把道德培养好 把这种因果的理论呢 把它呢 把它说清楚 还有呢 我们在世所需要的 这些科技 这些知识跟记忆 把它学好 这个是儒家 教我们的 既世界为大懂得 一个标准 你看伦理 伦理就是人的伦常 人一定有一个 一种道在走 你今天是父子 有父子的道 君臣有君臣的道 朋友兄弟夫妇 有夫妇的道 所以我们今天说啊 世间那么乱 世上从家庭开始乱起 家庭乱了 是谁先乱了 夫妻先乱 夫妻是家庭 主要的一个角色 但现在夫妻乱了 夫妇有别 结果呢 现在夫妇没有别 别就是一种尊重 互相敬重对方 阴跟阳是一体的 但是阴跟阳 你这样 那 那 他的那个分量 是同等重要 现在的女人也出头了 所以要讲男女平等 这个平等呢 是在这种心理上平等 而不是啊 在世上向上平等 哦 这个是有别 所以我们 我们 讲啊 男主外 女主内 其实这件事情 常常被人家给扭曲了 那么男主外 女主内 现在女人都 都要出来了 那么 女主外 男人 男必须主内 你必须去管理家庭 这样阴阳 才能够协调 哦 男女无别的 男女都要出去 结果呢 小孩没有人顾 只要给托儿所 只要给保姆 结果呢 他们在小时候 没有受到一个 父母亲 很优良的教育 很这种 很这种慈爱的照顾 那这个小孩子 这样长大呢 造成 心理上的不平衡 那思想上的错误 结果呢 也就引发 各种 社会上的问题 那学校呢 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子女啊 她没有办法教啊 跟没有扎好 那现在呢 不能体罚 不能够打骂 哦 不能够呢 用盈利的这种教法 结果呢 老师自己也搞不清楚 不知道怎么教 因为老师也没有学这一套 老师也是照着这个 世间的乱象在走 现在有圣贤人 才懂得这个道理 但是呢 我们说圣贤人到底要去哪里找呢 佛普通常在哪里呢 现在道场 还有一种道场的教化 我们说宗教的教化 宗教的教化 也许还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但是他都没有比这种家庭的教育 还要来得影响深远 那所以孔子说乱邦不拘伟邦不入 那么乱邦伟邦的标准是什么 那就是离婚率跟犯罪率 这个地方离婚率太高了 那是乱邦 每一个人都想出去 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跟冤亲在主碰婆 结果选择避开的方式 那避开 避开好了 问题又产生了 你不去解决 让问题越积越多 越累越大 结果造成不可收拾 你看你今天碰到冤亲在主 我们说夫妻有可能 应该说都是冤亲在主 但是你这个问题不惜解决 你没有把这个课题修好 结果呢 相欠 相讨的部分呢 没有圆满 没有圆满你就避开了 结果避开了 结果累积更多的 这个负面能量在那里 以后碰到的 大家讨报的更多 那种手段更惨烈 这个就是乱邦嘛 乱邦造成了青少年犯罪率提高 你看现在犯罪率下降 整个的社会呢 人心动荡不安 小孩杀父母的 小孩杀老师的 这个在新闻上比辟皆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整个这个三纲五常 五人八早的体系已经错乱了 错乱了 没有办法去世界 我们家庭连童 连一个小童都做不到了 如何做到大童 如何做到大童 所以 有心的人士啊 今天从自己做起 从儒家告诉我们的 这些老祖宗的元女原者做起 我就是从自人勇修起 我就是从这个三纲五常 五人八德 从这个道之宗子 佛归礼节 慢慢一步一步来做起 自人勇上下面是五轮 五轮的做法 五轮的做法你做好了 你就达到自人勇 好 今天 是道之宗子 是最后一堂课 我们讲到 继世界为大童 中国有一道 内圣外网的学问 那么这一道学问呢 普遍用在 我们中国的知识里面 那么 世人 这些读书人 当官之后啊 把这一道的标准啊 用在治理国家 人民的身上 那么如果说 他的人根 他的根基力的好 那么他的国家呢 就会 成平 就为了 是一个盛世 是一个盛世 那我们中国 在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来看到中国的 这个自乱兴衰啊 那这一道学问呢 就是大学所讲的 就是大学所讲的 你看他的顺序 你看他的顺序 是从这个平天下治国 开始的 所以 为什么不是从格物呢 你看中国人 中华民主 他的思想 那就是呢 这个 国之下之家 家之下之人 那么如果没有国 就没有家 就没有人 那但是呢 国家又是人所组成的 所以呢 人的根啊 要立好 人的根呢 要立足了 那这样呢 这个国家 才会兴盛起来 那由这一点的顺序 我们可以看到 一点道理 那就是 中国人 普遍把 这种修身的原则 他的目标 是放在 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上 也就是说 他这个 格物自知 修身齐家 他的那个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世界大同 是为了 平治天下 如果不是用了这个目标 只是为了自己的家族 为了自己的 妻子儿女 那么呢 你的 这个 格子修齐 这样的一个功夫啊 还不能够 圆满 就是不能够 达到内圣外往 的一个圆满功夫啊 所以内圣的功夫 我们昨天 用自人勇 这三个字来代表 整个 格物自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这样的一个代表 那这是一个 大学跟中庸 的进入 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也是一样 那么大学用这一套呢 从格物开始到 平治天下 然后呢 从平治天下 又关怀到 关系到人的 这个 心性上面的修养 这个可以说是 本末一体 那么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断续 那中庸的进入呢 它是首推 这个五轮之道 从五轮呢 来发挥 人的智人勇 用智人勇 来推动这个五轮 的关系 那智人勇上面呢 还有一个成 成的标准呢 就是 儒家所说的道 那道他为什么不讲道呢 因为呢 成 他是在世间的 那道呢 道是整个天下的 那所以在道在天下 他有他的这个道 所以可见呢 道呢 把他在人世间 把他具象化之后 具体化之后 那就是成 这个字 所以他讲成 成者天之道 成知者人之道 那么这 中庸跟大学 这两道学说啊 都是辱门的 一个修学进入 那么 其实呢 分而不分 不分而分啊 所以你看我们说 智人勇 走到智人勇 就是代表这个 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 修身 这个部分 好 那齐家治国 平天下呢 我们把它推到 这个成 这样的一个境界 也就是说 只有达到成的境界 去成之 达到成 那么你才能够呢 在这个外网的世界上 做到圆满 那所以说 这两个进入呢 都是 互相的依存 那我们今天讲 既世界为大动 我记得我在泰国 跟那些道卿 在讲课的时候 我教他们呢 回归自然之道 那么我所说的自然之道呢 就是 三缸五乘 五轮八德 我的题目是道法自然 那么人的道呢 是性理 自然呢 就是呢 五轮八德 所以呢 人如果能够 遵循五轮八德 这些三缸五常啊 那么人就回归 自然的生活 那回归自然的生活 那不是我们 要追求的目标嘛 为什么不去做呢 那所以 在那边的道心 当然他们可能 长期受了这种 佛法的熏陶啊 那认为说 我讲的道理很浅 听不出什么 高深的道理啊 那么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到底要 听多深的道理呢 那你想想看 你跟朋友 你做到信用了没有 你对于这个家族 对这个长辈 你有做到 这个恭敬的道理了没有 那你夫妇之间 有没有讲求 一个互敬互爱 相敬如宾的道理 你对父亲 父母亲 有没有做到孝顺 你对于老板 有没有达到尽忠 那么你这些呢 你做到了 那么你的人根呢 就立下来了 你们标准 内上的功夫呢 就做到了 那这些你不去做 专要听 这个高深的信理心法 那么什么叫 高深的信理心法呢 其实就在这里啊 你做到了 你就体悟到了 那种成者天之道的道理 那所以呢 后学认为在那里 讲的还不够呢 气里气机啊 所以并没有让他们得到很大的感受 所以这次后学就了解到 原来他们那个国度的道清 必须要用什么方法 来跟他们讲述 那么反观到 我们今天的道场 我们今天如果不在人根上 好好的立足 那么我们要讲 祭祀皆为大同 要怎么祭呢 你说这样每一个人来求道 这样就是祭祀皆为大同吗 我想老师一定不以为然了 你看我们今天求道的道清多了 但是呢 谁能够走上自人勇之路呢 谁能够好好的来 遵行这种三纲五常五轮八德的标准呢 如果人人都做到了 那么这个家就太平 这个家一定兴盛 这个社会呢 已经平定了 这个国家呢 是长治久安的 国家没有天灾地变 没有了这个人心 问乱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 现在社会 问题就也是越来越多 浮动的现象呢 越来越明显 而且呢 整个天灾地变呢 也就是越来越平凡 我们想要 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啊 很难期望说 要怎么样达到 祭祀皆为大同 可是呢 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又充满了信心 充满信心的原因是因为 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 那么天下皆是 我还能够保存 这一股的这种清流在 那么我是不是 还可以拥有一份的作为 在这个世间上呢 那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地方 因为呢 滔滔者当价皆是 可是呢 我依然 这个立牌众议啊 所谓的立枉狂澜啊 在这个世间呢 我坚持要做一名 这个君子 做一名圣贤人的怼伴 我希望把这种五轮八德 这种三干五常的道理啊 把它推动到人世间 那么落实在家庭里面 推广到社区 社会上去 这个是我们今天修道人 应该做的道理 所以呢 在家庭里面 你第一个 这个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 你要先搞好 说搞好这个字 演示上是中国人讲的 说夫妻关系要处好 夫妻关系呢 要互相忍让 这个 我在从我太太的身上 我学到了很多 虽然感觉上呢 是很不好受的 但是呢 凭心而论啊 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 她在这方面 给我的打击很多 很大 那么我就学会呢 这个 不管事 不理事 不管钱 也不管人 反正什么都不管 她想管 让她管 那么她在批评 她在抱怨的时候呢 我就当做呢 马耳东风 充尾不吻 而需要回应的时候 再回应她 我从现在开始 我绝对不会跟你在冲突 那么夫妻之间 没有口角上的冲突 就没有剧烈的这种 夫妻的情变产生 那么我尊敬她 她就尊敬我 她煮饭 我一定洗碗 那么这个 这些动作熟了 大家就会彼此互相体谅 只要她又在批评 又在抱怨什么呢 我就是 不要 不要去回嘴 一回嘴啊 然后她又马上 顶一个嘴过来 那么两个人呢 就在问你 为了一个议题啊 这样也争论不休啊 那所以因为处于 太过这种痛苦的时期啊 所以呢 我终于发现到了 只要不理她就没有事了 那你 为什么不懂得放下呢 夫妻之间没有讲道理的 你讲道理 有什么用呢 夫妻之间是讲情啊 讲关怀啊 讲互相照顾啊 你讲个理 你也不可能站着住脚 所以很多的修道人 他们的夫妻关系 都是喜欢在生活之中讲理 因为呢 在道场学的太多了 但是忘了情这方面啊 你要把它 把这种理啊 化出于生活上的行动 那就是一种关爱 孟子讲了 推恩足以保四海 不推恩 无以保七子 这种关爱啊 就是一种推恩的动作 推恩是推什么恩呢 推这个天恩师的恩 推大自然的恩 推整个天地的恩 人世间的恩 你看我们 或许在这一生 所遭受到的 这个障碍非常多 我们现在呢 用这种 光碟的方式 跟大家结缘 想要说呢 找一个人 能够帮忙做光碟 来打这个字幕 都还找不到人 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光碟 是没有字幕的 相对的就比较吃力 那么 助缘不多 但是也是有 可是障碍也是 很多 那这些障碍之中呢 让我 更加觉得 我一定要呢 立足起来 如果不立足起来 你就什么也 什么也不是 以前呢 永远都处在 那种 愤恨不平 的心态之中 所以为什么 我的眉头 一直都是 这样纠结 不开呢 就是因为 感觉自己 受了太多的不平 那些人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那些人呢 为什么要这样的 阻碍我 甚至呢 在社会上 去讨生活 去打兵 你应该赚的钱 人家不给你 那这个 这种现象 我常常碰到 为什么呢 这原因呢 就是因为 我过去是 障碍人家太多了 过去是障碍人家 现在人家障碍你 这是非常公平 所以这辈子呢 没有办法 很自如的 去发展 你的理想 这是有一定的 因果关系 那这样的 因果关系呢 你必须学会 放下 你不懂的放下 你把别人的垃圾 放在心里面 造成第二次的伤害 造成了 这个生活上 更加持续的 一个苦痛 那么 受灾烂的是谁 受灾烂的 只有自己 对方完全不知情 对方得意洋洋 那么你自己 在那里受伤 自己把剑呢 插到自己的心头 让自己受伤 那么 让这样的一个 的气啊 负面的能量啊 越累积越多 造成了这辈子 没有办法开悟 你没有办法开悟 结果呢 也不懂得学会 看破 放下 结果造 把这种怨气啊 一直累积到 这个你的八四田中啊 结果呢 就越累积越多 这样的累积了 让自己的那种 质量 让自己的能量下降 所以啦 以后 在转世的时候 有可能就不是 以人生的方向 有可能变成 伤害道具了 这个都是谁造成的 都是自己造成的 如果自己的那一份 烦恼 妄想 执着 都没有能够放下的话 那么 你很难期待 自己能够有所成长 那记住 放下 不是换对象 放下是真正的 从心里面放下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空间之下 你都要懂得 随时能够放下 尤其是在道场 你拥有了这些后学 拥有了这些 这个 庙子 大庙 拥有了一切 那么 你更要懂得放下 把这些恩的推出去 恩不是我的 今天给我的这些 都不是我的 只是暂时给我用而已 我只有实用权 没有所有权 那所以呢 这不是我的 那所以你把这个恩 推出去 推给别人 更需要的人 更多的后学 承载的这一份恩啊 让他们更成长 更能够在 开悟的路上啊 得到光明 所以推恩 除以保四海 保四海 就是所有的全天下 你这个恩 不推出去啊 那么你永远 不晓得 你受到 多大的恩啊 因为你的信念 就那么一点点 结果呢 你一直以为 人家给你的不多 事实上呢 人家给你的最多了 我们人 今天起床 能够呢 从床铺上 这样爬起来 这个是多大的天恩啊 我最近 最近这段时间 也有好几年的 这个身体 一直 很 很不理想 你说呢 也没有什么大病 可是呢 就是全身不对劲 不是那里酸 就是那里动 那这种痛苦呢 你也说不出一个原因出来 反正就是不舒服 那么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啊 持续的被这种病魔 所折磨 感觉到说 对于人生啊 也没有什么做 也没有什么多大的 寄望 跟这种要求了 以前那种不可一世的 那种傲慢的 那种气息啊 完全呢 把它消灭掉了 我现在 学会感恩 学会忏悔 在这里 我要学会推恩 所以我现在 走到佛堂 我看到先佛 我第一个 想到的念头 我都是感谢天元师的 不管处在什么状况之下 我都是感谢天元师的 如果没有天元师的 我今天 还不可能用走路的 走到这里 甚至呢 不可能爬起来 你还会开车 你还会到某一个地方 去朝拜 像浩雪这样 每天都要 每个礼拜要去天元佛愿 那我每个礼拜去天元佛愿 这个是需要有多大的 这种力量 如果没有天元师的 我有办法这样子嘛 所以想到的都是感恩 现在人家 即使对我呢 这个慕言相向 我也都是 默然而 而听之 而受之 不会跟他变 不要跟他反驳 那这么样是不是变成一种 这个 消极的态度呢 浩雪认为应该不是 因为呢 以前就是太过积极了 所以呢 认为说 自己应该有权力 去反抗这一切 尤其对于打击我们的人 对于这种 障碍我们的人 我们更要呢 极力的去把他反驳 但是 这几年想一想 你何必去反驳他呢 你反驳他 他用更大的力量 来障碍你 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 那么 人家会障碍你 一定有渊源 以前一个美国的预言家 叫做凯西 他曾经说 人世间 人所碰到的每一件问题 都不是单独的事件 突然发生 绝对不会无由无故 然后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 这个都有前因后果 一定有他的因缘 才会造成 今天的这样的果报 那这个因缘 这个因因为太远了 我们看不到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到 即使你去问神 神也说不出个所以 只能够跟你讲个大概 你看我们能讨论那些神 他对我们指示的都只是一个大概 那要真正的认清这个理 你必须从心性上下功夫 你必须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修身 从这里开始 你才能够真正的测误到 其实我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理事因果 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你只有来默默承受 你只有心甘情愿的来接受他 而且来还还这个债 那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放下 你才能够真正的看破 无挂哀没有执着 无自义无德 一切都是我自己造的 我今天把自信给明灭住了 我本来是佛 我本来是圣人 今天我没有办法像佛 像圣人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造惹了太多的脾气毛病 这些障碍这些单元 结果让我自己没有办法 来回归本来的面目 所以今天讲既世界为大同 你必须先把自己想清楚 自己能够看破 自己能够放下 那么你再把你所拥有的这份 把它推出去 所以你看我们老师这里讲 老师讲推爱 讲推成 推功 推己 推道 推孝 把这些德行 德目了 推出去 然后呢 你才能够做到 真正的既世界为大同 所以推爱四海者 得居 推爱呢 就是把你的这个仁爱的心 推到了所有的天下百姓身上 所有的事物身上 这个事物是指万事万物 我们今天不要把物 看成是一件物 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生命的状态 那这个生命的状态呢 是跟我一体的一个生命状态 比如说它就是我的一个 那个肉体上的细胞 今天这个细胞死了 我肉体一部分的功能也必然会死了 所以知道说 你不能够再随意的破坏万物 去杀害万物 这是推爱 推爱者得居 你的道德就能够树立起来 推成者得利 推成 你的诚心敬意 我们到之中子 手两续 敬天地理神明 就是在讲推崇 所有天地万事万物 我都是恭敬 我都是能对他们 这个谦卑有礼 我不再是高高在上 我没有我慢 以前真的是太过我慢了 尤其是知识分子 对于在这方面 真的是太过的嚣张了 认为自己的不可一世 哇 不得了 不得了有什么用 你越不得了 你的障碍越多 那么到现在呢 受到各种的人事环境的磨砺 整个天地的磨砺 才知道说 人是这么渺小 而不足言道 真的为不足道 那我今天有能力 还有自己的那份恭敬心 可以去恭敬别人 那么我们要赶快去做 我们对人 对事对物 都存着一片的恭敬心 一分恭敬得 一分利益 那十分的恭敬 当然就得十分的利益 这个是推成的功夫 所以推成 者相与得利 得 就会 利起 道德呢 就是一种 标杆典范 我们就成就了我们的道德 推功 推功于天下的得益 推功 我胜能无己 神能无功 那么谁有功劳呢 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世间 谁的功劳最大呢 那个没有功劳的 才是真正的功劳 你看大禹 当时在治水 那它这个治水啊 是一阵相当难的一个工程 它是要对抗整个天地啊 那个洪水滔滔啊 它必须呢 把这个山呢 把它凿开 然后呢 把那座山呢 把它围堵起来 把它引导到 这个河道之中 一凿开一座山 需要多大的功夫啊 所以大禹要烧山 烧山之后呢 再把这个山给凿开 用人工打开 然后引导水流 水流到河道里面去 那么我常说 代理烧山那会不会烧了很多众生啊 可是呢 它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下地狱了 它反而成千作佛啦 那是为什么 因为呢 它的德很大 它可以拼到这些众生 所以即使被它烧了这些众生呢 就是因为它的牺牲而成就了大禹的德 那么大禹的德成就了 大禹可以用它的德 来操把这些众生 这些众生呢 也跟着成就了 所以可见了 那个是一种非常大的德 毕级到整个天地万物啊 这是推功 真的是推功于天下 所以大禹 治水啊 山过其满而不入 在外面十三年 才把水治好 过了自己的家庭了 也不进去喝一杯水 很有空闲 所以炸雨治水 治到最后呢 都是呢 这个驼背的 走路了 都是满山的 好像很老太隆重这样子 所以后来的人 形容 雨在走的路 就是雨步 雨步呢 就是像老人家一样 你看大雨 奉献自己 时间精力 奉献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他的功 因为太大了 所以后人 把他尊称为大雨 你看姚舜雨 这三位圣人 只有雨被加一个大字 姚没有被人家 叫做大姚 舜雨也没有被叫大舜 有啊 大舜有啦 可是大雨 人家是因为叫了大雨之后 总是也叫了大舜 雨的功劳真的是很大 所以这样的功呢 非常大 所以他的道德呢 就非常的纯良 那么功劳很大的 这些历代人物啊 相当的多 我们讲到师尊师母 那因为这个功劳啊 也没有话讲 把道呢 普及到这个 这个全天下 那师尊呢 是为了普及这个道物啊 把自己活活泪死 那师母呢 为了把道啊 洪养到海外啊 把自己呢 活活观世 你看呢 这些圣人 都是推功于天下 所以他们的道德呢 有所谓的义德 义就是这种 很美好的 的德行 那这些美好的德行呢 都是因为推功于天下 来成就 这样的圣业 他说推己其言 得饮 道德饮充满 推己其言 就是你 不想要做的 你不想要的 你就不要了 去推给别人 你想要的 你就要去推给别人 所以你看 我们论语讲 这个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但是呢 同时有一句话说 己之所欲 必施于人 这句话呢 是西方的谚语 他在讲的 可是孔子只讲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你看这两句话 意思是不是一样呢 即使细施 起来啊 这两句话的意思呢 这个立足点不一样 立足点不一样呢 是因为己所不欲啊 是站在人性的 这种立足点啊 你不要的 就不要去给别人 这个是一种保守的做法 至少呢 我没有说 去影响到别人 但是呢 己之所欲 必施于人啊 这个呢 会影响到别人 但是你的所欲啊 并不见得是人家的所欲啊 所以 你一定要把 你自己认为好的 推给别人 结果呢 就造成对方的伤害 你看我们现在讲 科学民主 科学民主 这个是西方所发明 最好的一个人类的行为 但是想想 科学民主 真的是最好的吗 你看 昨天看那个欧巴马 跟胡锦刀在对谈 美国方面不断的强调 人类的这种 人权的自主 人权的自主 就是希望中国方面 不要去欺压 这些弱小民族 但是中国认为呢 这些民族都是我们国内的事情 都是内政啊 内政的事情 你就不要管 所以呢 相对于西藏 相对于台湾 希望呢 美国不要管 所以各有各有利点 利主点啊 但是呢 你想想看 美国讲的这种 人权自主啊 他所讲的 民主科学 其实 也不一定适用在 每一个人的身上 每一个种族的身上 你看这个 民主 制度比较好呢 还是军权制度比较好呢 想想起来呢 在军权的制度的时代 大家呢 非常守法 有一点是呢 风吹草动 就会引起 社会人心的变动 拾目所示 拾指所指 大家都会呢 去 去注意这件事情 所以那当时的治音 治安呢 非常好 我们说治安好 是相对于现代的治安而言 以前做官人 他没有事 还可以去游商玩水 他还可以留下这些文章 来 移留给后人啊 作为一种 学问道德的 这种 指 指引啊 但是现在的做官人啊 哪有这种时间呢 还可以游商玩水 还可以写文章 写书法 等等 这些呢 已经是 不可能了 那因为民主的时代啊 人人 人人平等 人人有这个主权啊 所以呢 他就想要这个主权 他想要自立啊 每一个人呢 都想认为说 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啊 要受到人权的尊重 这个表面听起来是 很有道理 但是细说起来啊 人有没有达到那个 那一份自知的 那一份水准啊 来运用自己的 独立的人权呢 想想 佛说 他说呢 一个人啊 如果没有达到 阿罗汉以上的标准 那么他说的话 你不要相信他 阿罗汉 是世间的圣人 他已经跳脱六道轮回了 所以他说的话呢 可以作为标准 他不用在六道里面轮回了 所以他的修行呢 已经到达相当的程度了 那么如果没有修到这种程度啊 他讲的话呢 你不要相信他 那么用这种道理呢 来看我们现在人啊 人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君子的程度 一个君子的标准 阿罗汉相对于是儒家的君子 没有达到君子那种修为啊 那么他所讲的话 你也不要相信他 他所要求的民主 要求的 要求的人权啊 事实上啊 他不晓得自己在要求什么 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对一个开会的人来讲 他知道 人世间的规则 他会遵守人世间的礼法 而且呢 推己己己人啊 将自己的体正啊 将自己的这种学问道德啊 来交述给其他人 来引导其他人 但是现代人不是啊 现代的人没有这种修为啊 那我们说君子的标准啊 是起码要做到 起心动念都是善的 所以君子虽然还有起心动念 但是呢 他一心未崩 出发点都是为众生着想 所以这个是君子的典范 我们的老师 我们在道场 前辈们 要求我们 修行 起码要让自己达到一个君子的标准 但是想想 我们自己啊 在这个人世间 被人称为君子的人啊 都很难得听到 哦 这个人是君子 哇 这个人 不得了 你看 但顶多是一个善人啊 顶多是一个好人而已啊 我们在世间很少听到谁是君子啊 更不用说是圣贤人了 那所以呢 相当不容易啊 那么没有达到君子的标准 他讲的话你不要去听 因为呢 他讲的话 他自己在讲什么 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有什么资格来讲 民权 哦 这个人权 民主 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在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还祈求主 原谅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你看把一个圣人钉在十字架上 那么他们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想起来那种画面会 会觉得荒荡不堪啊 这些人怎么那么恶劣啊 这些人怎么那么无主啊 怎么会把一个圣人钉在十字架上呢 但是呢 耶稣基督 即使到了现今的社会 还是一样会这样 也许会用更加惨绝的方式被处罚 这个就是人心啊 人没有办法推己己人 是因为他的修为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所以他 这个老师这里教我们推己己己人 己所不欲物事于人 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好的推给别人 因为自己好的标准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认为不好的 我不要推给别人 至少不会伤害到别人 所以康尔夫子这句话呢 己所不欲物事于人其 比己之所欲必推之于人 这个话呢 更有道理更有意义啊 然后他会讲推道 推展道物则得宏 道德能够弘扬 推展道物 那我们今天 要把道推展到全世界 那推展到全世界 我们必须要清楚 不是说每一个人来求道 这样事情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去柬埔寨的道场 那么看到很多人来求道 那个人来求道的人啊 若欲不决 哦 那个人之多啊 实在是不可想象 而且都不用出去度人哦 他们在那里听说有台湾的人要来 往四处去 去广播 那么所有的人啊 听到这些广播 就马上来这里 说要拜拜 那么他们知道要拜拜 并不知道要求道 那求了道之后呢 做什么 也不晓得 我们也没有做神学的动作 那么在 在那个道场 在柬埔寨这个大庙 晚上呢 做一些小朋友的 教学 唱歌 就做这些 那他有教化的作用吗 有教化的作用 不过毕竟就是说 那个教化的作用没有那么大 我们虽然度了那么多人啊 但是成全的功夫啊 却是呢 唯一不足道啊 所以推展到物啊 一定要自己 道德充实 哦 学问充实 然后呢 你再来推展到物 那么这样呢 才有那个扎根的地方 哦 也就是说呢 你自己 要能够了解 自己心性 的圆容 哦 自己呢 真主人的流露 那份良知本性啊 你已经证悟到了 那你已经证悟到了 了解到人 那份道德的不可思议 哦 至高无上 你愿意呢 把这种道德 把它呢 传述给别人 让他呢 也成就 圣贤君者的典范 这个才是推展到物 我们今天呢 这个当物之急 哦 集得度人 集得盖大庙 这个并不是 先佛所乐见的 哦 你度了人 你没有成全 那么 你度的人 只有让他更怨你而已 他的九旋 七族会怨你 因为你没有成全他 你把他 把他引进来了 结果呢 你不叫他修行 有这个机会了 结果他没有成就 那他九旋 七族不怨你 怨谁啊 这一定会怨 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啊 今天你要度人 你要有一套成全的体系出来 就好像呢 你在教化这个 小孩子一样 培育小孩子 从小学一直 一直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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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秋道晚了什麼都不管了 或許自己在以前的道場上 也犯了很多這樣的錯誤 那因為不曉得怎麼去成全的 可是呢喜歡去沾那個名 喜歡去沾那個崩 名之為推展道物啊 其實呢是為了自己的名 自己的利 自己有飲保濕的名 有這些講師的名 自己呢 中到這個 那個推展道物的功 這個德 結果呢 完全不知道良知本性的作用 只是呢 人云亦云 人做亦做 結果呢 我自己也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自己的良知本性都沒有流露出來 自己的脾氣煩惱 也沒有去度化 結果呢 你想要去度化別人 一忙引重忙 那不是更嚴重嗎 你自己在做什麼 你都不知道了 那不是更嚴重嗎 所以今天 要說既視界為大同 你沒有在你的人根上 做人的基礎工夫上啊 好好地把他嚇好 跟夫妻關係處好 跟父子關係處好 跟這個長幼 朋友之間的關係處好 你如何立人根呢 你如何多長道物呢 再來就是說推孝 立犯者得成 推孝 孝是所有德性的根本 我想我們在道治中子 已經強調很多次 那麼老前人 在所有的德目中 也讀推孝這個字 他說孝呢 包括所有的德性 孝地中性 禁禮廉止 只要一個孝制做到了 其他的七個德目都做到了 所以推孝呢 是今天呢 我們推動道路首要的 一個做法 我們家庭裡面就是 父子有親 這個親愛的這一面啊 失去了 那父子都沒有親了 你想要做到夫婦有別 那更是難上加難 父子沒有親 結果呢 小孩子 教育出來的 已經是呢 南方里里里里里里 來到社會上去 當然也是一個 淋淋落落的一個人格 那這樣的人格 在社會上 跟人家 跟人家做人處事 結果呢 處處傷人 處處碰壁 惹了一大堆的 這個是非人我 那麼世間越來越亂 那不是從家庭出來的嗎 父子關係沒有處理好 那父子關係首推呢 就是子女的孝道 子女的孝道 比父母親的這種 這個慈愛之道 更加的重要 因為父母親是長輩 他畢竟呢 已經給我們的 這個 時間精神 還有肉體 他已經給我們 我們今天有能力來講述 這件事情 父母親給我們太多的恩德了 所以 儘管父母親 他沒有做到這個慈愛 我們還是要做到孝道 那這樣啊 才是做仁慈的根 你這個人根立了 你這個家庭才會圓滿 家庭不圓滿 社會就不圓滿 這個就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祭師皆為大董從哪裡祭 從家庭裡面祭 家庭裡面呢 就要從這個孝道先做起 現在世間人普遍沒有在做孝道 沒有行孝道 孝道淪落了 孝道淪落了 結果呢 你師道也成就不了 孝道跟師道是都很重要 但是呢 孝道更為更笨 以前說忠孝兩全啊 忠孝 這個 不能兩全的時候啊 一孝做忠 但是呢 現代的社會啊 我們要想想 一孝可不可以做忠啊 以前的孝 是因為呢 這個 沒有辦法同時照顧父母 也沒有辦法經過到這個 朝廷上的事情 人民上的事情 所以人民的問題呢 更大更重要 所以一孝做忠 那現在不是這樣子啊 現在不需要你一孝做忠啊 我們每天可以生活在家裡啊 每天可以跟這個父母親相處在一起啊 所以孝道沒有做好 你如何把這種做好呢 你做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要講 這個推動世界大統 首先孝道要先把它立足起來 你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不管是哪一個種族啊 你通通要講孝道 你即使是原住民啊 原住民你也是要講孝道 孝道沒有了 你這個原住民也沒有了 這個我們要清楚 所以中國人為什麼自古自今 一直強調以孝道自古 以孝道呢 為人倫的根本 以孝道為一切德行的這種原始 的基礎啊 我們想到這個孝啊 真的是不可思議的 孝是一條金線啊 所以你以為一條金線是什麼 你以為那個道統是什麼 是孝字 我們說孝你看 從老母 孝不是一個老字嗎 一個子字嗎 那那個根源不是老母嗎 不是上帝嗎 那那個根源一直到這個無窮的子孫啊 這樣才叫孝 所以敬孝敬於無聲母 敬中敬於明的天 那麼你敬孝 同時就是敬中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公司裡面 在團隊裡面 到底這個人 對我的忠誠度怎麼樣 對老闆的忠誠度怎麼樣 其實你只要看他的孝道做的什麼樣 你大概就知道了 西方的企業家認為 百分之一的忠誠度 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管理 也就是說用這個忠誠度啊 可以管理整個公司的這種業務制度 但是忠誠度是怎麼來的 忠誠度不是要求來的 忠誠度是從這個家庭裡面 人根裡面確立出來的 培養出來的 所以在小孩子 在小的時候就要去教育他 你父母親你就要去觀照他 你就要去灌輸他 那父母親怎麼教呢 要以身作者的教 父母親就要做到 可能孝順的兒子笑啊 點點滴滴看眼前啊 你孝順了 你的兒子就會跟著孝順了 你不孝順了 兒子就跟著不孝順了 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點點滴滴看眼前就是 屋檐落下的水 滴落下的水都是同樣一個地方 你看到他那個 屋檐的水掉下來 都是那個地方 所以你就要知道 你怎麼做 你的孩子就怎麼做 這是推孝的道理 推孝立親啊 推孝立犯 推孝到立下這個典範 是得逞 你道德才會有所成就 這個是孟子說 推恩出於保釋海 衍生道 這個恩的意思呢 有無量無邊的意義 那這個根結的重點是孝道 所以我們對於講孝道啊 不遺餘力啊 不遺餘力啊 我在 年輕的時候 父親就過世了 那我跟父親的關係呢 也不是很好 就是說 父親呢 常常不在家 跟爸爸來講沒有兩句話 沒有重要的事情呢 見面也不講話了 所以呢 那個圓很多 那跟母親的圓 比較深 那母親呢 做牛做馬一輩子啊 喔 把我扶養長大 讓我能夠讀大學 然後我很幸運 讀了大學 就進入了伙食團 就修道 可是呢 我對於母親啊 這一層關係啊 還完全不了解 我說完全不了解喔 不是說 有一點點不了解 是完全不了解 不曉得說這個孝道有重要性 那我這個人呢 又是呢 不是說一個水 跟一個子 我不愛講話 喔 尤其這是人情世故的事情 要去找人啊 要去 拜訪人啊 這些人我是非常 不願意去做 所以點傳師 大概也 對我這個 搖頭啊 點傳師 對我那麼好 結果呢 我都不願意 打電話去他們 他們家裡面 因為我怎麼認為 打電話 未討之後 沒有話說了 很尷尬 不曉得要講什麼 所以呢 乾脆不要打 就過年過期 我從來也不去 問一下點傳師 向點傳師請安 那對於母親呢 也不會去打電話 除非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不然呢 不會打電話給母親 家庭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 那所以呢 在這方面呢 做到了 始祖的不孝 好了 母親年老了 不能夠做了 每天呢 只能夠 坐在輪椅上 四肢也不良於行 結果需要人家照顧 需要人家照顧 那兄弟呢 沒有人願意照顧 每個人都忙 那我要把他接到我家來住 我家在雲林 結果呢 媽媽也不願意 媽媽只願意在家裡面 那家裡面呢 沒有人願意照顧啊 所以家裡面的兄弟啊 只好把他送到 這個安養中心 把他送到安養中心之後 他還能夠做什麼 他已經不能不良於行了 還能夠做什麼 有望的天花板 屬日子 那是多大的無奈 跟悲哀啊 你看為人子的 一個修道人 他沒有辦法做孝道 做 沒有辦法行孝道啊 是這麼樣的無奈啊 但是呢 事情無奈啊 你的心境是怎麼樣 心境是不是 真的想要去孝敬父母 我也沒有做到 我是十足的不孝 所以在孝道上啊 我是有很大的過錯 一直打倒人家 回去了 我總是想說 希望呢 能夠有一些功德來回向 可是呢 這完全是沒有意義 生前不知道好好的孝順 死後呢 要做什麼功德 都沒有用 雖然在火師團 跟著道場 但是呢 母親能夠沾多大的光呢 那所以想到這件事情啊 後學才知道說 這個孝道啊 是很難很難 所以孝道成就的人 這一輩子就成就了 所以孝道為什麼那麼重要 那就是呢 老前人一直在強調 你一個德性做到了 所有德性都能做到 所以今天孝道淪落 是整個世界的傾向 世界傾向是這樣子 所以呢 家庭就亂了 社會就亂了 世界就亂了 所以我們今天講 既世界為大同 實在是這裡面的德目啊 好好的分析啊 是講也講不完 但是呢 我們必須確定清楚 既世界為大同 你就是要從孝道做起 從這個原點做起 從這個原點做起 那就對了 從這個人根做起 那就是正確的 其他你不要講什麼 這個清淨無為 什麼新性的道理 你不要講那麼多 你就是把孝道做好 其他的你就會慢慢具足了 你孝道不做好 你光去探究那些新性的道理 那些無為的這種 玄妙的理論啊 完全沒有意義 所以為什麼儒家收緣 儒家收緣是說 叫我們把人倫做好 把三綱五常五倫八德 這些人根的道理啊 落實在社會上 然後落實在這個國家天下 這樣呢 國家天下呢 才有一個軌道的秩序 才有一個禮法上的一個運轉 不是每個人都回去極樂禁度啊 只有這個世界沒有人管了 世界沒有人管了 讓他自生自滅 這個是非常消極的做法 念佛的人當然認為他不是消極 各位前線 大家早安 大學有一句話說 物有本末 事有宗子 之所盡厚 之所先厚 則盡道矣 道之宗子 道之宗子 降世與人世間 那麼這個是人世間 的一種福報 我們人 我們人 何德何能 能夠修到 何德何能又能夠得到 在這麼多 累積累世的變化之中 我們做過 我們做過了太多太多的 這種惡端邪說 甚至呢 惡行惡狀 以至於說 我們現在 在這個六道輪迴裡面 沒有辦法跳出來 也不曉得怎麼跳出來 甚至呢 根本否認 有六道輪迴這種事情 那麼如果說 中國人 對於道的理念 他是有悟通的話 那麼中國人 他所講的道 是在每一個生活細節上 在每一個時空之下 每一個角落之中 那你不管各家各派 有的偏於一件 有的偏於一種修法 但是呢 主要的這些思想 他都是指出人的根本 所以中國人 主要的這三股思想 就是如是道 成為中國人生活裡面 密不可分的一種指導原則 不管是羞辱羞道羞 修這個佛 那麼呢 都是在中國文化裡面 那麼這個呢 都是屬於道 那麼在 不是主要的這些學術裡面 那他也是稱道 但是呢 我們就不得不區分 有所謂的 小道 有所謂的大道 有所謂的大道 那輪語裡面講 雖小道 亦有可觀啊 自圓恐逆啊 雖然是小道 但是呢 他也有他可觀的一面 可以吸引人的一面 可以信服人的一面 但是呢 所謂的自圓恐逆啊 就是說 你 沉浸在那裡越久 你就泥沼在那裡 焦灼在那裡 越久 越沒有辦法超脫 所以為什麼要回小巷大 那我畢竟小道呢 他不是 我們人生的究竟 整個宇宙生命的源頭 他不能夠指出來 那所以只有經過大道 才能夠指出這麼一條路 今天 天文室的傳下道之宗旨 也是要告訴我們 這一條大道 本末宗旨的大道 人呢 按照這些本末宗旨 來按圖所寄啊 那麼 總會有盡道的一天 那接近道 可見呢 他還不是道 那接近道 已經不簡單了 你可以接近道 然後呢 踏上 這個登堂入室 的一種堂奧 然後呢 你就成為聖賢 成為佛夫長 所以說這條路呢 說難不難 說簡單又不簡單 我們看看 世間 苦難的源頭 是怎麼來的 最大的源頭 莫過於 人的迷惑 人迷了 哦 迷了呢 把這裡當作是家 把這個肉身當作是我 把這一切看成是真的 結果呢 讓自己呢 在這個好像真的的假象之中啊 迷媚不堪啊 胡作非為 結果呢 越是作作啊 越是沉淪 永無出奇啊 哦 人的起心動念呢 不是業就是罪 因為呢 都是迷惑的一個開端啊 那麼 所謂竟然都是迷惑 他所受的這些生活 這些禁忌 這些果報 當然就是苦果 所以貨越苦 貨越苦 這個是一個相尋 的一個輪迴啊 人就在迷惑 造業受苦 之中啊 不斷的在輪迴 那麼我們放棄了 古代聖人佛菩薩 所留下來的 這些原理原則 被物獲 被物獄所蒙蔽 被各種世間的知見所障礙 被這種科技的 形象啊 給誘惑了 造成今天 苦難的世界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他 沒有辦法跳脫出來 沒有辦法跳脫出來 更不曉得 我們本來的面目是什麼 我們的老家 我們的老家在哪裡 完全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道之中子 出現在人世間的原因 那麼我們必須要清楚 古大德 這些聖賢 菩薩 他早就用各種方法 來告訴人們 只是呢 道啊 有險有隱 險的時候呢 就很多人 就可以來接受大道 那麼來羞恥大道 結果呢 就違規大道 那道在隱的時候呢 也只能夠 默默地進行 道是沒有斷絕過的 只是 顯隱的不同 那麼 我們必須 了解到 今天為什麼 會有大道苦降在人世間 那是因為 整個人都已經迷惑了 你說老祖宗的這些 規則 這些道理 人們已經把它拋出腦後 甚至不承認他 要把它 丟得遠遠的 被稱為封建思想 被稱為了現在思草的一種障礙 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知道 現在還是有一群人 他接受了這種 有志之士的指導 知道說呢 我們老祖宗 留下了這樣一個 豐富的財產給我們 那個財產呢 是無限的能量 無限的精神 無限寬寬 寬廣的視野 但是呢 你必須用心 用方法 你必須呢 努力修辭 去得到他 所以呢 你要得到他 你第一個步驟 你必須呢 放下 你的志見 放下你對於這些境界 對於眼前的這些生活 認為是真的這種想法 也就是迷的觀念 你必須把它放下 你跟物總是在理念之間 但是呢 你總是呢 一直在我們的生活 什麼時候我們物了 可是呢 不久 這個米又來了 這個米又來了 我們又忘記了物的境界 什麼時候呢 我們讀到一本書 我們發生一點事件 或者是說受到各種挫敗 我們了解到這個道理 有一點啟發了 準備呢 要開始 好好的來歷行 人生之道 走向盛行之路 但是呢 因為累結的習氣 因為累結的習氣 記了太久了 以至於造成 我們隨時會忘記 我們的那種物境 那種物境呢 變成一種 想往 變成一種理想 不能夠付出實踐 那人呢 終於在這種惰性 在這種習性 的英雄苟且之下 漸漸漸漸漸 被禁界 被物欲所蒙蔽 所以古大德都要教人放下 道之中子 也是要教人放下 但是道之中子 他是 先佛 印著現代的人心 所批示下來的 內容呢 完全是中國文化的思想 不離儒是道 而且呢 主要呢 還是以儒家 為思想的訴求 儒家教我們什麼 教我們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所以呢 他的前提是君子 啊 佛經講了善男子善女人啊 你要是善男子善女人 你來修學這些東西 你才有可能成就啊 那儒家講君子啊 你君子要物本 小人物本還不夠啊 我們沒有聽說過 小人可以物本的 我們 所以君子給我們 我們 的一個 警惕就是說 我們人 起碼要做到君子 儒家告訴我們 應該在我們道上 老前人前人 他所期盼的 我們的這種修行 起碼要達到君子的標準 沒有達到君子的標準啊 那麼你這個物本 功夫是假的 人家說物後啟修 你沒有物怎麼會啟修呢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啊 你根本不是真人啊 你怎麼會有真知呢 更不用說真行啊 所以人是那個根本 人的那個源頭是心 心是人的根本 所以成為君子 甚至成為聖賢 那是我們主要的基礎 那你會問 那君子要怎麼做呢 君子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如果說 我們按照古大德的標準 那就是呢 一個君子啊 他的起心動念 都是善的 那這樣才符合一個叫君子 的標準 那你說君子起心動念都是善的 那所以君子還有起心動念喔 對 君子還有起心動念 而且儒家允許 允許這樣的起心動念 人來到人世間 他用肉體的方向 呈現出生命的狀態 當他用這個肉體的時候 他就不得不有起心動念 這是無可厚非的 所以起心動念是沒有錯 但是呢 你要把起心動念 都回歸到自信這一點 那就對了 自信是善的 那麼你的起心動念是善的 善的都是為別人 從來不為自己 只要有為自己的那一點點的吃心啊 那都是惡的 所以君子悟本 悟什麼 悟這個至善之本 自信之本 所以自信是我們的本性 自信不是我們的習性 那我 那我為什麼說 不說一個人做到善人就好了呢 為什麼要達到君子呢 那君子跟善人又有什麼不同呢 儒家呢 大致把人 分成這幾個人 這種等級啊 聖人 賢人 君子 善人 那個 貧人啊 貧人就是庸人 一般的人 再來呢 就是 惡人 再來就是小人 喔 大概有這些 等級的善的分法 喔 大概有這些等級的善的分法 那麼在我們的 道之中子裡面啊 我們 暫且不去分析 這些人的等級 我們呢 基本的理論就是要站在君子 的層次 也只有站在君子的層次 那麼你才可以說 你準備要修行 各位聽清楚了 你是準備要修行 你不是在修行 那君子 他的己心動念都是善的 所以呢 他的一言一行 都是為了大壯造相 所以君子物本 本是我們自信 的良知良人 是至善的 所以善 是我們這個自信而發 那你又要問啊 可是自 這個 本性是善的 也有人說本性是惡的 喔 也有人說是善惡相雜的 也有人說可善可惡的 那你到底是遵循哪一個啊 這個是孔子說的 大哉問啊 但是呢 孔子 並沒有把這個 當成是一個很重點的問題 只是我們後來的人 會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個呢 在孔子眼中根本不是問題 喔 在孟子眼中不是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說此於至善 至善就是那個我們的本來的自信 喔 我們這些道德理義的八段啊 都是至善的 那你說 那惡的是怎麼回事啊 惡的是我們的習性 喔 所以說人之初性本善 這個人 他的源頭啊 性是本善的 所以 性 當我們 落到這個生命的狀態 人的狀態的時候 他有一個心的造型 他心所做出來的 也都是善的 喔 所以 這個善的 就是君子的本色 但是後來 心會變化 心不是直接依照性 的一個驅動 他會受到外界的染招 喔 外界的誘惑 結果呢 這個心啊 有時候變成善的 有時候變成惡的 所以他有時候是好人 有時候是壞人 有時候是可善的 有時候是可惡的 就是這麼一個回事 那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那個會變惡的 那個不是我們的 本性本性 那個是習性 習性呢 是從我們來到人世間之後 學習來的 養成的啊 喔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習性 這個習性 這個習性 依照每一個人的生活環境不同 他所接觸的人事物不同 所以呢 養成的這些習性 我們說個性 這個人很有個性 喔 這個人 這個很酷 這個呢 不是他的習性 那這個習性呢 不是我們的本性 本性不會耍酷 本性是純然至善 本性不會一下子善 一下子惡啦 喔所以 我們了解到君子的本色 那是那種本善的本色 所以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那麼君子 還有可能會變成善的 有可能會變成惡的 是因為呢 他這個本啊 還沒有完全的抓牢 我目前的認清楚 我們說還沒有完全悟啊 還有一些迷 沒有辦法完全放下 寫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 喔或者說求其放心 那放下的心 那就是呢 违歸本來面目 喔 就是本利啦 本利你才有道生啊 本利呢 你才能夠跟那個無形的接上線 喔 我們這個有用的肉身 是有限的 它會 承住壞空 生滅便衣 喔 它會傷腦病死 所以呢 這個是有限的 但是呢 我們的心 性 它可以是無限的 喔 尤其是那個本善的性 如果說我們能夠從 透過心 去正到那個本性啊 那麼我們可以跟無限的 去接洽起來 那因為無限的 接洽起來 我們就可以不用死 我們不用老 我們不用病 我們沒有這些煩惱 你看現在的苦 苦多不多 現在的病多不多 現在的難多不多 多啊 但是這些苦 這些病 這些難 誰能夠幫助他們嗎 我們知道西醫已經走到瓶頸了 因為呢 它動不動呢 就是把你切除掉 你就沒事了 對 你把那個現象切除掉了 喔 你把這個 這個疼痛的原因呢 用藥呢 把它止住掉了 但是呢 它為什麼會疼痛 為什麼會發炎 為什麼會有腫瘤 這個西醫呢 沒有辦法去探究 那沒有辦法探究 它就把現象割除就好了 你這個腫瘤好割掉 你這裡發炎 好讓你消炎 你這裡疼痛 好讓你止痛 沒事了 沒事了 可是呢 那病罩還在 你的脾氣毛病 你的生活習慣 你的這些貪生之愛都還在 內在的貪生之愛 外在的五一六成 結果呢 兩相結合之下 你的病還是一直不斷的在折磨你 但是有的人為什麼一 一割掉就沒事了呢 割掉沒事了 他表示呢 這個人呢 有所警惕的 他不可以再貪生吃飯了 他不可以再造這些五一六成的 他要回歸自然 他要追求簡單 這個人是一個人大病之後有可能的覺悟 所以這個人呢 他就不會再發病了 這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看 回歸自然 那人的自然生活是什麼 人的自然生活就是回歸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這個就是人的自然生活 所謂的君臣有益 五輪 所謂的這個父子有親 夫婦有別 長幼有婿 朋友有姓 這個就是我們的自然生活 你不是回去 回去住在樹林裡面 那個叫做自然生活 不是啊 這個差太多了 你就在此時時刻 就在你的生活上回歸自然 然後你對於父母親 你要做到孝順之道 對於兄弟姊妹 你要做到剃道 凡是我的長輩的 你要做到公順之道 對於我的這個晚輩的 慈愛之道 在公私行號裡面 你的團 這個團隊裡面 有老闆 有上司 有你的主管 有這些員工 那麼你對上司 要講忠嗎 要敬忠嗎 那老闆對員工呢 要講禮 要講人 這樣員工呢 才能夠盡忠益 這個是回歸自然 今天誰能夠懂自然之道 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你看你跟員工 員工之間那是朋友關係 同才關係 哦 那個 同學的關係 這個同 同啊 同就是所謂的朋友之道 跟長幼 長幼就是兄弟 兄弟 在家族裡面有兄弟 在外面也有兄弟啊 哦 年紀長的 可能 就是我的兄弟 年紀比較小的 就是我的 我的兄弟 都是兄弟啊 四海之那些兄弟啊 你能不能用剃道 來對待他們呢 你把剃道 流入出來了 你就是回歸自然之道了 大家身處在這個自然環境之中 這個社會哪有不和諧的呢 社會和諧了 國家自然 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怎麼會有天災地變呢 所以天災地變怎麼來的 都是人心變化而來的 沒有一件事情不是人心的 大自然 不會無緣無故 將一個災難給你 你說那個是自然現象啊 這哪有什麼 跟人什麼關係啊 你看我們古時候的人 那些 縣長 那些做高官的 做皇帝的 發生天災地變啊 都把這種責任歸屬自己 父母呢 這個縣長呢 是父母官啊 所以呢 他的子民發生事情 這個父母官第一個 有責任 如果整個國家發生災難 很大的範圍 那麼皇帝呢 有責任 皇帝啊 下召罪己 皇帝要閉門思過 而且呢 皇帝呢 要向天地懺悔 這樣的皇帝呢 才是符合人心的 喔 皇帝懺悔了 他的百官哪有不懺悔 百官懺悔了 百姓沒有不懺悔 所以皇帝一個人 他就他就是代表了 一整個國家的代表 他怎麼做 這個國家的 的心亂 自衰 就在他一個人的身上 喔 這個縣市的心 這個 治理的好愛 就在這個父母官的身上 都很重要啊 環環相扣 整個國家 整個天下的建立 都是這樣環環相扣起來的 你看這個環環相扣 它扣起來是整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面 喔 這個面我們稱為國家 稱為天下 稱為世界 稱為宇宙 那是不是條條道路都通羅馬 喔 條條的這個環扣之間 的這個絲線啊 是不是就是通向那個最終極的 所以每一個環節都是道啊 無處不是道 無時不是道 所以我們要找道 所以我們要找道 在哪裡找 在這些環環相扣之中找 這個是道啊 那麼國家的基本單位 在於家 家 家的一個組成 是夫妻 那麼夫妻雖然是家的一個主體啊 但是呢 這個夫妻之上啊 還有一個父子關係 也就是說 整個五輪的關係啊 以父子為主要根本 就是父子有 有親啊 親是親愛 所以父子 父子跟父子之間 產生親愛 這種親的愛啊 是人的本性 所以父子 父對子是詞 子對父是孝 這個就是親愛 那麼我們中國人講愛 它是有等級的愛 這個等級的愛呢 是很聰明 很智慧的做法 也就是說人 用這種生命的形象 出現在這個人世間啊 你不是呢 把世間人 都當成父親來愛 這個不是儒家的說法 這個是佛家的說法 是基督教的說法 儒家講有等級的愛 也就是說 你對於你的父母親 是最親愛的 對於兒女 最親愛的 再來呢 是對於兄弟 對於這些 這個孤嫂唐子 等等啊 這些在擴核創枝 那麼這個是合理的愛 這個呢 才是人性的愛 因為人 處在這個環境啊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一下子呢 就像佛菩薩一樣 就像上帝一樣 把他的心呢 調到最高處 然後呢 從這個新鮮的道理啊 看到每一個人的原點 所以呢 每一個人都要愛他 但佛家呢 但佛家呢 他沒有 他的最後境界 雖然也達到這個 可是呢 佛家比較講求 當下的 現前的這個部分 喔 他不講初世間 不講生死的道理 他的 那個是因為呢 人 有辦法處理 你這個家國天下的事情啊 那就已經是達到圓滿了 人的工作就是這樣子而已 喔 人的使命 人的責任 就是達到 家國世界 整個天下的圓滿 你就可以回天交職了 你就可以回歸本來面目了 所以佛家講的這個呢 是非常氣禮氣機的 但是呢 在做古古時候那個時代 他可以 拋家捨夜 他可以不顧人倫 跑到山裡面去修行 然後自己成佛了 成神了 自己相有自在的 再來度化眾生 或者是說呢 不要來度化眾生 這個是他們的選擇 那古時候可以這樣 古時候可以這樣 是因為古時候的人 人心良善 自然有一道禮法 有一道典 典章制度啊 在規範的人世間 所以呢 他們照著這個禮法來走啊 還不會 還不會 預舉 還不會超 超出範圍 整個 家國世界的運作 是處於一種自然的狀態 雖然可能有不和諧 但是呢 還算自然 所以古時候的 出世間的修行人 他可以這樣子 但是現在出世間的修行人 已經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要知道時運啊 知道時機啊 時運是什麼 時運是儒家手元 時運呢 是擺養應運 你看 擺養應運 就是在講人世間的道理 人世間的道理 你都不講好了 你講什麼出世間的道理 人世間的道理 就是叫我們回歸自然之道啊 回歸自然之道是什麼 就是五輪八德 就是三肝五腸 你看 這個是不是很清楚 很明白 但是呢 不容易做到 這比你在山裡面修行啊 那真的是 還要難修啊 那其實也看人修啊 喔 我們在道場 都常常在講人世的問題 人跟人之間呢 磨合的不愉快 所以呢 有的人就離開道場 喔 自己呢 苦修苦練 那麼有的人呢 繼續留在道場 跟人家磨 那麼我們 我們必須清楚了解 喔 所謂的人世問題 就是你在五輪八德裡面 把這些德木做好 所以你 只要是 在這個世間 你走到哪裡 都有人事問題 你絕對不能去逃避他 你逃避他 你逃避不了 因為你這個 考試沒有過關 沒有過關 你不可能在心心上 有所成就了 那我們會講到新鮮的問題 但是呢 眼前的問題 要先把它 講清楚 所以道之宗子在教 都是在教這個 眼前的問題 都解決不了了 你要解決什麼 新鮮的問題 所以道之宗子教我們 你就是孝父母 你就是把這個五輪八德把它做好 那麼現在的這個出家的修行和尚 為什麼成就的很少 這個呢是 他們那些出家人啊 他們自己說出來的 以前修行人 有成就的 是出家的和尚 再來是出家的尼姑 再來是在家的男仲 再來是在家的女仲 以前的人 女人是非常命苦的 那所丹的業很重 他們能夠修行已經不簡單了 那麼他們又在家 在家裡面修行 那是男上家男 煩惱上了一大堆了 所以在家的女仲啊 修行有成就的很少 但是現在呢 整個顛倒 整個顛倒的原因是因為 時代變了 天命不一樣了 我們不是說要契理契機嗎 那時代變了 你這個理啊 也要跟著走 原理原則不變 可是方法手段 會變 所以現在整個顛倒過來了 在家的女仲 修行有成就的第一 你看我們大長 仙佛菩薩都說要傳承女生 哦 女的身體好修行啊 她造業少啊 她煩惱少 沒有像古時候的女性這樣 這麼樣的苦難啊 那麼她的這個機緣又來了 所以她的影響力也大 你看女仲 在家的女仲 她呢也可以出來跟人家當官 哦 跟人家選立委 選 縣市長 跟人家出來做老闆 跟男人一爭天下 哦 在我們的很多家庭裡面 男性為 男性的表現啊 比女性差 這個是很多的 女性還是照樣要看孩子 還是照樣要整理家屋 然後呢 賺的錢還比男生多 這家庭太多了啊 不是女性照樣成就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呢 現在是地天 太 太掛 哦 我們譯經裡面 天在上面 地在下面 叫天地匹 匹就是否定的 那地天呢 地在上面 天在下面 那就是 國泰民安 這女人出頭啦 啊 很多道場的修行人 修行的這個領導人 也是女性 哦 我們在道場 開班講課 來聽課的也大部分都是女性 在家的 所以女性出頭了 這時代不一樣 那他 他說呢 這個在家的男眾 有修行有成就的 排在第二 排第三呢 是出家的尼姑 再來呢 出家的和尚 哦 我們一般人的說法 和尚就是男的 尼姑呢 就是女的 這是一般人的說法 當然他們有地理上的不同 我們就不解釋 我們只知道這個狀況 這樣 就可以說明 整個天地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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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呢 白羊死起來了 把白羊死起來了 白羊應運了 白羊應運是儒家為主 儒家的修行 以家為主 家的主角 最主要的主角是誰 是女人啊 女人是主要的主角 到現在其實都這樣 一個家的這個主角 是女人 你看那個 印光法師他曾經講 女人啊 操控天下安危 一大半的主權啊 天下安危要靠女人 不是靠那些政治人物啊 為什麼呢 因為啊 女人你要教小孩子 你要在家把小孩子顧好 教育好 你教化出來的這些小孩子 以後 影響的這個 社會 影響了國家 影響了天下 你如果能夠教化出一個聖賢的孩子 那是影響了整個天下 那你說女人的這個重要性 大不大 太大了 所以現在是男女平等 其實是平等在這裡 平等在於 女性的 這個 作用 在整個世間呢 已經是拉高了 她不再是處於這種被動的局面 所以女性修行 有成就的是第一 所以 道 的宗旨裡面 就是告訴我們 你就是在這裡修 那就對了 你就好好修 用心的修 你做人丈夫的 把丈夫的道修好 做人 太太的把太太的道修好 你不要再去把那些承知承見 你的見解 你的這些煩惱過愛 通通放在你的心上 你要通通忘掉 你要去其成心啊 存其真君 嗯 這是莊子的話 成心是什麼 你的邪之邪見啊 累世以來 你的那些知見啊 孟子說 學問之道 求其仿心 你看 跟莊子想的是不是一樣 求其仿心啊 這裡呢 去其成心啊 存其真君啊 這道理都是 都是一樣的 哦 他這個講 其世遇生者 其以天積淺 哦 遇亡生的人 那麼他的天積呢 就淺 天積呢 就是跟天 這種感應的 這樣的一個機緣 哦 用粗淺的解釋 就是這個天積 就是對於 性里心法 那種來自於天的根源 那一份了解 與得到 你的機緣是很淺薄的 所以你對於這些道理 你分不下去 哦 探集生命的學問 你沒有興趣 哦 道士賺錢是很有興趣啊 所以現在賺錢 想要賺錢的人 想要發大財的人 還是很多 而且這種現象呢 越來越明顯 哦 現在有個熱道財 哦 好幾期沒有開出來 那就累積到 上億元 哦 你看這個三億五億 你終於是就 一輩子就不用再工作了 每一個人都想中那 三億五億的 所以呢 這個大老拓在 開獎 哦 大排長龍 每一個人想真的要 那這個人是邪知邪見 這個是社會的亂源 哦 每一個人都想這樣子 那不是社會的亂源是什麼 那不是社會的亂源是什麼 甚至我還聽說道青 哦 高虎爾有沒有這種樂道財 全部的錢 拿來全給道長 蓋大廟 這個都是邪之邪見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好 我們後來會繼續講到 因果的問題 所謂一隱一左莫非簽定 你想要得到這個財 是你命中有的 你命中沒有 你想要得這個財 那你在什麼簽也得不到 但是呢 因果的道理 對我們來講 實在是太渺茫了 太遙遠了 哦 不要說我們修行人 對於道這個這個 一般人啊 那幾乎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因為我們現在所受的果 哦 我們看不到因啊 看不到因 是因為 這不曉得是哪一世劫來的 哪一世劫來的 會造成今天這樣的果 所以呢 你因為不知道 所以 你不承認他 有的人不相信他 他世界沒有因果 因果在哪裡啊 哪看得到 哦 在鄉下那些農夫農夫啊 他們之後會講這種話 誰看到因果啦 就是因為看不到 人沒有智慧去看到他 結果呢 就造成大家的胡作非為 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哦 依憲勁的福道 我要來做我 我該做的事情 想我該想而福 啊 當古人呢 再來怨天尤人 當古人呢 再來罵天罵地 這個是漁夫漁夫 啊 如果小人 一飲一走 莫非前定的話 我們就不會期待說 你去簽大樂透 會得獎 如果那個財是你的 你不用簽 他也會用各種方式來給你拿 啊 這個是 聖希聖 聖的道理 所以 在這個道之中子裡面 我們要強調 先佛 先佛 把這個道的中子啊 把它標示清楚 把它明白的 寫出來 就是讓我們 還沒有感應道的 你要照著這個道之中子來做 那麼 你就會 入道 所謂登堂入世啊 所以各位 老師沒有傳道給你喔 你不要認為老師有傳道給你喔 老師只是指一條路給你喔 那老師如果有傳道給我的話 然後我根本不用修行啊 老師幫我修就好了 我可以不用背因果 老師幫我背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說 老師一切都幫我做好了 但是不是不是啊 道是你本來有的啊 天地還沒有生成之前就有道啊 那你這個道呢 是印著 天地還沒有生成那個道 來變現你 你這個人 所以你這個人跟那個天地還沒有生之前 其實是一體的啊 那生天生地生人之後 你還是跟天地一體的啊 因為呢都是從那個道演化出來的嘛 這個我以後會陸續講道 那所以說你要 去其成心啊 你要放下 你要空掉你的船 你的煩惱是什麼 你這樣看 莊子有一個預言 喔 這個有一條河 有兩 兩條船 這樣對死 對死 這樣呢 在一個浪蛙的打擊之下 一條船就撞到了另外一條船 那被撞到了這條船的船長啊 船家當然就出來啦 指責對方啦 罵罵對方嘛 喔 你怎麼不把船開好 把船控制好 你的船這樣撞到我的船啊 那你要不要賠賞 那船 另外一個船的船家跟他說 對不起對不起 那我給你賠賞 那受損 受損傷的這一家的船 船家呢 那個器材消了 欸 消了之後沒多久 又有另外一條船來了 這條船呢 也是不偏不倚的 撞到了 同樣一條船 喔 那這個 被撞的這個船家 又出來 大罵他特罵 今天怎麼那麼倒楣啊 連續兩條船撞到我 咔 你們這些船家到底會不會開船啊 啊 那怎麼都撞上我呢 他罵了老半天 對方的這個船家也沒有出來 喔喔他更急了 你這個傢伙趕快給我出來 我這個船被你撞成這樣子 你要問你說你要怎麼辦 結果呢 叫了老半天 對面的船就是沒有人出來 欸 沒有人出來他就奇怪了 喔 想辦法跳到對方的船上去 找人 躲起來了 不敢見人啊 他準備了 拳頭已經準備好了 要揍人了 結果呢 找來找去 那一艘船根本沒有人 欸 根本沒有人 當然也剩了一個大疑惑 怎麼沒人呢 沒人怎麼會撞上我的船呢 欸真是 見鬼啊 今天真是倒霉啊 好了念一念就沒事了 氣也消了 跳上自己的船繼續開走 庄子 用這個故事 做一個很好的比喻 喔 也就是說你要空掉你的船啊 你為什麼不把 把這個事件的現象空掉呢 你看你對於那條空船 你可以放下 因為你沒有發現對象嘛 沒有發現的對象你當然 當然只好放下 你不放下 又能夠怎麼樣 庄子說 你把所有的事情 通通看成那條船 喔 凡是能所有障礙你的人 捕入你的人 責罵你的人 你通通把它看成那條空的船 那你不就是 氣也沒了嗎 喔 木也生不起來了啊 你的個性也找不到了啊 你就空掉了嘛 這個就是空船啊 喔 你會生氣是因為 對方有一個人在那裡 喔 有一個 事物在那裡 所以呢 你會跟這些人士 起分別 起對待 起執著 所以你的無名妄想 就不斷地產生 喔 每一個生活細節 你都有這些人物對象 結果哪一天你碰到這個空的對象了 你 分別之種沒有了 喔 你的這些打倒過來沒有了 你就是放下了 你就是要聚其誠心啊 你要求其放心啊 喔 你要學會去放掉那個心啊 這個是我們道之真子告訴我們的啊 所以要空掉你的船 空掉你那個 你的頭腦啊 空掉你那一份對人的 這個知見 喔 對人的妄想 分別與執著 然後呢 再對於事情 再對於境界 這一切 所以這一切都應該空掉 只有放空 才是 回到道 唯一的一條路 那我們以前做過一個實驗 在這個玻璃管裡面 哪一隻動物可以逃出生天的 這個玻璃管 一端是封住的 一端呢 那這封住的這一端呢 也是玻璃 然後照這個日光 那這一端呢是開口 哪一隻動物呢 可以逃出來 往這個開口逃出來 結果用了蝴蝶 用了鵝 用了蜜蜂 用了蒼蠅 哪一隻逃出來了呢 那所有的動物都往有光的這邊跑 結果有光的這邊是封住的 蒼蠅當然也往這邊跑 可是蒼蠅看到這邊擋住了 結果就亂創亂創亂創 就從這裡亂創出去了 所以蒼蠅他沒有知見了 他沒有規章法則 他沒有相關的原則 在他的那個腦海裡面沒有 所以蒼蠅代表那個沒有頭腦 我們說無頭蒼蠅啊 其實這個真是很好的比喻 無頭蒼蠅不是對的喔 無頭蒼蠅是一種狀態 是可以讓我們學習的 我們把我們的那個頭腦的知見 那種煩惱 那種分別對立 把它放掉放空 你就可以逃出生天 你就可以呢 登上這個呈現 呈聖呈顯之路 回歸本來的面目 這個是科學家的實驗告訴我們 呼應的這些聖人的說法 我們才知道啊 我們今天在這裡啊 是因為累結累世的習氣啊 造成我們在這裡啊 這樣動彈不得啊 你甘心嗎 我今天變成這個樣子 我不曉得回家的路 我沒有辦法來居自如 你甘心這樣子嗎 所以 君子樂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就是這句話 這句話呢 有他的生意在裡面 這個生意是什麼呢 這個生意啊 就是君子物本 君子人啊 因為他起心動念都是善的 都是為他的 以後我們會講到善樂的標準 善呢就是完全為他 只要有一事一好的為己 那就是惡 那君子呢都是為善的 所以君子物本 那君子知道這一切的道理 所以呢 他能樂得做 做君子啊 都是做別人 為別人的事情 那小人冤枉呢 是因為小人呢都是為自己 想到的為自己 就是各種煩惱 各種息息現前 造成他今天的生活 沒有辦法 自如 各種障礙不斷 各種呢 這個疾病產生啊 生活不順遂啊 家庭不美滿啊 這個小人冤枉做小人 你做了小人 你還不知道啊 冤枉啊 你要跟這個青天大老爺 跟欲望上帝說啊 你是冤枉啊 那今天必須要人告訴你 你不要再冤枉下去了嘛 不要再冤枉下去了 你就要來 接受這些聖人的教委 接受老人的教委 早安 那最近 有一部電影 要上映了 那麼這一部電影呢 就叫做 2012 那這一部電影 造成了一個 很大的社會輿論 大家都在批評啦 應該說大家都在評論這件事情 那麼 電影裡面的內容呢 是根據 馬雅文化 這個古馬雅國啊 預言 我們這個人世間 2012年 就是一個 末日之年 也就是說呢 世界末日快要到了 就在2012年 那麼2012年 離我們已經非常非常地近 我們已經邁入了2010年了 怎麼說 世界末日還有兩年啊 那麼世界末日還有兩年 這是不是真的呢 這個從 各種現象界來看的話 那是很有可能 現象界所呈現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世間 現在所呈現的 各式各樣這種小型的毀滅啊 都已經在上演 每天不斷在上演 譬如說呢 在非洲 唐上尼亞 或者是盧蘭達 這些國家啊 那他們每天呢 連吃啊都吃不飽 為什麼會吃不飽 因為呢 他們種的這些植物啊 種了這些菜啊 已經不會生根結果 沒有東西吃啊 沒有東西吃怎麼辦呢 他們呢 用國際補助的一些 麥 或者是一些玉米粉 然後呢 加一些土 那他們當地呢 當地人認為可以吃了一些土啊 把這個小麥粉跟土 貨在一起 然後下去烤 那因為吃了這個土之後呢 人就比較不會有飢餓感 所以呢這個土啊 還供應不絕 供不應求啊 可是吃了這個土之後呢 當然有它的副作用 因為呢 它比較沒有飢餓感 所以呢 會造成你的消化系統 失去作用 當你吃了它的之後呢 可能會排便排不出來 那聽說他們當地呢 那聽說他們當地呢 要排便啊 都要挖的 喔 把那個便呢 從肛門裡面挖出來 真的是 駭人聽聞啊 我們這些文明的國家 沒有辦法想像 那不只是非洲地區啊 這個非洲地區的飢荒啊 我們幾乎是 很早就聽說過了 所以對他們而言呢 也沒有所謂的世界末日 能夠多活一天 就撞到一天啊 對他們而言哪有世界末日呢 但是對我們而言啊 這個世界末日啊 就會造成人心其他恐慌 現在呢 海平面上升了 昨天還在看國家地理頻道 那麼這些科學家呢 為了測試到底 冰的融化速度 有沒有很快啊 快到我們無法想像啊 那他就呢 到了北極的現場去測量 那麼把北極的現場測量啊 那個冰啊 那個冰啊 本來有五百公尺這麼厚 那現在呢 冰不斷地裂開 那不斷地裂開呢 這些科學家呢 只好用那個繩子啊 吊著攝影機 然後下去拍攝 看看冰裂縫裡面 到底有什麼情況 那到底 升到哪裡去 那發現了這一測量啊 這個冰的裂縫啊 已經升到 這種 和河流 和地 地層的這種河流啊 地下流啊 已經 升到哪裡去了 也就是說冰融化的水 都已經流到 地面 地下的河川去了 那地下河川 流到哪裡去了 流到 流到那個河流啊 河流 又流到大海啊 那麼這些水 不斷地在流失掉 那流到大海之後呢 大海的水 會上升 海平面上升 所以現在很多沿海的 這些群島 已經呢 它那個水淹到 淹到他們的膝蓋了 你看威尼斯 號稱水都的地方 這個文明國家 在 防堵 用這個 海堤啊 防堵 海水倒灌 也是沒有用 那麼泰國 很多小國家 很多這個小島嶼啊 他們的廟 面向大海 廟啊 都已經淹沒了 好 應該說已經淹沒到腳步了 那麼也沒有辦法 在那裡 生活起居啊 所以廟裡面的和尚人 每天求佛啊 希望佛能夠保佑啊 讓這個廟不要被淹沒 那麼 這個 世間這種小型的毀滅呢 每天都在上演 小型毀滅累積多啊 當然就變成大型的毀滅 那大型的毀滅呢 會不會就是 馬雅文化所預言的 2012年 世界末日呢 這個真的是 很讓人驚慌 喔 這個 我們剛才講 非洲的地方人民沒有辦法 種植 沒有米飯可以吃啊 那現在呢 糧食 已經成了 世界的 這種 頭號的危機啊 糧食的缺乏 已經成了頭號危機 那你跟那些 非洲的國家 他們要向種植公司去買種子 來 播種 不管是播種什麼 只要可以吃啊 但是呢 他們的土地啊 又沒有辦法種植了 所以呢 不斷的要砍伐生林 好嗎 讓其他的土地啊 有能力生長出這些 做物 農作物出來 那他們的這些種子啊 又是有機的種子 喔 應該說呢 是基因改造的 的種子 所以他們一定要種 他們不種呢 這個種子呢 明年也發不出芽 那麼基因這個 種子公司啊 為了控制 這個種子啊 要他們呢 每年要向他買 他們呢 一定要把這個種子種出來 所以呢 要砍伐更多的樹木 砍伐更多的樹木啊 結果呢 土地就沒有養分了 喔 因為土地沒有根 來吸收這些養分 喔 所以土地就會沙漠化 那土地沒有辦法有養分 也沒有辦法抓住水分 所以呢 這些水呢 都流到大海去了 海平面上升了 那土地沙漠化了 喔 然後呢 這個 沿海的城市呢 淹沒了 這是我們每天 喔 現在呢 看得到的現象 所以2012年 是不是真的一個 來一個大毀滅啊 那在這個時局 我們 對於道 降硬在這個時間啊 道是不是可以 來幫助世界 免於災難 是不是可以化解全世界的災難 讓全世界的人民啊 都能夠獲得到解救 那這個是需要我們在努力了 那現在呢 宗教已經很多 各式各樣的宗教很多 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 解決世界的災難呢 這個我們必須要了解 道跟教 它的最大不同的意義啊 那麼宗教 有它 教化人心的一面 但是呢 宗教 變成的這種 教以後呢 它的這個本質 喔 也就是說我們說 一個人的那種格啊 這個品質會下降 品質下降的時候呢 它產生的作用呢 就只是一種 表面的公分 表面的敷衍 以至於說呢 那種深入 基層的 深入根底的 那一種力量 已經沒有 所以從時下 這個宗教擺態啊 萬教啟發的現象 來看 人類的信仰 那麼我們必須 清楚了解 人 都只是 對宗教一時的迷戀 那麼 沒有辦法 真正的落實到心性上 那麼 那麼 那麼多光我們道親 如果自己 不知道 在心性上 著力啊 下功夫啊 那麼 道親 也是 跟一般人是一樣的 會 會被 會被 這一場 大的大滅絕 所淘汰掉 這個是我們講 道之中子 要來分析 為什麼 道跟教 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 那麼我們 最近看到 進中學會 這個是佛教的一個團體 他們在推廣 地子規 推廣 這些儒家的傳統文化 中國的傳統文化 那在大陸那邊呢 是辦的 有聲有色 各類人才 可以說都出來了 能說善道的 非常多 那麼我們聽了他的言論呢 也非常感動 那他們真正的有在 有心要推動 那看到他們這樣子 後續也有一個心得 也就是說他們那些 這些 他們這些人 出來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那麼反觀於我們道場的 講師 我們有沒有他那種力量 有沒有他那種能力呢 來推動中國傳統 這種文化 兩鄉比較之下呢 就如老前人所講的那句話 那麼我們講到呢 可能講不如這些法師啊 那這個傳統文化的這些人啊 這些教師啊 老師啊出來了 事實上呢 他們能引善道的那一面啊 我們道親也可能講不過他們 那他們在辦這個會場 他們在吸收人才 那種方面的能力啊 也可能是 這個道親啊 這個道親啊 望成莫及的 那看看他們的做法 那我想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應該怎麼樣把這個道 要落實 或者是推動到整個全天下 像這個中國 的每一個分子啊 讓他們推動 這個中國傳統文化之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重要的核心在裡面 那這個核心呢 不是一個一本經典 不是一句話 而是呢 我們犯稱的那個道 那個道的根本啊 是要抓住啊 沒有抓住那個道的根本啊 你能說善道 你很有能力 你辦活動 你辦學校 那麼都停留在 一種教化 那教化也很好 教化至少可以安定 一部分的人心啊 只是呢 沒有辦法徹底解決 那麼所以呢 我們沒有能力 像佛教這些團體啊 他們辦的這樣子 風風光光啊 這個豐富又盛大 那麼我們只好 反求諸己啊 反規到我們的內在 喔 反規到內在那個自信啊 我們才能夠抓住 那個以不變應萬變 他那個 他那個 核心力量 所以子貢曾經說啊 夫子之文章可得文也 夫子之言信於天道啊 不可得文也 那 孔老夫子講的這些學術 這些知識 這些技能 那麼是可以聽到的 可以學習的 但是呢 孔老夫子所講到 信跟天道 那麼信呢 就是我們要強調的 良知本性 天道呢 天理良知啊 天道就是天理 天就是我們的心 那麼了解到那個 心性的道理啊 這個才是孔老夫子 周遊列國 喔 明傳世術 暗傳道 他的主要的 一個 訴求 所以 道不講 什麼稀奇古怪 道沒有新鮮的 道都是古古相傳 老前人常講 你不要想 從我的這裡 聽到什麼新鮮的 我沒有新鮮的 喔 我只有講 聖人所講的話 先佛所講的話 那先佛聖人所講的話 都是教我們 反求諸己 都是教我們啊 喔 親愛人民 都是講這些 那麼在做到這些功夫之前啊 夫子所講的信跟天道啊 你就必須要悟出來 你那個力量啊 才有辦法著力 喔 你這個 你這個功夫啊 才能夠發得深發得遠 這個是道 跟教最大不同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看 現在佛教 回過頭來學儒家 用儒家這一道 來這個 表面是弘揚儒家思想 實際的是弘揚了佛教的思想 那不管儒家思想 佛教思想 其實都是中華文化 都很好 然後我們必須再把它深入分析一層啊 這個佛教 他們這一面 已經傳了兩千多年 那麼到今天呢 它有哪一些的 這種現象產生啊 我們說儒家 現在有哪一個 修道團體號稱儒家的 好像沒有 有儒中神教 儒中神教根本就是道教啊 實際下的道教啊 真正回復到 像白露道書院 他們那個知識分子學道的情況 孔老夫子 有儒家無類 的那種情況 幾乎沒有了 也許有 但是我們沒有看過 所以幾乎沒有 那現在儒家在幹什麼 儒家就是附身在這些學術機構裡面 喔 學校團體裡面 那他們呢 傳這種 經典 傳這些古聖人的教話 所傳的是什麼 所傳的是這些知識的傳遞 至於性法 心理心法呢 他們呢 也摸不著頭緒 那些教師 教授學者 也摸不著頭緒啊 講到心理心法 他們也是不可得文藝 那所以說 儒 也變成一種教化 但是儒呢 人 大部分人不稱他為宗教 因為呢 他缺乏那種宗教的儀式 喔 很少有那宗教儀式 除了說祭孔大典 有那個宗教儀式 其他人平常是沒有 所以呢 儒變成教 是附身在學術單位 那麼儒家的這個 代表人 就是教授學者 這個是儒家 讓我們說 說看看道教 道跟教分流啊 那個是很早的事情 道會變成教 道家變成道教 事實上呢 老張那個時候 是沒有把道變成宗教的 他們講的都是心理心法 講的是學術 那道變成教呢 是在漢朝 東漢時期 這個張天師啊 他立了這個道教 立了這個道教之後呢 中國的民間 把他接納起來 成為自己的宗教 這個是道教 所以講到道家 那用老宗來做代表 他們講的 那個才是真正的道 那後來的這個道教啊 那後來的這個道教啊 我們知道 變成 這些道師啊 這些法師啊 這些法師啊 道士啊 那道士呢 摧浮念咒啊 不剛踏躲 那這個 這個踩天梯啊 啊 就是 都是在搞這個 那這個 就變成十足了 教啊 道就變成教了 那佛家呢 佛家本來也是一個學術思想 来到中国 他也不被称为教 他是一种学术的理论 中国人很敬重佛家 因为佛家他讲的道理 超越了中国人 历代圣人 他所教的那个范畴 所以中国人把他接纳 而且他跟中国人 所拥有的道德伦理的观念 是相合的 后来佛家的思想 深深扎入了中国人的心 但是后来呢 佛也变成宗教了 佛的教法已经不是到了 你看佛家来到中国之后 他不再脱波了 不再住在树下 不再到山林讲学 但是呢在这期间呢 还是有祖师大德出现 所以佛教还是新生意识 那么一直到大概在南宋以后了 那偶一大师自己讲 南宋以后啊 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比丘啊 他讲的这句话 很符合济光活活的视线 那么因为没有比丘了 济光活活 视线一个这个风风颠颠的和尚 他主要呢 是为了点醒这些和尚 救度这些愚昧的众生啊 所以用了这个风颠的形象 所以偶一大师他讲的这句话 那是很有可能 南宋以后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 有一个开悟的人 有一个正道的人 几乎很少 没有看过了 有念佛成就的人 佛教这些法师 后来呢 专注于这种 经唱的仪式 专注于这个敲打念唱 不再做讲经教学 不再做呢 这个深入心理心法 所以呢 佛教到现在给人的观念 那就是都是一种迷信的观念 专门为超度死人而立的一个宗教 这个是佛教 你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到现在 他是为了超度死人 只有死人的地方啊 才听得到佛号 平常你放阿弥陀佛的佛号啊 人家还会以为你家里 有什么人过世 这佛变成教啊 这是非常的 可悲的现象 再来看基督教 再来看基督教 回教 你看基督教那十二门徒 十二门徒 有跟着他了 都都 毁天了 那那个叛教的 叛教的那个 犹大可能没有毁天 但是呢 他视线一个反派的 一个作用啊 那么他也有 他也有一个 视线的作用啊 也许他也有毁天 因为他是 言反派嘛 言反派也是不得不 要彰显基督的德能啊 就好像佛教里面的 提博达波 他是言反派 那么他虽然呢 这个 抵制佛的行为 但是呢 他最后呢 还是 有成就 虽然他堕落地狱 可是呢 他堕地狱呢 是在享受 而不是在受苦 再来 我们讲到回教 回教 可以说是最虔诚的教徒 我非常的 佩服 回教的人士 那么回教的人 真正的在 在自己的本分上 自己的岗位上 用心的来生活 那回教人是 非常的虔诚 那虔诚的程度啊 其他宗教都没有办法比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听到了 鬼教 都是为了政治 都是为了国家 都是呢 为了个人的利益啊 来发动战争 来造成了恐怖活动 打着圣战的主义啊 来进行世界的破坏 这个就是鬼教 那么一个道 会这样吗 所以回教呢 已经实此了变子了 但是呢 他真修实天的人 还是有 只是呢 他普遍的力量呢 已经转移了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讲的道之中指 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们要说 道到底是什么 道是一种宇宙的主宰 这种时空之中的一个主宰 那这个主宰呢 不是一个人 那也不是一个力量 那么你说他是自然呢 也许就是自然吧 因为呢 道法自然嘛 那一种自然的鬼子 在运转 那这个核心呢 我们把它一种人格化 叫做老母 所以老母并不是一个形象 他是一个代表 也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他就是一个空的本体 那宇宙的身 这真处在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 无极而生太极 那个无极的状态就是 老母 就是宇宙的身材 那无极为什么会生太极呢 这个就是一种 道法自然的现象 那太极一定会生两仪 两仪会生四象 四象在衍生八卦 所以一连创的这样的一个 生命变异的现象 那就是一种道的运转 那么在道的运转之中 人在其中啊 人有没有包含这个道呢 这个道啊 演化的过程当中 就演化出万物 万物呢 之中呢 就包括人 所以呢 每一个万物的 一个形成啊 都是一个道的本体的视线 所以你看 那么道呢 用性理的方式 存在人体之中 所以呢 人才有性理 那万物呢 万物有它的物理 有它的视理 有各种理 有各种理 那个也是道的视线 但是人的 这个是因为这个性理啊 所以呢 人成为了万物之灵 灵是灵在 人跟那个性啊 是可以感通的 那么人可以跟性是一体的 性来自于天 我们刚才讲这种宇宙的主宰 天呢 就是我们说代表的那个 道的那种空向 那么这个空向呢 形成了我们的性理 那性理的变化 又有 心 心理的变化 又有产生生理的变化 所以形成一个人的样子 所以道其实在讲 是讲人的这个信心身 三位一体 但是我们讲到信理 是因为信理是个核心 这个核心呢 会把人的身啊 变成各种不同的身 这个我们以后还会慢慢讲道 那我们先讲道 我们的良知本性啊 就是一个道的 一个本体 正要讲率性之为道 率的 率就是一种 这种自然的流落 流落出我们自然的 这种本性啊 那就是道 所以给你良知 所以道 在信上是自然 它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烦恼 它是光明的 所以我们上次讲 老师并没有传道给我们 它是指引给我们 因为我们忘记了有道 忘记了找到道那条路 因为呢 就好像这个镜子 我们本来像镜子这么光明 那镜子已经染污了 我们把镜子上面的染污呢 把它擦掉 就看到光明了 所以就看到道了 所以 道那个镜子不是用擦擦擦的 镜子不是擦出来才光明 而是呢 它本来就有光明 那么你必须把你的染潮放下 你的烦恼放下 那个光明才会跑出来 所以道都一直在 心里一直在我的身上 只是呢 你有没有觉悟而已 那么既然心里在我身上 那我跟佛 我跟圣人 跟这些神明啊 我跟他们是一样的 我照样可以知道 那个回去的方法 我可以来来去去啊 我可以这个 尽虚公骗法界啊 又骗十方啊 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子啊 现在我不行了 所以呢 所以老师来告诉我 你本来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那道了 所以说是圣圣相传的心法 心里心法 圣圣相传也就是说 当人啊 来到这个人世间 他在处理 他的人世间的事情 他的责任 或者是说 他的愿力跟业力 那他处理完了 照理讲呢 他应该就要回家了 结果呢 他没有回家 没有回家 在干什么 迷恋在六道轮回 迷恋在人世间了 忘了回去了 那这迷恋呢 迷恋多久了 我们道长讲 六万年来 那实际上到底多久了 那当然这个说法 跟科学家的说法 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依赛道长的说法 六万年来 都在迷 忘了回去了 你看你六万年 没有回家了 你还找得到家吗 你找不到家了 那必须有人 有谁来告诉我 有一个从家里面来的人 这个就是民师 来带着我们回去 来指引我们回去的路 那民师呢 他不是只有这一次才有 我们代代都有圣人 出来在教我们 只是说呢 道有险有瘾 瘾的时候呢 就好像呢 这种 比较圣大的 比较新圣的样子 瘾的时候呢 那就是 默默地喘 当转独寿 所以圣人呢 是代代相传 代代相传 把这个道呢 交给人 那现在 人情已经这么乱了 道 为什么又可以出来 那就是因为 五教啊 都已经开过花了 这些圣人啊 都已经来过了 这些圣人来过了 把他们该做的事情 他们的子命 完聊 完聊之后呢 你是不是要结果了呢 开花结果啊 你这个果不出来 你这个 开的花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最后呢 还有这个名师啊 来叫我们呢 先得而后修 这个法门啊 相当殊胜 相当难得 我们得到这个法门 我们可以依照 古圣人 他所传下来的修法 一步一步去做 依照道之宗旨的 原理原则 来来一步一去啊 那这样呢 自然就会达到 我们回家的路 这个是道啊 所以我们刚才在讲 这些法师啊 这些老师啊 他们那个 表现的方式啊 那都比我们高超太多了 可是呢 他们这个核心 没有 没有这个核心啊 没有这个 心理心法 这个名字一字 这一点的妙 妙妙 的灵妙 那所以呢 他们表现出来 只是呢 孜孜 夜夜 看起来好看啊 实际上呢 没有根 没有根啊 没有根就是说 他们没有入手处 他们知道 中华传统 很好 很好 好 是好在哪里 好在他的身体健康了 事业顺利了 家庭圆满了 他们认为了 有所改变的 好 他们的好 是好在这里 结果呢 这不是啊 那是顺便的啊 你心理心法 你的这个 道心的流程的 那些是顺便 自然就会这样 就好像我们说 神通 神通不是修来的 神通是本来具足的 你的良知 本性 该起了 那些神通就修除了 所以你怎么还会有病呢 还会有老呢 还会有这些世间的障碍呢 就没有啦 所以这个是根啊 所以我们 得到明师一指 跟这些世间的人 世间的教授 老师 法师 道士 最大的不同 是因为 我们有明师一点 这样的一个依据 这个依据呢 是我们可以超生了死的方法 我们知道这些 武教圣人的心法 得一个秘诀 那所以啊 我们虽然讲道 可能讲不如法师 但这个法会呢 也不如这些老师 不如牧师啊 不如这些阿红啊 穆斯林啊 你看回教朝圣的 每一年啊 几百万人啊 天主教教终一出来啊 哇几百万人 臣服在他的麾下 你看这个 这种力量 这不是我们 道清可以做得出来的 那么我们凭什么 还可以 可以说 道比较还要殊胜 那因为 道呢 是深入根本 是深入心理心法 道呢 是讲这个 良知本性 是讲这个 你要真正的落实 把道呢 透过你的身心 表达出来 所以你讲很多 没有用啊 你必须呢 把它做出来 你跟孔老夫子 周游列国 孟子也是周游列国 历代的这些 有心的 这些圣贤啊 都是在他们的岗位上 来做的 救度松明 帮助众生的事情 好 这个是 圣圣相传的部分 那道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啊 所以说 道不可续于理也 可离非道也 不可续于理 就是说 你每一件事情啊 都是 处在道之中 没有道 那么你没有办法 立足在这个人世间 事实上呢 你根本就 没有办法生存 哦 儒家的道 告诉我们 三纲五常 五伦八德 告诉我们 今天地理神明 哦 孝父母 众师尊 爱国中士 复近世界大统 等等的这些做法 这个是儒家的自然之道 那么你 行三刚五常 你进五伦八德 你就是回复 自然的生活 那回复自然的生活 那你就回复自然了 天地心皆归的 那结果呢 我们现在呢 不做这个 我们看不起三刚五常 五伦八德 认为是古封建 旧思潮 大家呢 一位追逐 时尚 科技 把这些传统话 把它丢弃掉 那你看我们刚才讲 卢安达 那些非洲的国家 连米都没有得吃 饭都没有得吃 那除了他们的 因果业报之外 事实上呢 他们也没有符合 自然的生活 你看他们 为了耕田 为了耕地 把这些树 树木都砍掉 我给我砍掉了 结果呢 树木 没有了 就不能够调节气候 不能够调节气候 就造成山洪爆发 造成了气候不正常 气候不正常 植物呢 都养不活 他们的农作物 没有办法生长 所以呢 你看 越愚痴 就是 越堕落 那这些怎么办呢 这些要有人教他 谁来教他呢 要觉悟的人来教他 懂得的人来教他 明灵的人来教他 教他们要懂得 进天地理神明啊 你看我们 开宗明义的道之宗使 第一句话 进天地 天地是多么重要啊 天生地养 天给我们 这些资源 地呢 养育我们 那么你天地 你都不尽了 你怎么还有办法 行山洪无伦八德呢 那么天地是什么 天地就是 气候异常了啊 山洪爆发了啊 海水上涨了啊 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 都是人的心引起的 这不是自然现象 是人心 那为什么不是动物的心呢 因为动物没有 是非善恶 只有人有是非善恶 人那个是非善恶的 那个负面的念头啊 它会充斥在整个磁场之中 那他们做了这些动作 结果呢 就遭受到自然的果报 那你赶伐森林 好了 森林啊 报复你 让你没有营养 让田没有营养 让雨水不来 让你作物不能生长 结果你就哀恶了 所以是人啊 那这个 这些人呢 要有人去告诉他 真的要有人去告诉他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啊 讲经说法 用现在的这个趋势来讲 用科技的这种传道方式啊 还比以前的这种 挨家挨户拜访 还来得有效 用这种网路啊 用卫星啊 用这种 这种科技传播的 真的还来得有效 那现代人呢 很忙碌啊 忙着 忙着自私自利啊 忙着要享受啊 你去找他 他也不愿意啊 你虽然有心 要花这些时间啊 去关心他啊 他也没有空陪你 他也不想陪你啊 甚至呢 他也不想跟你讲这些 这些什么三宗无常 无人八德 但是呢 我们用这种科技的东西啊 没关系啊 你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有空的时候 你就来听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讲 我用这种卫星 用这种网路 用这种光碟 你想听就听 不怕你 你不来啊 就怕你不听啊 你只要听了一句话 你受用了 你懂得去觉悟了 去明理了 这样好了 你就会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你知道呢 这个2012年可能世界摸的快要来了 我们做一步是一步哦 我们不能等待着这个世界毁灭 那我个人要怎么做 我个人赶快进天地理神明 孝父母众师尊 遵守这些三宗无常 五伦八德 从这里做那就对了 你不用去烧香拜佛 你不用去呢 参长打坐 更不用去呢 潮山啊 惠灵啊 都不用 你就在你的人道上 好好地做 你到了公司上班 你就做好员工的角色 做好主管的角色 把人道做好了 听到就可以 顺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保养师级儒家英语 告诉我们的 就是要叫我们做色契啊 那这身道啊 真正的道是这里啊 并不是在学术啊 不是在庙堂啊 你光研究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 孔老夫者的思想 这个朱细的思想 你光研究这些 有什么用啊 大家都想听这个 深奥的心理心法 结果没有一个人 愿意去做 孝父母众师尊 没有一个人啊 愿意进天地理神明 那你还不是照样毁灭吗 你做一步 你要把他做出来 做了 做出来再说啊 做了再说的人 是圣人啊 说了再做 那还不做 还是个闲人 那么不说也不做 不说也不做 那是平凡人 说了不做 那就是骗人嘛 光会说不会做 所以老师 讲师 这些 讲台上的 这些法师 只会讲不会做 那是骗人 那比凡人还要差 你看老千人这里讲 我讲的道理啊 找新鲜的没有 道理的哪有新鲜的 好比讲我们这个 孝敌忠信 哪里有新鲜的 五千年来都讲这个 那么你现在讲这个 你不讲这个 你就是没有人格 你就是不忠不孝 不忍不义 那么你还算在修道吗 没有 你不是在修道 所以现在我们道场 有所谓的这个 半道的道场 有所谓修道的道场 那么半道的道场 认为呢 点道 去红道 这个就是修道 那修道的道场呢 认为呢 这个就是研究道理 注重新性 这个就是修道 那后学 是认为说 各有所好 各有所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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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修道的团体 他注重新性 可是注重新性呢 他不是在人文当场上注重 而是在呢 这个 那些深奥的道理 讲空性 讲无尾的这些道理 在深究 这个也不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我们出来恢复 呼吁这种儒家的思想 孔老夫子的言论 这才是今天道的宗旨 的所 所要推动的 所以应该我们道理是讲 今天地理生命 孔老夫母 正师尊 这些呢 都是平常的道理 你把人道做 这个就是 达到和谐的社会 安定的社会 和平的世界 所以联合国 在提倡世界和平 提倡了三十几年 到现在没有世界和平 请了那么多学者专家 甚至呢 宗教人士 去演说 去推动 结果呢 没有办法推动 没有办法落实 为什么 当然了 主要的国 主要的是国家有 各个国家的考量 认为 咬不可及 那每个国家 的元首 或者是说 这些领导人 都认为 这个太遥远 学者专家所讲的 宗教人士所讲的 这些道理 好 可是呢 做不到 所以呢 大家听归听啊 没有人愿意去做 所以世界和平 永远也找不到 曙光啊 那为什么会认为 遥不可及呢 那就是因为啊 学者唱高调 他讲的这些道理啊 不是生活上的道理 那不是生活上的道理 大家不可能回到像 以前修行的那样子啊 也不可能去出家啊 去躲在山洞里面 过了这个辛苦的生活啊 大家不可能这样子 所以会认为做不到 但是呢 今天明师告诉我们 修道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修道呢 就是在家庭 家庭就是道场 你公司就是道场 你团体就是道场 所以说 道不可虚于理也 不可虚于理呢 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 每一点 每低 在那个当下的时空之中啊 你都有到位 一个道体的朗线 比如说你一个人 你在这里讲话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为什么会讲话 你为什么可以讲出这些话 那你为什么可以把这种 这个画面呢 把它录起来 这个都是道在其中啊 如果没有道的那种奥妙啊 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 就像一个纸张你被做出来 一个纸张被做出来 那也是道在里面啊 被这个树木 你把它 把它培养 长大之后 然后呢 你把这个树 树干取下来 你把它这个 磨碎 制作 然后呢 才有纸张 那你纸张要写 用原子笔 原子笔也要制作 那你写什么东西 你还要 还要有内容 内容你要去学习 这个 无一不是道啊 哪一个不是道 所以佛家讲 哪一法不是佛法 其实呢 都是同样一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会做不到呢 不会做不到 只是呢 没有人知道 所以呢 这些 我们要靠靠教育的方法 来推动 教育呢 必须呢 身体力行 我们这些修道人 必须呢 有责任呢 把这个大道呢 推到每一个角落去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走到每一个国家 可是呢 我们可以透过科技的方法 我们用书籍 用宫碟 用卫星 用网络 这个都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只要机缘成熟 那么这些领导人 还是有可能会被点醒的一天 你看我以前 我一直跟我太太讲 你不要晚上 我都要在那里看电视 你也要看一点有意义的节目 你都看那些连续剧 把自己的内心搞得乌烟瘴气的 那小孩子跟你看这些 小孩子也被污染了 你为什么不看一些 有教育性质的东西呢 那么我常常 转 进攻法师的电视台 特别是为了转给他看 让他听一听 他在我在场的时候 他就跟着听 我一离开上了厕所 又转来了 真的是受不了 那为了叫他呢 我就不断的要播放给他听 一直到现在 他自己主动愿意听了 把自己想跟我要 这个进攻法师的片子来听 哇这是难得 非常高兴 我想说啊 其实不会没有结果 你撒下了种子啊 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所以我太太愿意听 这些圣贤人所讲的话 老人所讲的话 那他自然有受用的一天嘛 听久了 他熏悉久了 他自己也会改变 自己也会接近这个道 自己也会学圣贤 那这个不就是 道德教化吗 所以道德教化从自己做起 都有广市政绩的成人啊 从家人做起 从社区做起 从你的公司团队做起 再到社会国家 再到全世界 这个是大同世界的 有期待的一天啊 是绝对有可能 遥天顺热的理想 就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里 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 得到这个道是这么宝贵奥妙的话 那么我们赶快好好的来力行 好好的来推动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 明师的教化 接受佛的这种力量 在推动 那加上人的力量 在配合 那天人合一啊 天人合一啊 道就成就 所以啊 重点还是要人 光靠天也不行 人没有天也不行 天没有人也不行 那天人合一来做 那道呢 就能够成就我们一条通天之路 天之路啊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认为 修道就是呢 去道场 接近道场 就是天经文法 就是呢 念佛 念咒 或者是说呢 就是呢 这个参展打坐 还认为这个是修道的功夫的话 那么 你是错用功夫了 不是在修这个 你的脾气毛病一大堆 三当五常没做到 你这怎么会试修道呢 错用功夫啊 迷媚颠倒 这个叫做 逐妄思真啊 逐妄思真 没有办法接到道 所以道的力量 为什么这么样无形 为什么这么样伟大 为什么这么样不可思议 就在你的一念之间的转变啊 你的世界就跟着你改变 你看你立志 走向圣贤这一条路 你周遭的这一切 就跟着你改变 所以 这个地方 有一个修行人注视的话 这个地方 免于天灾地变啊 甚至这个国家的国民 都会受到辟印啊 所以你的这个修道 大家早安 孔子将世间的人啊 分为五种等分 号称五遗啊 那么 孔子在回答 鲁埃公的话里面呢 他分说呢 有雍人 有世人 有君子 有贤人 有圣人 这个叫五遗 五种遗态的人啊 那么 什么叫做雍人 雍人 当然就是 雍雍碌碌 没有什么见识 那么也不存规矩 嘴巴也讲不出 圣讯格言啊 也不会 折贤 以脱身啊 不会立行 有自贱 啊 贱短 不贱远 贱小 不贱大 所以呢 从 从流 何乌啊 这样的人呢 不晓得他的 一生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个叫做 冤人 那什么叫世人啊 世人 就是 一般的 这个好人啊 那他有所 心有所定 那么也有他的理想 可是呢 就是还不能够 达到这种 入道的境界 那么 虽然他也有一点虚似啊 但是呢 为了商餐 为了家庭 为了前途而忙 所以 这个 尽了一生的努力啊 还不晓得 他的目标是什么 那么他的钱赚再多 对他也没有帮助 那么他的贫困呢 对他来讲 也没有什么损害 反正呢 他可以呢 与这个 跟世间的环境啊 一起生活下去 那么 孔子认为这样的人 是属于世人 那所以 世人号称读书人 其实你看 读书人 他还有很多的 分别上的不同 那孔子在武仪里面说的世人 就是指 一般的 世农工商的人 那他还有一点理想 还有一点 这种 那种理想性啊 还有一点 为 前途 为家人 而努力的 这个 奋斗心啊 那么 什么叫君子 君子就是 言而有信 君子呢 他呢 专 所以你看 每一个人 他的念头 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 庸人之辈啊 但是呢 有了才艺 有了技术之后呢 他就 不能够算庸人啊 他 他算是 刚才讲的 世人 但是他不会为别人着想 所以呢 这个呢 还比不上君子 一个君子的 位阶啊 至少 出发点都是为别人好 一念未公啊 那么 闲人呢 闲人就是 讲出来的话 说得到 一定做得到 这个人呢 有才 有德啊 但是呢 还不 还不那么够完全 还不那么够完全啊 所以呢 他的这个 德啊 不能够 遍及到 整个 社会国家 但是呢 已经普及到地方了 这是 闲人 那也算是呢 很 不错的一个 修行的典范 那么 讲到圣人呢 就是 与天地何德 与鬼神何吉凶啊 万 穷万物之 宗使啊 学大自然之 气象 那他知道 跟整个天地万物 鬼神 何而为一啊 那所以呢 圣人的范围啊 就更加的广 他所考虑到的 那不 就不只是众生而已 就不只是众生而已 就不只是人而已 他考虑到 世间万物 当然包括在众生里面 所以呢 他可以明白 像日月一样 他会言语 像神明一样 一般人 一般人不晓得 他有道德 好像是住在隔壁邻居的 这样的一个 普通人而已啊 那么这样的人呢 自以为无功 自以为无德 自以为无能啊 可是呢 他的这个道德 已经超越人世 已经呢 滑稽万物 所以这样的人 被称为圣人 所以孔子说啊 有这五种人格的人 那么我们 今天讲道之宗旨 我们以儒家为主要的 修行目标 修行的依据啊 那么我们要达到 什么样的目标呢 我们自己就要 有所排名 有所这个依据啊 有所理想 有所目标啊 我们讲到这个 道之宗旨里面 有敦品重礼 敦品重礼呢 就是说你自己 你个人的那个标准 你的水准要放在哪里 你的理想要放在哪里 那么如果说 用这五仪跟 这个佛家的 五种等级来分啊 那么圣人就等于佛 对于宇宙 人生万物的事情 都很清楚明了 都很清楚明了的人 那称为我们中国人 叫做圣人 印度话呢 就把他叫做佛 那菩萨呢 菩萨就是帮助佛的人 所以菩萨的境界呢 也已经是 到达到达这个佛的境界了 只是呢 他要做众生 跟佛之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呢 他还是一个 菩萨的一个 这个像啊 所谓的这个流液润身啊 那菩萨等同于贤人 那么君子呢 君子等同于阿罗汉 君子呢 是一个儒家修行人啊 他最基本的要求 那么在佛家的修持啊 最小胜的 最基础的你要证到 这种赐果的阿罗汉啊 阿罗汉这个是 是属于出世间的圣人 那也就是说 他已经不用再轮回了 那这是阿罗汉 所以阿罗汉的境界 有点像儒家的君子的境界 那你如果说严格来比啊 你会轮回说 不忍不累啊 怎么这样比啊 但是呢 强而比之啊 勉强来比牌他啊 那就是这样子 阿罗汉 已经超越世间了 所以呢 我们儒家 在讲到君子啊 其实呢 他就有一种 超越世间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因为他的己心动念 都是善的 都是为众生的 所以呢 世间对他来讲 并没有苦难 并没有呢 特别呢 要具于关怀的对象 因为呢 他所关怀的是全世界的宋生 每一个人在他眼中呢 都是平等的 四海之内皆相帝啊 所以这个君子啊 那么再下来 就是 所谓的庸人 所谓的世人 那庸人呢 就是 一般人啊 同有何物的这些众生啊 那世人呢 那世人呢 世人就是说 他还是有一点修行 还是有一点了解 只是呢 要修不修啊 可上可下 这个是世人 这个是佛家的世人 那所以 从这五仪来看 我们自己的理想 那么 一个有道德的人 他也不会讲 多讲什么话 啊 有信义的人 必然也不会讲 太多的话 有才谋的人 根本也不需要 多讲话 因为言必有重 我只要讲一句话 就 抓到核心了 你看言必有重 这句话呢 是孔子 称赞 这种 这个言子 名子谦啊 这句话 言必有重 那名子谦 已经达到 贤人的境界 所以一个 修行啊 不再话多 话太多了 反而造成了 各种误会 那么我们今天是逼不得已 要把这种道德理念啊 推广到 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必须呢 将师尊师母的妙药 这个民事一指的大法 要教给大家 那将来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普及的教教导道 毕竟呢 我们呢 都只是在学中觉 觉中学 那么呢 从觉悟多少道理啊 做出多少言行 一步一步来修啊 所以叫先得而后修啊 现在呢 我们有这个机缘 先得而后修 所以呢 有人认为 没有开悟的人 那他是没有资格在这里讲课的 他是没有资格讲经的 那么道长有很多资深的人啊 很看不起一些后学 认为他们的话太多 言之早早啊 但是自己做的不怎么样 可是呢 这样呢 也有一个盲点 这个盲点就是说 点团是可以讲话 这些长辈可以讲话 后学们都不能够讲话 这样呢 也成了一个盲点 那点燃丝的错啊 没有人跟 没有人敢跟他讲 点燃丝也没有开悟 所以呢 点燃丝也一定有偏差的地方 那他不 这个不准别人讲 但是呢 他自己呢 也不一定做的圆满 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只能够说了 这个依法修行 儒教修行 要根据的精训来走 最近因为看老前人 他所留下来的 这些文章 这些点集啊 你会觉得说老前人的话 你真的把他毒手了 那这个道就已经 很清楚很了解了 你看他的讲道里面 跟他的文章里面 他总是有差异性 讲道是率性而为 看到什么样的听众 就讲什么样的话 都是很口白 而且直指人心啊 当场的人需要什么样的讲法 他就怎么讲 可是写文章不一样 写文章是自己有所心得 然后把它笔记下来 或者是说自己看书 有什么样的体悟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 当下真影所记录下来的言论 所以写的文章看起来就比较深 引经据典 读起来会比较 要有深度一点 那么老前人的书里面 这两种文章统统具备 也就是说它有演讲的 也有自己的心得感悟的 那所以我们依照老前人的这个经典 老前人的教戒来修行 那这样就绝对是没有错误 我们现在呢 道长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说呢 训文太多 那训文是先佛留下来的 先佛留下来一定是最好的 一定是呢 最圆满的 一定是呢 最珍贵的 可是呢 在老前人归功之后 天命已经不住持了 真正有天命的长者 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那所以呢 老前人在还没有归功之前 先佛就曾经讲过 大德德不在了 以后再来讲话的这些先佛 再来批询了这些先佛 你们也不晓得 他到底是佛 到底是魔 到底是山佛水怪 还是圣贤菩萨 你也不晓得 你说依礼而修 依礼来修 那么可是呢 你这个依的礼啊 你怎么判断是真伪 是虚妄或者是真实呢 人的智慧 如果没有达到像君子这样子 没有达到像阿罗汉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智慧 你没有办法辨别真伪 所以即使魔来批训啊 我们也可能认为很有道理 但是很有道理啊 不一定呢 适合我们现在众生的根性来做 所以这个人一定要非常谨慎 老前人的这个遗书里面 留下来的经典之中 有这个讲道集 有这个讲道的集药 有演讲集 有真言集 有这个语灵杂记 等等啊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来根据 让我们来这个深入探讨 所以要知道道的宝贵奥妙 其实呢 我们就从最可信的 老前人的这个 的这些尖叫啊 那就所以最好了